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甘瘦甘瘦的中年男子穿着为精神病患者特制的约束衣被五花大绑地固定在软床纸上 这个男子双眼无神地盯着天花板 嘴中不停地发出一种类似于动物的叫声 走近时看清他的容貌之后能把人下一个跟头 就见这人是嘴脸异常凸起 竟然长了一副狐狸的面孔 嘴角时不时的犹如墨汁一样有液体喷出 液体见到之处散发出一种类似于死于发臭所散发出的味道 这客厅里头呢有几十个男女远远的站在里边 这些人的眼神不约而同盯着躺在床上的干瘦男子 只不过他们的眼神里面除了恐惧的目光之外 只有两三个人是真正流露 处理关切的神情 我跟孙胖子呢就在这干瘦男子的身边 我盘腿坐在干瘦男子脚下的位置 头上多了一个黑色的盖头 正配合着孙胖子嘴里的唱词 做着一个接着一个的动作 绑在床上这哥们是当地首富 是孙胖子本家姓孙明连成 在当地几乎所有赚钱的生意里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你别看他现在人不人狐狸不狐狸 谁能想到半年之前 这位首富还是大富翩翩 身体各项指标都超标 是一天要赶七八个饭局的大胖子 原本这副嘴脸虽说谈不上英俊 但是起码说长得还算周正 孙的老板之所以混成现在这副德行 那还得从半年前开始说起 半年之前 孙的老板另辟袭击 在一片深山老林之中买下了一块地皮 打算建造一所远离喧嚣都市的高级会所 当时这会所名都已经起好了 叫室外心境 但是就在工人上身之后 在挖掘地基之时 发现了一件非同寻常之事 工人挖地基的时候 在无意之中挖通了一个巨大的地下洞穴 因为这个洞穴的规模实在是太大 开始以为呢 这是一座古代的地下墓葬 当时参与挖掘的工人看出便宜来 反正不挖他也挖了 现在索性倒不如直接挖下去 看看这里头有什么陪葬的宝贝 说不一定以后买房的置地就靠这里头的宝贝 但是这么一挖下去才知道不是这么回事 这洞穴里头除了上万具狐狸的尸体 跟一座刻着狐狸头的石碑之外 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这上万只死狐狸浑身僵持基本上已经风干 没有一支有活着的迹象 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工人当场眼睛都知道 他们都是东北的当地人 多少听说过一些东北五大仙的故事 加上这样的场面 谁看了腿肚子都转筋 当下所有工人也没心思干活 有几个年纪大的 找个红绳 把这片狐狸坟整个围了起来 然后开始对着狐狸坟就烧香磕头 看场的项目经理呢 是孙老板的小舅子 他是实在指使不动这些工人 只能打电话 把这的事呢 跟自己的姐夫汇报 不过他在电话之中 啰啰嗦嗦的也没说明白 只是说挖出几只狐狸 工地的工人都被吓着 现在不敢开工 当时孙老板在电话里头就窜了 不就是几只死狐狸吗 又不是死人 至于连工都停了吗 把自己这小舅子骂了一个狗血喷头之后 他亲自带着人来到深山老林施工现场 等着孙老板下了车 看见面前的景象之后 也被这幅景象惊得是倒吸了一靠良心 这才明白过来 他这小舅子在电话里头没交实点 这哪是几只狐狸的事 把整个山里狐狸都抓到这儿来 也未必把这洞穴填满了 不过孙老板是硬着来的 那就得继续硬到底 这工地里头一天就得吃掉的小十万 虽说孙老板是家大业大 但是也经不起这么折腾 孙老板呢 先把几个大工头都叫过来 让他们安排人 把吓到死狐狸全部收拾出来 先把这地儿给埋了 然后马上让工人复工 不过孙老板说完之后 这几个大工头的脸色顿时不好看见 由于扮上之后 还是这位年纪最大的工头苦着脸说 那仨玩儿老板呢 可不敢再挖了 你也见着这下头 扫缩掉一万多次虎线 老话讲啊 那这嘎的就叫轩辕坟 惊扰了各位虎线 已经是大不敬 现在呢 就应该把这块地儿重新给填上土 再整几十只鸡 记一记 别让胡闲怪罪 老板呢 就算麻烦您呢 再破费点 换个地方 继续咱这世外仙境 你别跟我扯这个 孙老板瞪着老公头吼道 就这几只死狐狸 你们还当真了 换个地方 你知道老子光这砸了多少钱 光是修路进来 老子我就花了六百万 胡仙胡仙的 要是真有那个 你喊出了一只半只 让我见识一下 孙老板这是越喊越激动 最后也不管这几个工头 带着几名手下 去这仓库之中 翻出两桶汽油 孙老板亲自把这汽油 倒到洞里的死狐狸身上 当着重工人的面 一把火 把上万只狐狸就烧成了焦炭 当时还真有几个工人 想要阻止孙老板 可惜被孙老板带来的人呢 就拦在了外面 眼看着这些狐狸 要烧干净的时候 一股黑色的浓烟 从被烧焦到胡氏的身体里 直接冒出来 就这么一瞬间的功夫 这黑眼是铺亭盖地 把这本工地就笼罩在了其中 除了有点怕之外 旁人还真没什么异常的感觉 只是听见孙老板的位置 忽然发出几声惨叫 众人都不知道这出了什么事 好在这烟呢 来得快 去得也快 片刻之后 这黑烟就消失得干干净净 黑烟消失完之后 就发现孙老板已经躺在了地上 他脸上的肌肉不停地颤抖 面容已经变成了狐狸的模样 当下众人都被孙老板这怪象吓呆了 远远地看着也没人敢靠前呢 最后还是孙连成的小舅子当场拿出了十八块钱 这才买了几个胆大的 抬着孙老板一路兼程几十里就送到当地的医院 这样的病症一般大夫哪是看不了 直白医生呢也被吓傻 这样的病别说痣就连听都没听说过 最后还是主管医友的院长看完之后 一边流着冷汗 一边闻讯把赶来孙老板的家属拉到了角落之中 人都这样了 你们还往医院里边送 有意思吗 老院长是一脸纠结的样子 就差点说出来 你们这不是来砸场子吗 这时候孙老板的家属接了孙连成的项目之后 基本上都已经下杀了 当场岁数最大的是孙连成的灵鹫 老爷子活得久了也有些见识 当下安排人将孙老板拉到了这座乡间的别墅里 按照孙家人的本意 想把他拉回省城的豪宅之中 但是又怕孙老板现在的这副尊容如果被记者拍到 就算是放到网上也是天大的事 于是从那天起啊 孙老板就在这间别墅里头常住了下来 而他的亲友们也没闲着 开始忙着给孙老板寻找能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当地人的心目之中 除了跳大神和爱因斯坦之外 其他的都属于封建迷信 既然爱因斯坦这一套没用 那就找大神进家吧 孙家也是家大业的 一连找了十几个跳神的来给孙老板驱邪 这些跳大神的人里面 大多数人见了孙林成的样子之后 二话不说 转身就走 从头到尾坚持下来 只有两个来自附近县区的哥们 这俩货连孙老板的面都没见着 就拍着胸脯保证 神到携除 等见到孙林成这样之后 脸色就白了 二婶手拿文王鼓 闭着眼就唱了没几句 就开始口吐白梦 他还能好点 床上这大神 直接倒在孙老板的怀中 就抽出了起来 不过就算这样 二婶这哥们一边吐着白梦 一边把这场大神唱完 完事之后 孙老板还是一副狐狸 冲着还在他怀里抽搐的大神 咯咯直笑 跳二婶这哥们 先把大神从床上抢起来 然后擦了擦嘴角的白沫 哭嗓着脸 对着孙老板的舅舅说 老板呢 辛苦钱 不容易 多操 好 按规矩来说呀 这哥俩就算是砸了 本来随便给俩苹果就能轰走的 不过孙连城的舅舅还是说道 放心 这钱我给做了 你俩太他妈敬严了 在本地找跳大神解决问题行不通 孙连城的亲戚们万般无奈之下 只得找路子 希望别的省市有跳大神的高人 这路子七拐八拐 就拐到萧和尚这 这老家伙呢 还专程去理他 看了孙老板的情形 只是主家的要求太苛刻 除了跳大神之外 别的都是风险连城 不可以用来再次毒害 这可怜的孙连城 本来老萧大使 也有办法给孙老板驱邪 但是对方除了跳大神之外 什么都不要的前提 让萧和尚为了难 眼看到手的钱 又不能不转 这么思来想去之后 哎 就想着我跟孙胖子 当时民调局 已经拆车了大半年 我跟孙胖子的民俗宗教工作室 也正式营业了一段时间了 邵依依和黄然 蒙奇迹和张志严 也相继的加盟进 不过毕竟还是刚刚起步 以前民调局时期 已经习惯了每天等着全国各地的灵异事件爆上 现在呢 要自己出门找生意 就知道这国营跟民企之间的区别 再加上还得养活阳军和阳霄这俩吃闲饭的 就更加捉襟见证 民调局被拆车之时 孙胖子费尽心思 才把二阳带到民俗宗教工作室 本来以为只要有这个俩在身边 就算遇到再危险的事件 都能够迎刃而解 实在不行 还有无人敌这尊大神呢 不过孙胖子对无人敌还是有些出头 这样神一样的人物 能不招惹还是尽量不招惹他 跟萧和尚一顿讨价还价之后 孙胖子接了这个声音 所得的报酬呢 跟老萧大师三期下仗 这个小事呢 也就不用二阳亲自出马 准备了一番之后 我孙胖子还有黄然启程 就去了孙老板的别墅 到了当地之后呢 我们没有直接去见孙老板的家属 而是躲在酒店之中 恶补了一晚上跳大神的知识 虽然小时候我见过几场跳神 但是后来进了民调区之后 才明白这些人 基本上都是蒙前的神棍 不过为什么隐约之间 我似乎记得这些神棍里头 还有萧和尚一根 说是恶补 其实就是找了一堆 关于跳大神的书籍和视频来看 包括在民调局拆彻之前 从资料室之中顺出的档案资料 不过时间太赶 孙胖子对文本的资料没什么兴趣 他就是守着电脑 看了一晚上关于跳神的视频 看完之后 孙胖子就开始安排我们之间的角色 负责说说唱唱的二神 非他莫属 我只要老老实实的坐在床上 给孙胖子打大戏就好 然后看准时机 趁着周围看眼的人不注意的时候 出手解决孙老板的麻烦 恍然负责开车 要是我们摆不平的话 就把他拉出来 怎么说黄会长以前 也是宗教委员会的最后一任大当家 这样的事还是难不倒他的 这第二天一早呢 我们三个人就来到了孙老板的别墅 因为之前已经联络好 虽然孙家众亲戚 对我跟孙胖子的年纪有点疑惑 但孙老板已经病了大半年 再这么下去 那就真的离死不远 现在也只能是死马当作活马医 让我们试试 反正也这样的 再早能找哪儿去 还是孙老板的舅舅 亲自带着我跟孙胖子 来到孙连城的房间 进门之后 我一眼就看到 躺在床上那个男人的身上 爬着一只硕大的狐狸 这只狐狸见到我跟孙胖子进来之后 嘴角上翘 竟然做出了一个冷笑的表情 但是瞬间之后 狐狸这脸色就变了 她的眼睛一动不动的盯着我微微鼓起的腰间 里边插着两把分别叫做罪与罚的短剑 这还是从无人敌最大的对头那儿得到的 虽然说没用过几次 不过这只狐狸明显地表现出来对这两把短剑的距影 哼 知道你有怕的东西 那就好办 跟孙家的人寒暄几局之后 孙胖子马上打了保镖 一切包在我们哥儿俩身上 不是我说 只要不是九尾狐苏打几附生 那就逃不过我们哥儿俩的手掌心 老大 是吧 最后这一句话说出来 孙胖子明显底气不足 后来事情结束之后 他告诉我他这天眼能力太弱只能看到孙老板身上趴着一只雾气招招的东西 最后这么说是问我有没有把握 我点了点头硬和着孙胖子说的一只小狐狸问题不大 有了我这话之后孙胖子的心就算是落了地 又胡说八道几句之后 我们就开始换上跳绳的衣服 我坐到孙老板的床上 这只狐狸见我靠近之后 先是张嘴不停的恐吓着 见到没有效果 我还是越走越近之后 这只狐狸竟然扒开孙老板的嘴巴 脑袋一叹 整个身子顺着孙连成的嘴钻到他的身体 这过程也就是一眨眼的工夫 当我想阻拦之时 这狐狸已经完全钻进去了 他体型硕大 想不到钻进去之后 孙老板这体型还是没有一丁点的变化 这下子可有点麻烦了 现在只能是走一步算一步 我做好之后 孙胖子就开始了他的表演 这胖货先是敲了一阵文盲鼓 想不到只是一晚上的时间 他竟然能敲得再枪再板 跟我小时候听到跳大神的鼓调 不能说是一模一样 那也差不太多 就连周围压阵的孙家众人 也是听得连连点头 前往有声请关注拼多多店铺 紫金听书 紫色的紫 一金的金 欢迎收听 由懒人听书出品的 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 耳东水兽 波音 小传说书 第二集 直接的孙胖子 一阵文盲鼓敲完之后 孙胖子张嘴唱一句 这一嗓子唱完之后 差点把我从床上摔下来 他唱的是二人传 还是马寡妇开店 这一句二人传唱出来之后 周围众人的脸色当唱就变了 几乎所有的人看过来 这眼神都是阴沉沉的开始发痕 看样子只要有一个带头的 这一群人就能冲过来 对着我跟孙胖子一顿胖揍 打架虽然不怕 但是为了个麻寡妇就动手 你说这上哪说理去 眼看着局势就要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 对方辈分最大的孙连城舅舅发话 都老实待着 等他们跳完大十再说 连城醒过来 怎么都好说 连城醒不过来 再把这俩犊子的腿干舌了 这句话说完 躁动的声音 这才算是慢慢的平息下去 不过众人这眼神 还是恶狠狠的盯着我跟孙胖子 好在孙胖子的心理素质极好 就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 还是一脸笑嘻嘻的模样 声声把这词呢 又转到跳大神上 几句开场白之后呢 孙胖子唱到了正词 我来把仙家请 哎哎哎哎 一请原始天尊 顺着孙胖子的话 我正了正身体 手掐法诀摆了一个姿势 孙胖子联请了两位仙家 我都顺着他的话 做出各种各样的姿势 这个开场 终归终局 后面看眼的嘈杂事 也小了很多 不过倒霉啊 就倒霉在 请出这第四位仙家身上 唱到这儿的时候 孙连成这嘴巴忽然张开 一只狐狸头从里头钻出来 冲着孙胖子叫 引起来他的注意 这一人一壶对视了一眼之后 这只狐狸呢 在我要动手 把他从孙老板的嘴里拽出来之前 又快速地将头算 冷不丁跟这只狐狸对视眼之后 孙胖子竟然天目大 可以看到这只狐狸的本相 他也不由自主打了一个哆嗦 虽然对我们两个来说 这样的场景以前见得多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这么跟这狐狸对视了一眼之后 孙胖子竟然把后面这唱词啊 忘得是干干净净 他现在的脑袋里面一片空白 本来只要随便接上几个神仙的名字 就能把这一段祸得过去 但是孙胖子陷在脑袋子里啊 一片空白 满天的神佛竟然一个也想不起来 哼哼唧唧几句之后呢 这伙终于开始瞎别人了 四请周杰伦啊 他这句话一出 连我在内 所有人都愣住 身后众人听到新词 眼睛都盯住我这边 看看我呀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憋了半天之后 我终于伸手比喉了一下 嘴里都含含糊糊地唱了一句 嗯 快快快使用双击棍 哼哼哈嘻 见到我这接上了 孙胖地继续往下变 那如请 宋祖阳 辣妹子 孙大圣 你大爷 请出周杰伦的时候 后面众人还没听清楚 不知道这位姓周的 是哪位新出的大神 但是宋祖阳 众人听得真切 尤其是这一句辣妹子之后 别说身后这帮孙家的亲戚跟朋友 就连一向稳重的孙连成舅舅都坐不住 老头子直接从椅子上跳起来 咄咄嗦嗦地指着我跟孙胖子大声喊道 小他俩 哄的一声 几乎所有孙家人 不论男女都冲过来 眼看就要冲到我跟孙胖子面前的手 这只狐狸的脑袋呀 再次从孙连成的嘴巴里露出来 这次我有防备 就在他露出脑袋的一刹那 我伸出手电光火石之间 我砰 抓住这狐狸脖子往上这么一提 把整个这狐狸就从孙连成嘴里揪出来 把狐狸揪出来的一瞬间 我另外这一只手已经将插在腰后的罪剑拔了住 瞬间我就捅进狐狸的心口 顺势往下这么一划 一整幅下水可就掉下来 这只狐狸四肢在空中乱跑 却反抗不得 最后呲牙咧嘴惨叫了一声 这一声不止我跟孙胖子 就连冲到我们近前的孙家众人都听得是针针的 冲在最前面这几个人直接吓得坐在地上 随后所有人能看到一只死狐狸出现在了我的手上 这只狐狸活着的时候全身还是火红一片 但现在的身上已经变得漆黑 舌头吐到嘴外 扩散的瞳孔正对着坐在地上的几个孙连成的家人 就算是没有天眼的普通人 也能感觉到狐狸身上散发出这一股股的黑情 有几个胆小的当场就吓尿了 一股骚气弥漫在空气之中 不过此时呢 也没有人理会这个 后面的众人也停住了脚步 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盯着这只死狐狸 身体则像是被盯住了一样一动不动 这时候孙胖子忽然来清晨了 他从早就准备好的物品之中找出了一个布口袋 把这死狐狸装了进去 此时孙家众人才算明白过 胆小的呀 已经出去换裤子 胆大一点的凑过来 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孙连成 此时孙老板已经恢复了原来的项目 虽然已经瘦得皮薄骨头 脸色也是辣扎黄 不过好歹算是人的样子 看样子只要休养个一年半载 孙连成就能彻底的恢复了 见到孙老板变回人像之后呢 后面的众亲友这才七嘴八舌的讨论感 哎 我就说这两位大仙有道行 你看看以前那些蒙钱的 那请的都是什么神仙 是不是 动不动就是胎上老君 那老君在天上一个烧锅炉的 锅炉烧得再好 他也动不了胡仙不是 再看看这两位大仙 哎呀 先请周杰伦 再请宋 你了得吗 你就是了得吗 他俩唱一嗓子 这多少钱啊 这时候孙老板的舅舅挤过看眼的注 走到我跟孙胖子的面前 现在这老头呢 完全看不到刚才喊打喊杀的表情 现在是满脸堆笑啊 冲着我们俩说道 两位大仙辛苦了 你们是连成的恩人啊 就是我们老孙家的恩人 没得说 这席面啊 都已经摆上了 就等两位大仙入席了 就在我打算客气几句 就收钱的时候 孙胖子在旁边 颤着没人的事儿向我使了一个眼子 然后忽然眼皮一番 从身后啊抽出了一把符纸 对着床上的孙连成就散了出去 同时口中是念念有词 呆 好大胆的孽障 不是我说 这只狐狐狸 已经归西了 儿等还敢前来惊扰 当真是不要活了吧 听到死狐狸还有同伴 本来已经把这层层围住的主人轰的一下 四散分开 大部分人直接退出房门 只有几个胆大的退回到刚才看眼的位置 伸着个脖子向我们这边张望个不停 孙连成的舅舅也跟着退回到刚才站着的位置 现在孙胖子围着孙老板是不停的转转 手里的符纸不停的撒在孙连成身边的各个脚 老头子在后面越看心里头越没点 最后乍着胆子喊道 两位大仙啊 现在是什么个情况 这连成还有救没救啊 孙连成的舅舅刚刚说完 就见孙胖子忽然停住了脚步 他重重的叹了口气之后 忽然恶狠狠的回头 看向身后的孙家主人 没好气的可就说道 不如说 刚才谁让你们过来的 啊 还有一只恶鬼在孙老板身上 本来除了他 旧手的事 谁能想到你们过来 得 这就好了 群羊逐孤音 好好到手的一只恶鬼啊 让你们给放跑了不是 说到这儿 孙胖子顿了一下 掏出香烟 封给了我一根 然后自己呢 也点上了一根 恨恨地抽了一口之后 继续对着孙家主人说道 你们是无所谓 大不了饿鬼罢宅 今天露过面的呢 石油酒 反正过几年看不见人 也就习惯了 但是你说我们哥俩 招谁惹谁了 我们哥俩就是吃这碗饭 现在牌子在你家砸了 外面人再提起我们哥俩 就会说我们手艺不行 露了一只恶鬼 害得人家破人亡 你说以后谁还能再请我们 不是我说啊 我们哥俩下辈子 就算上回子 你们老孙家了 听了孙胖子这话呀 我是拼命忍着 这才没笑出声 我明白这货八成啊 又要开始讹人了 不过对面老孙家的主人就没有这种好心情了 孙胖子几句话下来 再加上刚才都亲眼看见那只鬼的死狐狸 现在在场所有的孙家人就只剩下哆嗦了 这时候孙胖子把这抽完的烟屉扔到地上 用脚狠狠地踩灭之后 看着对面的孙家众人说道 得了 算我们哥俩倒霉 是不是 砸牌子呀 我们认了 你们找个能做主的出来 咱把今天这账赶快结一下 孙胖子问谁能做主的时候 所有人就把这目光对准了孙连成的舅舅 当时我还纳闷 他们老孙家的事 你一个外星人你插什么嘴呀 不过后来我才知道 感情孙老板之所以发迹 就是靠着老娘家的事 而他这位舅舅在当地也算是一位不得了的人 就连孙老板的买卖也是跟这位舅舅合股开的 别说买卖 就算是老孙家的家事 只要孙连成不在场 经常也是这位舅舅替他做得主 不过这时候 这位舅舅开始怂了 他有些尴尬的提顾道 哎呀 找你们老孙家做主的 都看我一个姓王的干什么呀 孙老大呀 你是连成的大哥 连成不在你最大 人家大下找你呢 这时候孙胖子好像有些等得不耐烦了 他又掏出了一根香烟 放在嘴上却没点上 眼睛看着说道 嗨 随便能找个做主的就行 刚才我是不是没说清楚啊 是今天露光面的人 十有九亡 对不对 不管你们是不是幸福村长 过不了两年 都得再下个团聚 现在随便过来个人 给我们一些账 等你们都下去之后呢 再伤了谁当家做主 行不行 这句话说完之后 一个身子骨弱的 实在受不了这份惊吓 当场党在门口开始抽搐 发起扬脚方 看着那边又是一阵忙 孙胖子叹了一口气 看了我也说道 哎呀 这就开始了 老子 不是我说 人家郑主孙老板还没走呢 你说一亲戚 着什么急 嗨 你懂什么呀 这才叫做亲戚的 我看了孙胖子一眼 说道 先下去 站个好位置 省着大队人马 下去的时候 抓虾不是 孙老板这位舅舅 也顾不上这个抽洋脚风 他带着两个人壮胆 凑到我跟孙胖子的面前 也不见他刚才 说要削我们俩时的威风 老头子点头哈腰 对着我跟孙胖子说 两位大仙啊 你们既然能看出来 就一定有法子破解 是不是 一定有法子破解 咱这样 只要你们两位大仙能救了我们这些人 今天的酬劳啊 我们加倍 孙胖子看着老头叹了一口气说他 哎呀 怎么说的像我们两个在讹你们似的 不过话说回来 也不是没有破解的法子 只是要一个有道行的人 一年的阳寿坐耳 把这只恶鬼引起来 只要恶鬼现身 收拾他吧 也不是什么难事 不过需要六个时辰之内做法才管用 只要过了六个时辰 就算是大罗金钱将士 也抓不住这只恶鬼了 说到这儿 孙胖子扎巴扎巴嘴 摇了摇头 看着孙老板的舅舅说他 只有六个时辰啊 十二个小时 就算是有这样的人 愿意拿出一年阳寿 我要上哪找他去 哎呀 不好办哪 实在不行 你们就认命吧 别认命啊 孙老板这舅舅都快哭出来 不过他到底是多活了几年 知道问题出在哪 这位舅舅呢 看着孙胖子说道 大仙啊 要不然这样 您就是有道行的人 您就替我们受受累 不过您放心啊 这绝对不能摆受 是不是 连成几十亿的买卖 我干嘛替他省着呀 只要两位大仙能抓住这只恶鬼 我就替他们老孙家做主了 再诉两位大仙 一千万的仇 他这话还没说完 孙胖子眼皮这么一番 对着老头说道 不是我说 我们这俩人 孙老板这舅舅一拍脑门 干笑了一声说道 哎呀 一人一千万 我就是要说 一人一千万 你看这年纪大了 刚才又被吓着 都不会说话了 一人一千万 听着孙老板的舅舅 语无伦次的说完 孙胖子两眼望天叹了口气 不情不愿的说道 哎 一年的阳寿 哎 也就是我心软 见不得别人遭这么大的难 不过今天这事闹的呀 看我要和你们钱似的 孙胖子的话刚说完 孙老板的舅舅 马上接话说道 哪能啊 您是为了救人济世 如果连这点谢钱都不拿 我们这些人都不答应了 这老头说完之后呢 孙胖子有些无奈的点了点头 随后又对着孙老板的舅舅说道 我们哥俩现在是法 你们带着孙老板都退出去 除恶鬼不同于收狐药 除了我们哥俩之外啊 其余的阳寿人都打回避 不过想看的话呢 我们也不拦着 不是我说啊 丑话说钱都 见恶鬼一眼 减瘦三年 能看几眼 那你们自己招量着办 我们都走 我们都走 孙老板的舅舅赔了个笑脸 接着说道 那 那这就麻烦两位大仙了 说完之后 他是一刻都不敢停留 带着孙家众人 抬着孙老板就离开了这个房间 看着这些人离开之后啊 孙胖子牛脸对我呲牙一笑 嘿嘿 老子 咱再熬两小时 床呢 你留着 你先睡吧 时间到了 我叫你 说话的时候 他已经自顾自地掏出了手机 我在旁边看得清楚 这货打开了墓 随便摇了几家之后 出现了年轻女人的头像 孙胖子直接打上两个字 约吗 我在旁边看得直翻白眼 这货这也太直接了吧 欢迎收听 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一文路后传 作者 耳东水兽 播音 小传说书 第三集 失去的记忆 当天晚上 我跟孙胖子 还有黄然 出现在首都一家 经营粤菜 以菜价贵而出名的馆子里 我们三个人到的时候 蒙琪琪跟张志颜 已经在包房里头等着 他们已经叫好了菜 我们进门的时候 第一道菜烧鹅 正好刚刚端上 看着满桌子的生猛海鲜 孙胖子就直皱眉头 这鱼瞎瞎的 有意思吗 我就说了 上次那家清真馆的真心不错 你们就非要来吃 吃什么月菜 这胖子嘴里虽然是这么说 但是下筷子的时候 可没见他有丝毫有用 几筷子下去 孙胖子一个人就干掉大半只兽了 看着后面的菜肴陆续的端上 孙胖子这下筷子的速度开始放慢 不是我说呀 你们有必要这样 是不是 有鸡尾虾了 还点龙虾干什么 现在是吃咱们自己的 还以为有民调局可以报公账 说好了啊 下不为例 他这话刚说完 包尖门就再次被打 服务小姐走过来 从推车上取下五个精致的磁盘 然后就摆在我们五个人的面前 原真澳洲网报 先生女士请慢用 孙胖子这眼睛当场就止 这次也不为例啊 这次咱各服各的 鲍鱼我可没动 你们谁爱吃 谁拿走 蒙琪琪摆了孙胖子眼 把他的那份鲍鱼拿到了张之严的面前 随后对着孙胖子说道 小钱不出大财不入 你不知道啊 胖子 就凭你从民调局搬出来的家底 几辈子也吃不瘦你吧 要不这样 民调局这家底放我这存着 你的日常用度 我给你出来 就算是利息 十年之后 我再一样不少的还给你 怎么样 孙胖子把嘴里这食物咽下去之后 苦笑了一声说道 哎哟 我哪有什么家底啊 那些都是老吴跟二阳存在我那的 别说存在你那 我都不敢轻易动 老子 我说的是吧 孙胖子说话的时候 我正把最后一口鲍鱼咽下去 喝了口水 顺了顺之后 我顺着孙胖子的话说道 他们这东西 谁敢动 就别说动 连看两三眼 这三位都得瞪你好几天 我这话刚说完 萌琪琪盯着我头上的白发 有些诧异地说道 哎 你们不都是一个品种 就连你也不行 这话说的我有点接受不了 看着萌的小姐 我这说道 哎 不是 什么叫一个品种 说起来你还是 本来我想说他跟吴仁迪上辈子的事 不过刚刚说个开头 我就明白说错了 马上硬生生把后面的话直接验了回去 不过就是这样 还是让萌琪琪起疑了 我 我还什么呀 你把话说清楚 就在我想拉孙胖子过来打圆场的时候 一直没怎么说话的黄胖子开口说道 他说你是富二代 花钱不知道心疼 其实不就是一顿饭 是不是 这样啊 也不用AA 也不用报公账 这一餐啊 我请了 不够的话 你们继续点 就当今天这顿吃放蹄了 嗨 也不早说 孙胖子听到放蹄两个字 马上来了情绪 扯着嗓子向门外喊道 哎 有人吗 把那个菜谱拿回来 这一嗓子喊完之后 傅小姐从门外走了进来 孙胖子呢 又转头对着张之言说道 哎 小客吧 有没有什么想吃的 不如我说 别跟老黄客气 啊 你菜点的太便宜 他会不高兴的 张之言张嘴对着孙胖子 老半天挤出一个字 吃吃吃吃吃 孙胖子没听清 皱着眉头说道 啊 就是让你吃啊 不过你先说说 想吃什么呀 张之言继续张着嘴 就是说不出声 最后一跺脚说道 吃吃吃 鱼吃 天酒吃 他每说一个字 就使劲跺一下脚 这几个字说完之后 右脚跺得直发麻 嘿嘿嘿 会吃 孙胖子笑嘻嘻 冲着张之言挤了鸡眼 然后又对着蒙琪琪说道 大小姐 该你了 快点 人家福小姐等着呢 说话的时候 已经把菜单递了过去 嘴里都还一个劲儿说道 那个 少姨今天没来 你们口味差不多 你替他呀 点几道菜 回去的时候呢 我带给他 被这几个人一番插科打混 把这件事对付了过去 反而让蒙大小姐 有些挂念少姨姨 接下来吃了没多久 他就带着打包的吃食 去找少姨姨 张之言怕他对首都的路途不熟 自觉地坐了司机 载着蒙大小姐 去了他好姐妹 少姨姨的家 他们两个走了以后 剩下我跟孙胖子 加上黄然 反而吃喝的更加没有居住 一直喝到十一点多 我们三个喝的呀 都有些发怒 黄然第一个支撑不住 他这胖大的身子 整个趴在酒桌之上 瞬间就打起了呼 不行了吧 喝洋酒我喝不过 喝白酒 我让你撒 孙胖子看着正在酣睡的黄然 哈哈的一阵大笑 等他笑完之后呢 我倒了两杯茶水 递给孙胖子一杯之后 自己也喝了一杯 茶水下毒之后 酒醉的感觉好了一点 东拉西扯说了几句闲话之后 最后竟然把这话题说到当初我昏迷那两年的事情上 我这先说的 哎 大声啊 当初我这一睡就是两年 两年之后呢 我刚醒民调局就散了 这两年局里头 什么个情况 孙胖子眼神有些发拧的看着我 忽然咧嘴一笑 嘿嘿嘿 哎呀 这你问我就问对了 不是我说 哎呀 那当年局里头呢 还真是出过几件大事 当时高老大 一门心思都在林峰身上 这几件事情呢 还都是我一手经办的 可能是现在没有民调局副局长的压力 再加上喝了点酒的缘故 孙胖子极为少见的就打开了话下子 把我这昏迷两年之间民调局里发生的事情就讲了一遍 当初我从门板山上摔下来之后一直昏迷不醒 先是在当地的医院做了简单的处理 然后连夜之间被民调局的专机送回到了首都 被安置在一家以治疗外伤出名的医院里 开始几天呢 医院里头一天给我下几十次病危通知书 后来孙胖子激验了 他亲自守在医院里 天天吃住在我的病房之中 接到的病危通知书 直接撕碎了扔在我主治大夫的脸上 每次都只有一句 总算了 没有这人 对着这个极有背景的医闹分子 我的这几位主治大夫那是相当的头疼 不过随之后来我的伤势相对稳定起来之后 这孙胖子跟几位医生的关系也缓解了不少 他也从我的病房里头搬出去了 只是每天都过来 跟我说上两句 就在我昏迷之后半年里的一天 孙胖子呢从公安部开会回来 稍带脚啊 来医院里头看看我 那一天呢 他穿了一身二级警间的警服从我的病房里头走出来 走到电梯口的时候 正看见对面厕所里头有一个五十来岁黑瘦男子提着裤子打里头走出来 孙胖子跟这名男子对视了 俩人都是一类 随后就露出一脸尴尬的表情 从厕所里面出来的男人叫张子华 别看他现在 八年之前也是称霸一方的黑社会大哥 虽然是道上混的 但是为人并不太坏 孙胖子警校出来卧底跟的第一个老大就是他 当时张子华也是被猪油蒙了眼 就觉得这孙胖子顺眼 经常酒后把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说给孙胖子听 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换来了十年的有期徒刑 几次减刑之后 张子华在监狱之中呆了八年 这是他刚刚刑满释放三个多月 但是想不到出来之后 已经是物是人非 原本的小弟不是走了正儿 就是还在监狱里面捕他的后尘 有几个混得不错的也已经是尚未做了的 见到张子华再没有往日的亲日 张子华一是受不了这窝囊计 二也不想走以前的老路 最后索性来到了首都 打算老老实实的找个工作 踏踏实实的过完下半辈子就得 不过现实往往是残酷的 张子华到了首都之后 一直没找着室友 日子一长 他这点钱也基本上就花完了 就在他马上走投无路之时 看到报纸上有卖肾换电话的信员 当时的张子华已经是山穷水晶 当下怎么一咬牙 反正谁都长着俩腰子 这卖了一个呀还能凑合着 卖的十几万做个小生意 下半辈子也就够了 不过卖肾这事儿 张子华也没做过 实在是找不到门路 最后就插在路边去贴卖肾的小广告的时候 忽然想起来 自己以前头疼脑热之时 上院看病 经常在医院的厕所里头 看到这种卖肾的小广告 今天他是第一次来院 刚刚从厕所里头出来 就见到一身警服的孙胖子 本来张子华一直以 孙胖子在他出事之后就跑路了 现在见面之后他再突然 孙胖子就是警方安排的自己身边的那个 无间道 两人对视了一阵之后 还没等二人说话 就听见厕所里头清洁大婶的叫骂什么 哟 这哪个臭表脸的呀 啊 又把这卖肾广告写墙上了 啊 你这妖子呀 就等着烂在肚子里得了 大婶还念了一下墙上写的电话号 听到这个号码呀 孙胖子有些尴尬的笑了一下 冲着张子华说道 这号码还没换呢 这医院厕所的门口实在不是说话的地方 最后孙胖子把这位昔日的大哥带到医院附近的一处餐馆 找了一个包家之后呢 在这里头边吃边烙起来 几杯啤酒下了洞 张子华对孙胖子也不隐瞒 把这么多年的不如意都说了一遍 孙胖子知道之后也开始感慨见 最后把钱包掏出来 把里头所有的现金都拿出来交给了张子华 今儿啊没带多少钱 这点呢你先花着 随后又把自己在公安部挂衔的名片给了张子华一张 名片上啊有我的电话号码 以后有什么事直接就找我 这些日子呢我也找找有没有合适你的工作 再给你找个住处 就算不能大富大贵 起码说也得衣食不愁吧 想想自己出狱之后的落魄 也就是这个昔日出卖自己的胖子还能说句知冷知热的话 当下这位昔日的大哥唏嘘不已 孙胖子本来还想再安慰几句 但是这时候局里的电话是一个接着一个来催 当下没有办法 孙胖子刷卡结了账 先行一步 就离开了餐馆 第二天一早 孙胖子回到民调局 没有多一会儿 准备点个某 就去医院看我的事 忽然接到了高链的电话 让他去一下市局的刑警大队 好像有一起什么案子需要他去提供线索 当时孙胖子着急去医院也没有来得及细问 因为平时这样的事太多 也没当成什么大事 就当是去医院之前呢 稍待办件公事 不过等他到了刑警大队之后 才明白事情并非他想的这么简单 接待他的是一位姓张的刑警大队长 因为知道孙胖子的底细 这位张大队对他很是客气 几句开场白之后 张大队很快就说到了正题 孙局长啊 这张子华您认识吗 忽然间提到张子华 孙胖子心里头咯噔了一下 右眼皮没有规律的跳了两下 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心里头可就嘀咕起来 难不成这哥们又犯事了 还惊动了刑警大队 看来这事不算小啊 孙胖子顿了一下之后说道 以前倒是有点矫情 昨天呢还见了一面 不是我说啊 他不是惹什么事了吧 如果事情不大的话 看我这面子呀 能少拘两天就少拘两天 需要什么赔偿呢 你跟我说我来想办法 张大队苦笑着摇了摇头说道 哎 他这以后啊都惹不了事了 孙胖子愣了一下 眨巴眨巴眼睛说道 惹不了事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张大队掏出来香烟 递给了孙胖子一个 自己呢也点上抽了一口 随后就说道 今天早上啊六点多 在一间出租屋里头 发现了一具尸体 经过初步判人 死者就是出租屋的住客张子华 因为他的随身物品里面有您的名片 赵丽呢 我们需要把您请来了解一下 您和他的关系 以及今天凌晨两点到四点这段时间 您在什么地方 有没有可以证明的时间证 张子华死了 孙胖子彻底就愣住 昨天刚刚见了一面 这好好的大活人怎么说死就死了呢 张大队见孙副局长 对他的话没有反应 重复了一遍之后 这才把孙胖子的魂拉了回来 孙胖子缓过来之后说道 早晨两点到四点 我在局里的宿舍睡觉 时间证人没有 不过最近宿舍楼道里都安置了摄像头 如果要是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去查 说到这儿孙胖子顿了一下 眨巴眨巴眨巴眼睛看着张大队说道 张队啊 不是我说啊 您能把我找来 就说明张子华不是自杀 也不是暴病而亡 别的我都不问啊 就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张大队看着孙胖子干笑了一声说道 嘿嘿 孙局啊 按说咱们两家干的事都差不多 有些规矩呢 您也都知道 您现在还在案子里都没出来 照规矩这样的事 我是真没法跟你说 规矩 好 我就喜欢照规矩了 听到张子华的死讯之后 孙胖子还是一脸的凝重 但是听到张大队提到按规矩来 孙胖子马上恢复 他平时招牌的笑容 熄灭抽了一半的香烟 换上自己的香烟 点了抽了一口 随后对着张大队呲牙一笑 嘿嘿嘿嘿 每年您签字 送到民调局的特办案件 平均有二十五起 从现在开始啊 我们民调局也开始按照规矩来 这个 所有的案件呢 先送到调查武士 汇总排气 等我们手头的活做完了呢 再蒙你们的特办案件 欢迎收听 由懒人听书出品的 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 耳东水兽 波音 小传说书 第四集 线索归还 这听了孙胖子的话 张大队就直作牙花 当时心跳都快了 咬着牙对着孙胖子说道 孙胖子 咱不能这样 这可手动 出了事 您也负不了责任 孙胖子哈哈一笑 嘿嘿嘿嘿 张大队 您猜的 你说这真要是出事了 倒霉的是你这刑警大队长呢 还是我这民调局的复决 张大队眼睛盯着孙胖子办上 最后终于是妥协了 缓了一下之后 掏出手机 随便按了几个号码之后 就挡了出去 哎哎哎老王啊 这早上26号地下室这案子啊 对对对 就是那件分尸的 现场还没撤吧 啊啊 这样啊 再保留几个小时 还有那个法医处有结果了吗 我也知道要24小时之后才出报告 不能让他们快一点吗 张大队一通乱七八糟的电话打门 再回头啊 椅子上的孙胖子 已经是不见了踪影了 张大队冲着孙胖子坐过这椅子 催了一口 自言自语地提鼓道 呸 嘿嘿 而且啊 我连失踪人口 都往你们民调举报 张子华出事的地点位于市郊 孙胖子开了一小时的车 这才来到了现场 他到的时候警戒线还没撤呢 一些老头老太太正围在警戒线外开始议论 就听见一个老太太说呀 我要说吧 早上听见那有人喊救命 那听得滋滋的 后来叫几声呢 就没中间了 开始还以为是小流氓打架 把人打扶酒搬了 想不到早上一开门 哎呀那雪腥的味直扑鼻着呀 我们家可是住的四楼 下去的时候警察刚到 我趁着乱下去看了一眼 我的个妈呀 这地下室的楼道里头都是血呀 孙胖子听了几耳朵 就拉开警戒线走到走廊里 好在早上听说要去公安局 孙胖子先换了一身警服 想不到这时候还真就用上了 守在外围的小警察看见孙胖子进来 本来想过去来一下 但是看到孙胖子这警匣之后 吐了吐舌头又退回来 孙胖子一直走到地下室的时候 遇到的警察不少 但是没有一个敢出来瞒住他的 刚才那老太太倒是没有瞎说 孙胖子刚进楼道之时 就闻到一股刺鼻的血腥了 他捂着鼻子走进地下室案发现场的时候 终于有个警察拦住了 孙局长是吧 我这等您老半天了 说话这位呢是一个三十多不到四十的便衣 孙胖子看了他一眼 心里都同时转了一句 对这人好像没什么印象 不如我说啊 你认识我 这便衣又笑了一下说道 刚才我们张大队给我打电话来着 说你一会就到 让我这接待你 早上我是第一批进入案发现场的 对这案子呢了解的比较多 有什么话呀 您就跟我说 便衣说话的时候 孙胖子就往屋里头瞅了一眼 就见满地的鲜血流的到处都是 孙胖子有些疑惑的说道 不如我说 流了这么多血 这是死了几个呀 便衣叹了口气说道 嗨 就是一个张子华 不过凶手这手段太残忍了 这一耗啊 我做了十七年 我就没遇见过这么凶残的犯罪分子 您是不知道 看了现场之后 我都已经吐了三回了 我这辈子都不敢再碰下水和豆腐那儿了 说到最后的时候 便衣想起现场的场景 马上捂住嘴巴 差一点吐出来 有这么恶心吗 孙胖子看了便衣随后推门走进了案发现场 张子华生前也真是落魄了 他住的这间地下室其实就是一间仓库 在这里头住着 顺便还看一下里头的货物 不过现在仓库里头都是鲜血 要不是之前有便衣的说法 任凭谁也想不到一个正常人会有这么大的血量 照完照片 勘察完现场之后警察都守在外面 这里面反而是看不见一个货人 绕过摆放极高的货物 孙胖子就看见里面的一张单人床 这张子华是分成三部分就躺在了 现在孙胖子终于明白 为什么警察不在案发现场守着呢 就见眼前这单人床上整整齐齐的摆放着一堆内脏 从头到脚按照正常人的比例摆放在床上 单人床旁边的地上一侧工工整整的铺着一张人皮 人皮里多少有些东西 看着应该是肌肉之类的人体组织 这张人皮的正面朝上正是昨天刚见过的张子华 另外一侧是一整幅人体的骨骼 这骨骼收拾的是相当逆 惨白的骨头上面连一根肉丝都看不见 这三部分加在一起正是昨天跟他一起喝酒的张子华 孙胖子就觉得嗓子眼这么一紧 早饭正迫不及待的从他胃里的反攻出来 本来孙胖子也算是见过世面 但是这样中口味的现场他也没见过 当场捂着嘴巴向门外跑去 出了房间大门之后孙胖子再也控制不住 扶着门框就开始哇哇大吐去 紧跟着进来的便衣看着孙胖子吐了一阵之后说道 哟 孙去 您这算是够能坚持的 早上我们一共进来十二个 当场吐了十一个 剩下那个犯了心脏病直接送医院抢救 我这也算是当了小二十年的老警察 就这么凶残的罪犯还是第一次见 孙去你没事吧 外都有水 我去给您拿几瓶过来 知道你为什么当了小二十年还是个小警察吗 嘴太碎 孙胖子心里他骂了一句本来已经吐得差不多了 但是被这便衣这么一提醒又想起刚才见到的场景 说不得又得扶着门框哇哇吐了起来 又吐了一阵之后呢 孙胖子这才扶着门框站起来 他眼睛的余光都不敢向门里头看 这时候刚才的便衣呢出去拿了一瓶矿泉水回来 看着孙菊喝了一口之后说道 孙菊 县长你也看了 要是没什么事 我们这边啊也该带着尸害以及相关证据 我们就撤了 几口水灌下去之后呢 孙胖子看了小便衣 你们撤吧 但是把这相关资料给我留下来 张子华跟所有的证据都要留下来 不是我说 任何关于这个案件的记录都不可以带走 便衣听完之后就愣了 男男的说道 那这不带走 那怎么办呢 那就别办了呀 孙胖子看了一眼便衣 本来还想笑一下 但是张嘴啊就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喷出来 只能抿着嘴说道 还不明白啊 这已经不是你们警察的工作范围了 啊 跟你们张大队说一声 现在起 这件案子 民调局接受 说完之后 孙胖子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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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了张大队的电话之后 孙胖子又拨通了一个电话 哎呦 啊 欧阳主任呢 出来活动活动呗 当欧阳偏左带着武士的调查员过来之后 现场只剩下孙胖子跟几个负责维持现场秩序的小警察 跟着孙胖子进入到地下室之后 这欧阳偏左的小眼睛就密封起来 有此则 很弄得傻气嘛 看不出你这挂怂还能看出来这个 哎 不许的领导 没大没小的 再次进入到这间仓库之后 孙胖子的反应比刚才要好得多 起码也能忍住不吐 孙胖子笑嘻嘻的看着欧阳偏左说道 死者呀 是我一朋友 昨天还见了他一面 想不到一天就阴阳两阁了 不如我说啊 欧阳主任 您看归看啊 哎 您能不能 别用手扒了他脑子呀 骑马也得带着手 等孙胖子跑出门口 吐完之后再回到这儿的时候 正看见欧阳偏左 正带着手下的调查员 用朱砂笔在地上画符呢 这个孙胖子虽然叫不出来名字 但是也知道是用来招魂的阵法 回头看了看上面的太阳光 孙胖子说道 欧阳主任 欧阳主任 不是我说 这招魂是不是也得等到晚上太阳落山的呀 飞花嘛 这个还有你提醒啊 欧阳偏左最后一笔画完之后继续说道 这是地下司嘛 你朋友还在这里 等一号 有什么话呀 你自己问他 说完之后 他又掏出了一把铜钱 把这些铜钱摆出了一个圆圈 将他画好这阵法圈在了里面 趁这时候 孙胖子凑到一个武士调查员的身边 低声问道 哎 你们主任这是怎么了 大白天就敢招魂 欧阳主任这小马仔看了孙胖子也说道 孙君 这是地下室 本来就是毕三光 这要是魂魄还在这就能把他找出来 他死了还不到二十四小时 死时的记忆还有 一会儿您亲自问他 就知道他死亡的真相了 说完之后呢 这调查员走到了门口 将房间的灯关了 顿时仓库里面是漆黑的一片 这边欧阳偏左的圆圈也摆好了 就见他忽然后退了一步 最终是念念有词 随后手上突然凭空出现了一张符纸 欧阳偏左将符纸甩到阵法的中心 随后就见火光一杀 这张符纸自己就烧了起来 就在符纸画成灰蒂的一刹那 一个雾茫茫的人影出现在阵法中央 看这身形倒是像昨天从医院厕所出来的张符纸画 见到这人影出现之后 欧阳偏左回头看了看孙胖子说道 九十大了 有什么话呀 你们哥俩聊 人影看不到相貌 孙胖子有点答不准 他对着欧阳偏左就说 欧阳主任 这就是我的朋友 不是我说啊 看不清楚相貌 有没有高清版的 欧阳偏左蹲到了墙角 他带来的调查员递给他一根香烟 他们几个正蹲在那吞云土 听了孙胖子这话之后 欧阳偏左回了几句 是不是你朋友 饿死不知道了 但这寡怂就是这一滩肉和下货的主人是没错了 有了欧阳偏左这话 孙胖子多少有了些底气 他冲着人影就说道 哎 张老大 哎 是张老大吗 我是孙大胜啊 还记着我吗 我们昨天刚见过面 谁把你害成这样 你告诉我 这仇啊 我替你报 无论孙胖子怎么说话 这人影就是没有任何反应 别说是孙胖子 就连后面的欧阳偏左也觉得不对劲 他带着手下的调查员再次来到孙胖子身边 取出了一根短箱 点燃之后呢 这短箱的烟雾一条线似的向着人影就飘过去 眼见着要接触到人影的时候 这股烟雾竟然绕开人影 从人影的身边啊直接飘过去 看到这幅景象之后 欧阳偏左皱了臭眉头 牛脸看了看孙胖子说道 算你不走运来 你这朋友啊 三魂七魄错位 但现在真变成瓜松来 八成是死的时候 瞎出的毛病 瞎傻了 孙胖子看着雾蒙蒙的人影继续对着欧阳偏左说道 那这能治好吗 不用多啊 只要他能告诉我 是怎么变成这样的就成了 你是说让俺之鬼 让那弄死他莫有问题 欧阳偏左撇了撇嘴说道 就算是精神兵咧都不好治 别说是知鬼咧 你还是让他早点偷胎 要是偷得万雷 他下辈子啊 一省下来就是精神病 孙胖子这眼睛盯着痴痴呆呆的人影 嘴里头喃喃自语道 能把鬼都吓傻了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别说孙胖子这二把刀 就连欧阳偏左这样的专家都说不清楚 总之能把鬼吓傻的法子不少 但都不是孙胖子这种二把刀得罪的气 就在孙胖子纠结怎么给张子华报仇的时候 他跟欧阳偏左的手机同时响起 孙胖子这电话是高老大打的 欧阳主任电话的那一头是高局的大秘书王录 两个电话说的都是一件事 回来小会议室集合要出大事了 留下五市的调查员善后 孙胖子亲自开车带着欧阳偏左回到了民调局 等他们两个赶到小会议室的时候 民调局里头有头有脸的 除了无人敌之外都到了 就连二世的西门链老墨跟熊蛮人仨人 都坐在远一点的地旁听 见着孙胖子欧阳偏左进来 高局看了看孙胖子 又看了看他身边的座位 示意孙胖子坐到他身边 等到这两个人坐好了之后呢 高链这才开始说道 刚才几乎同时收到几个城市 关于分尸案件的报告 欧阳主任不在 我替他看了一下 几起案件发生的时间都非常的接近 行胸的手法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把人放血 杀掉之后 再把皮内脏组织跟骨骼分离 摆放在相邻的三个位置 因为这几个人死的时候 都有目击者在附近 看到了诡异的事情 所以这个案件呢 就交由我们民调局来处理 说到这 在这高局顿了一下 喝了口茶水 润了润嗓子之后 再次说道 现在传来的只是口头消息 其余相关的文字资料稍后也能传过来 现在几个省市的人呢 人心惶惶 我们呢 先商榷一个初步的解决方案 等到正式资料传过来 有了结论之后 就马上出发 你们先说说看吧 这样的案件都有什么样的可能啊 高局给的资料太少 能够想象的空间倒是很大 例如邪教的仪式 一些妖灵藏匿在人世间的手段等等 可也就是因为答案太多 怕不是正确答案 这才没人主动发言 可正啊 先说说你的看法吧 高亮主动把孙胖子拉了去 反正这胖子就是二把刀 说错了也不丢人 不过这时候的孙举正在跟欧阳偏左对视 第一遍并没听见高亮的话 等到第二次高亮说话之时 他这才明白观 欢迎收听 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区一文录后传 作者 耳东水兽 波音 小川说书 第五集 三集分封尸案来着 高亮看了看他说道 这知道的呀是三集 可能最近还会有类似的案件报上 以后不敢说呀 孙胖子说道 孙胖子说道 不过现在啊最少是四集了 高亮看着孙胖子的眼睛马上就眯起来 哦 好像你知道一些我都不知道的事情 不打算说说吗 孙胖子很自然的从高亮的桌前拿过他的香烟 自己这点上了一个 边抽边将张子华的事说了一遍 开始高亮还是面无表情的听着 但是等到孙胖子说到后面的时候 他的眉头也微微的皱了下 孙胖子说完之后 高亮调侃着说道 哎 我都开始有点后悔啊 把你跟沈浪召进民调局了 众人听他这话都是一愣 高胖子蹲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 好像你们不管去哪啊 多少都能给我带回来点事 本来以为沈浪休息两天 我们也能跟着消停两天 现在看来 只有找个地儿先把你关起来啊 托你的福 我们才能跟着休息几天 这话一出会市的众人是哄堂大笑 虽然说起来这个都不算上是笑话 但是半年前门板山那次事件 民调局主任以下的中间骨干几乎死了一个干净 这还是那之后高亮第一次开起了玩笑 就连秋不老几个面冷的人之外都跟着呵呵的笑了几声 高亮等着笑声停了之后 这才看着孙胖子说道 既然这事是你惹的啊 那你就来负责吧 说到这高局长蹲了一下 也点了一根烟 抽了一口之后说道 这个事啊 你全权负责 你现在兼着六市的副主任 有需要的话呢 可以找杨军和杨潇写作 这样的事情应该用不着你们五主任亲自出马吧 其实呢 随便在二市给我派几个人应该就可以处理了 孙胖子不动声色的看了看二杨的眼 最近这两个家伙死要紧 杨潇倒害怕 不过杨军在海上漂流了几百年 这刚刚上岸没几天 也不知道是跟谁学的 动不动呢 就把八个小时工作制搬出来 跟孙胖子讲什么劳动法 拜托 你有身份证吗 你受法律保护吗 其实孙胖子也知道 他俩跟萧和尚在外头干私活 不过孙副局长正在寻思着怎么过去参与 这时候还是别惹他俩 这事件看着血粗拉的 但是以前也不是没有过类似的案例 最后也只是几个调查员就出马解决了 这么看来这一次的事件也难不到哪去 都说你全权负责 有什么事呢 你跟邱布老自己商量 高亮说完之后 对着自己的秘书说道 有关这次事件的相关资料到了之后 直接给孙副局长就可以了 对着王禄说完之后 高亮把自己桌前的资料收了起来 好了 没有别的事 散会吧 孙胖子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之后不久 王禄就把几件事件的资料都送了过来 看了一遍之后呢 孙胖子就找到几起案件的共同性 这几起分尸案件的犯罪手法跟张子华那起是大同小异 地点分别是在首都和首都周边的几座城市 但是所有的被害人都是最近一段时间刚刚从同一所监狱里到走出来的刑满释放人 他们的释放日期相差不到半个月 孙胖子看到监狱的名称之后 自言自语地说道 小北监狱 怎么这么耳熟呢呀 孙胖子懒得去找资料 当下给欧阳偏左打了一个电话 这一问之下 吓了一跳 原来这所监狱还是三十多年前民调局的前身 特别案件处理办公室协助建造 当时的悬址设计一直到建造都是特别办公一手包办 只是监狱刚刚建好的时候 特别办就撤出来 由当地的司法局接手 由于当时欧阳偏左没有参与这项工程 关于这座监狱的事呢 他也说不清楚 更觉得是啊 民调局里头有关这座监狱的所有资料都在当年恍然大闹民调局那次事件之中被他带到宗教委员会了 现在民调局的老儿里面参与当年小北监狱建造的就只剩下高亮跟好文明 跟欧阳偏左聊完之后 孙胖子眼睛看着手里的资料 喃喃自语道 有点意思啊 孙胖子通过别的渠道想了解小北监狱的情况 费尽了力气 也只是打听出这座监狱是一座中小型的监狱 用来关押一些罪行相对比较轻的罪犯 一般的关押周期不会超过十年 孙胖子甚至通过关系找了几个小北监狱的刑狼释放人 跟他们聊了几句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的情况 看来想要知道这几起分尸案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得从小北监狱的内部开始查起 好文明已经是彻底的消失了 现在想知道这座监狱的内情就只能去问高胖子 孙胖子一通电话打过去 电话是通的 但就是没人见 说不得这孙副局长啊 也就只能是亲自走一趟 走到高亮办公室的时候 正遇到王露从里头出来 孙胖子嬉皮笑脸的说道 呦 陆姐 高老大在里面呢 不如我说啊 刚才打电话没人接 还以为他出去了 孙胖子再怎么说也是民调局的二把手 王露怎么也得给个面子 他微微一笑说道 啊 高局一直都在里面 不过他说了 让你不要烦他 有什么事情自己看着办 孙局 我说的是高局的原话 他让我原话转达 您可别乱想啊 以后再拿我们小秘书撒气 高亮的反应 孙胖子倒是一点不意外 他再次冲着王露笑脸下说道 嘿嘿嘿 那么高老大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事 嘱托过他呀 他说你只要不往局里头找活 他就谢谢你了 哎 这也是原话啊 虽然没打听出监狱的底细 但是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这座监狱 看来想要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得派个人进去打听一下 孙胖子把民调局里的调查员都筛选了一遍 这些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吵的 这是一个塞着一个眉清目秀 这一看也不像是坐监犯科的人 最后也就是二世的熊万一 西门链跟老莫他们三个还靠谱 熊万一是一脸的凶相 打架斗最适合的 老莫是法医出身 虽然看着文质彬彬 但是多少透着一点阴寒气 这经济犯罪吧 说这个能有人信 至于西门大官人 你说都父姓西门了 不犯点花案能对得起他老祖子吗 看着给这哥仨安排的罪名 孙胖子差点笑出声来 不过这个毕竟是他自己想的 二世那边放不放人 还要看邱不老的意思 想不到跟邱主任说了之后 他倒是没意见 就是一句话 那要他们三个愿意 我这边没意见 邱主任难得这么好说 但是跟这哥仨商量的时候 西门链 他们三个却给孙胖子出了一道难题 看来邱不老是事先跟他们三个通了劲 等到孙胖子介绍完事情之后 这哥仨倒也不说不去 但是有一个前提 他们进监狱卧底呢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孙胖子必须跟着去 否则的话免谈 孙胖子虽说是卧底出身 但也正是因为以前卧底的时候 跟着老大混得多了 对这监狱拘留所这种地方 有一种说不出的抵触情绪 看着西门链哥仨的态度坚决 最后孙胖子也实在是没办法 只能是咬牙重新出山 于是孙副局长就开始筹备进驻小北监狱的事宜 刚刚开始运作就发现自己真是交友变天下 司法局负责监狱事宜的处长 是他以前在基督处的旧箱时 这哥们当初是基督处的一位副处长 算起来当时还是孙胖子的上司 这人除了小心眼一点也没什么别的毛病 当初他们两人的关系还算是可以 但是这一次见面之后 刘处长见着孙胖子肩膀上这二级警监的徽章之后 眼神多少有些酸溜溜的 可惜孙副局长当时也没多想 本来孙胖子还耍了一个滑头 他把西门链三个安排进监狱 是以犯人的身份卧底 但是他自己的身份则是监狱的御警教官 可惜最后跟司法局监狱三方签订协议之时 熊曼一眼间看见了孙胖子那份协议上 写的身份是御警 老熊当场就窜了 要先捉的走人 最后好不容易被西门链跟老墨安抚住 逼着孙胖子牵了 跟他们三个一模一样的血 孙胖子这才打掉了牙齿往嘴里咽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这才是噩梦的开始 孙胖子跟西门链他们三个 第一天进到小北监狱的时候 检查完身体之后呢 御警将他们一起送到监号之中 这间监号里头已经住下了十来个犯人 按照惯例 新人要自报家门 把自己所犯的罪名报一遍 不过这次的流程啊 有些奇怪 是御警呢 替他们报出了罪名 熊万一 打架斗殴使人致残 有期徒刑五年 西门链 防卫过当 使人致死 有期徒刑 两年 沐超 打架斗殴使人致死 有期徒刑 十五年 说到孙胖子的事 御警有些鄙视的看了他一眼 当时孙副局长还纳闷呢 我跟他们是一样的呀 都是打架斗啊 你等我干嘛呀 但是御警下面的话 差点让孙胖子哭出 那个孙德胜 猥亵未遂 有期徒刑六个月 什么啊 猥亵 还未遂 那还叫猥亵吗 不对啊 不是说好了吗 我这罪名是打架斗殴 致使多人死亡 最后死刑改判了死缓吗 现在这猥亵未遂叫怎么回事 什么叫猥亵未遂 不就是多看了几眼 听到御警说出罪名之后 孙胖子心中转了一圈 就猜着了 八成倒霉就倒霉在这司法局流畜长手里 这是看见孙胖子生得太快眼红了呀 给他按照这个罪名就当是开玩笑 就算是以后事情结束之后 再遇到这王八蛋 他也会说 嗨 猥胁猥随 哪有这罪名啊 就是跟你开玩笑的 回正经啊 至于为了罪名挨了多少打 那是监狱方面管理不到位 管他这司法局处长什么事儿 哎呀 这仇要是不报了 我孙得胜以后我倒着走 孙胖子在心里头狠狠地骂了几句 抬头向着监号里头这十来个犯人看了眼 就见这些人的目光不善 几乎所有人都对他露出一种厌恶的表情 狱警把孙胖子几个人安置好了之后 就离开了监号 见着狱警的身影彻底消失之后 警号里头所有的犯人都溜溜答答地走过来 为首这黑大个儿挨个瞅了西门链老莫雄万亿 最后这目光呢就定格在孙胖子脸上 看着这四个人没什么反应 这黑胖子反倒有些犹豫 他这目光一转 向着熊万亿他们几个一扬下 怎么着啊 你们跟胖子一起的呀 熊万亿他们三个几乎同时摇了摇头 熊万亿代表西门链和老莫说的 喂不认识 我们是打架进来的 这哥们那是玩眼神玩进来的 我们可不自一路的啊 咱们回事啊 不是一路是吧 那就好办了 这黑胖子回过眼神 冲着孙胖子凝笑了一声说道 我说这玩眼神的呀 知道规矩吗 不就是挨打啊 就像是谁没挨过打似的 孙胖子不阴不扬的打了个哈 忽然之间话锋一转 摸着脑子说道 冲着啊 按规矩打人不打脸 最近一直记性就不好 你再给我打坏了 不如我说啊 哎呀 这外头几笔账没报呢 哎呀 什么玩意儿啊 什么什么大官人啊 什么老莫啊 这个啊 加一起这数目不小啊 啊 这你要是给我打坏了呀 我想不起来 你说我赖账怎么办 哟 还谁管账呢 我管你报不报账 说着这黑胖子轮起了一拳 对着孙胖子鼻梁子可就打不见了 眼见这一拳要轮上去的时候 身后忽然之间伸出了一把大手 砰的一下 牢牢抓住他的手 正是刚刚表明 跟这玩眼神的胖子不是一路的雄万一 见着自己被制住 黑胖子有点摸不着头脑 瞪着眼睛冲着熊万一说道 不玩你们事啊 别打哼哎 你们哥仨这打呀给免了 今天就冲这胖子来 哎呀 你真打呀 可气啊 动手啊 大坏鸭加星做我的 这黑胖子算是这个肩后的老大 听他这一嗓子 身后的重犯人嗷的一声全都扑过来 这时候老墨跟西门链也冲了上 他们对付鬼怪多了 跟活人动手倒是找见 反倒是刚才站在最前面的孙胖子悄悄的退下 他趴在身边的上铺床 笑眯眯的看着下面打成一锅粥的战局 后来还是玉井听到不对 冲进来之后举着警棍一阵的敲打 这才把这些犯人分开 问明白怎么回事之后呢 玉井没有动老犯人 而是把孙胖子四个人直接给带了出去 孙胖子几个人被关进了一间小黑屋里 本来以为这是监狱中午 那种所谓的担尖 但是过了不久呢 里头的灯泡被点亮了 颤着有点光亮 孙胖子冲着西门链隔萨就去了 几个人正在掰着的时候 一个五十多岁的警察提着一个大号旅行袋就走下来 来人苦笑了一声冲着孙胖子他们说道 哎呀 我说孙菊 你们这第一天进来就打成这样 再过几天 不得组织犯人暴动啊 这人正是这座小北监狱的监狱长 孙胖子他们来这卧底的事也就这位监狱长知道内心 这事我还想问你呢 见到知道他底细的人来了 孙胖子马上就来脾气了 不是这违蝎未遂是怎么回事啊 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这么丢人 你说这说出去我还有脸出去混吗 哎 这个呀我也是刚刚听说的 我来之前呢 已经让人把你的罪名改了 方位过当 治多人死亡 治多人生残 这个可以吧 孙菊呀 就差给你加一句生人物尽 还有这一次啊 闹一下也好 正好就这个引子呢 把你们这监号换 你们几个单独一个假 然后我再让安排把监狱的老犯人 轮流往你们监号里面送 他们有的呀 比我都了解这监狱 有什么话呢 你就直接向他们打听 监狱长看着孙胖子几个人 还是一脸的苦笑 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出品的 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耳东水兽 播音小船说书 第六集白鬼夜行 那个记得出去给我宣传一下啊 孙胖子打了个哈哈 顿了一下之后 看着监狱长手里的旅行袋说道 哎 不如说啊 我们这东西都在里头了吧 东西是您派人送的 就这么一包 我是没打开看过 说话之时监狱长呢 就把这行李袋递给孙胖子 孙胖子也不查看 直接把旅行袋交给后面的西门链 大官人就在监狱长的眼皮子底下 打开了旅行袋 监狱长只瞅了一眼 就觉得这血压 手 一个劲的往上顶 就见这旅行袋最上头 摆着四把小型掌心雷射手枪 每把手枪都派着两支上满子弹的弹箱 加上手枪里原本的 这就是四把手枪六七十发的子弹 这时候监狱长才开始后 早知道就应该打开检查一下 这剩下的呢 就是甩棍还有一些民调局制式的装备 看着孙德胜他们一样一样 把这东西掏出来之后 监狱长都开始怀疑 我说你们这不是来劫狱的吗 等这老几位把东西收拾好了呢 监狱长实在忍不住 看了一眼雄万亿他们几个之后 对着孙德胜说道 孙局啊 这再怎么说也是监狱啊 您带这么多东西它也不方便 您看这样行不行 香烛烧纸什么的您这留着 我再给您留一包火柴 剩下的武器枪械之类的还是存在我这比较好 我给您呢留一个紧急的报警器 您这一案我马上就把东西送了 我呀也豁出去了 从现在起你们这事了结之前 我就吃住在监狱之中 你们不走啊 我就陪着您几倍 这个呀真不行 西门链替着孙德胜说道 如果这监狱之中有问题 就算是按了报警器 在你送东西来之前呢 我们哥几个可能就已经站不起来了 大官人说话之时 孙胖子已经把自己全部的装备都藏在身上 他也不知道是怎么藏的 从外面看 竟然一点痕迹也看不出 紧接着呢 孙胖子忽然想起了一件什么事 他对着监狱长就说 哎 对了 那种可以贴在身上纹身的那种粘纸 能不能给我弄一些 监狱长明白孙胖子的意思 他点了点头说道 我这就给您找家 啊 您都想要什么样的 孙胖子眨巴眨巴眼睛说道 哎 反正看着越是人越好 从这小屋子里出来之后 监狱长亲自带着他们来到一处新的监号 为了他们几个方便 前几天还特意在墙角这加了一个 让孙胖子几个人存放装备 等到监狱长走了 西门链他们三个先用特制的透明水笔 在墙壁和地面上画了十几道符咒 几乎所有符咒的方向都引向门口跟窗台的位置 随后又在四处墙角这均匀地撒上了一些白色的近乎透明的白色粉末 用一支不知道什么毛发制成的刷子 将这些粉末刷的用肉眼几乎看不到的程度 这才算是顽固 这孙胖子也插不上手 他就选了一个中心位置的一张床铺 看着西门链他们做完这一套工序 等他们做完这一套工序之后啊 孙德胜打了一个哈欠说道 其实吧 我们这几天呢 就是在这问问话 是不是 看看被分尸这几位出狱之前 都有过什么不寻常的剧动 以及出狱之前都跟谁有个接触 带着装备 那也是以防万一 基本的那是用不上的 不如我说 这监狱没有问题 要不然的话 也不用等着他们出狱之后的分尸 是不是 直接就在里头堕了呀 尖号里头是又闷又热 刚才这一整套大活干完 西门链这哥仨已经是汗流浃背 听了孙胖子这话之后啊 熊万一马上就刺 他指着孙胖子说道 那你不早说啊 你瞅我跟这一伤汗 这衣服都干透了 孙胖子冲着熊万一一滋牙说道 起 刚才我猥亵未遂的时候 也没见你们哥仨替我说句话呀 要不是你们干私活这卡呀 在我手里头 刚才就得眼睁睁看着挨打 是不是 熊万一这不服 还想接着骂进去 最后被西门链跟老莫一起劝住 大官人跟老莫那都是老油条 几句话下去 熊万一呢也就不大喊大叫 孙胖子这边打了一个哈欠之后 翻身人家这就睡了 就在西门链哥仨也躺下准备还口气的时候 忽然这监狱门口的位置 传过了一声类似金属物体滑过玻璃的声 这声音听着就让人揪心了 听到这声音的同时 西门链三个同时从床上跳了起来 向着暗格的位置跑去 就在他们刚起身的时候 门口的地板上像是有什么东西被烧焦了 整个监号里面都弥漫着一种焦糊的味道 熊万一跑了几步就忽然转身 向着门口的位置抛去 嘴里头还喊呢 来不及了 我挡一下 你们赶快吵架呗 熊万一这话音刚落 就听见一声沉闷的枪声 门口这位置就是一声惨叫 一个被雾气包裹住的人有瞬间现身 然后又马上消失不见 熊万一一回头 看着枪响的位置 哼 孙胖子呀 正举着手枪坐在床上 一脸冷笑着看着刚才出事的位置说道 嘿嘿嘿 三十多年都没闹事 今天忽然闹一下 不啰嗦 消息挺明通的 虽然孙胖子的手枪加了消音装置 但是由于掌心雷枪型的限制 加上监狱这种特殊的环境 枪声还是传得很远 几乎就在人影消失的同时 尖号外头就响起一阵忙乱的脚步声 谁开的枪啊 哪开的枪 话音刚落 尖号铁门已经被打开 十几个玉镜直接就从外头冲进来 尾首这第一个进来之后 举着手枪大声按道 啊 都给我松了抱头 蹲地上 谁要敢乱动 就打死这 孙胖子晃晦悠悠的从床上起身 跟西门链这哥仨一起抱着个脑袋 就蹲在地板上 西门链这哥仨的装备都在暗阁之中 身上并没有多余的东西 但是这孙德胜可就不同 虽说大部分装备也交给西门链放在暗阁之中保存 但是几样近身的家伙孙德胜是随身携带 最起码说孙胖子身上现在就藏着一把手枪跟一柄短剑 孙胖子几个人蹲好之后呢 预警就开始对整个尖号进行大搜查 不过也就是对着床铺去 谁也想不到这监狱的墙上会有一个暗阁 搜查没有结果之后呢 又开始对着孙德胜他们搜身 这时候西门链这哥仨全都有意无意的看了孙胖子一眼 这三位这心呢都快提到嗓子眼了 虽然就算发现手枪大不了就是表明身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这次卧底行动算是彻底的失败 弄个不好还得把民调局抬出来 那这事可就麻烦了 不过孙胖子就跟没事人一样 站起身来双手平举 任由他们在身上搜来搜去 令西门链他们哥仨大跌眼睛的时候 从里到外搜完之后 除了孙德胜身上这件球衣之外 再也找不到任何东西 紧接着呢 西门链这哥仨也被搜了一遍 跟孙德胜是一样的 什么都没有发现 见到没有任何的收获 带逃着预角可有些不甘心 他亲自又搜了一遍孙德胜几日 随后又在监后之中翻找了半天 最后几乎都要放弃的时候 这狱警在门口这发现了一点不寻常的东西 这边怎么回事啊 狱警指着地面一处被火烧过的痕迹说道 这地上怎么会有被火烧过的痕迹 你们几个都干什么了啊 他指这位置就是刚才那个人影所站的位置 那片烧过的痕迹就是人影触动阵法之时留下的 不过现在这场合这话可就不能这么说了 孙胖子瞅了一眼地面说道 包容我 这问我们是不是不合适啊 这一看不就是有什么东西烧着了吗 不如我说 丈夫啊 丈夫啊 您自己看 这街号里头有什么被烧着的东西吗 就算是都烧光了 那也应该有点灰烬不是吧 孙胖子几句话就把狱警给堵了 他瞪了孙胖子半声之后忽然哼了一声 指着孙胖子的头顶说道 你啊别得意 每间街号里头都有监控 一会儿我就把监控调出来 如果刚才那声枪响真跟你们几个有关系 加刑你们是跑不了 两年打底不计上限 这狱警的话还没说完 身边又过来一个狱警 在他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 说完之后啊 这名狱警的脸色当时就变了 孙胖子身边这西门链汇毒唇 他假装脑脑袋用极低的声音说道 就这间街号里头没有安装监控摄像头 哎 你盯什么呢 预警看见之后冲着西门链大吼了一声 孙德胜挡在他前头 呵呵呵一笑 嘿嘿 抱着我 我们也想知道刚才是怎么着了 这刚睡着 外头就有人打枪 就说是要执行死刑吧 不给顿饱饭 你得提前说一声吧 趁人家睡着了再开枪 这也太人性话了吧 看着孙胖子这嬉皮笑脸那样 这狱警的气就不打一出来 他往前一步揪住孙胖子的衣服领子 恶狠狠的说道 就你话多 是不是 今天开始啊 给你住单家 住你半个月 我看你还有话吗 说到这儿呢 他转头冲着自己的同事说道 把这胖子送单家去 他这话刚说完 监号门口这儿就有人说道 不是啊 啊 多大的罪名啊 还得往单家里头送 说着监狱长从外头就走进来了 看了一眼孙胖子几个人之后呢 对着刚才说话这预警说道 刚才那一声啊 是监狱外道有人放炮仗 跟监狱内部无关 啊 我呢 已经查明了 警报也已经解除 你们呢 正常执勤啊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啊 刚才那一声是炮仗 不是 这混账话谁说的呀 这名预警在犯人面前有点下不来台 就想给自己长个台阶 想不到监狱长把眼睛一瞪说道 嗯 我说的 怎么着 很混账吗 这预警脸上一红啊 扫眉大眼的就门外走去 监狱长这看了孙胖子一眼 正要跟着这些预警一起离开的时候 孙胖子忽然向前跨了一步 大声说道 报告大政府 我还有事要汇报 见着孙胖子有话要说 众预警又停住了脚步 孙胖子见到这之后呢 再次说道 报告大政府 人多我说不出来 孙胖子这么一说 监狱长才遣散了众预警 一个人留在监号之中 众预警出来的时候 心里都还纳闷呢 哎 这老大胆子什么时候这么大来啊 敢一个人留在监号里头 也不怕这些犯人造反啊 等众预警走后 监狱长脸上的表情瞬间就变了 这位是苦着个脸呢 对着孙胖子说道 孙觉 刚才这是抢走火了吧 我就说不能放你们这儿 监狱长这话还没说完呢 就被孙胖子打断了 我这辈子摸枪啊 就没走过火 听孙胖子这话 监狱长似乎明白了一点 他这脸色呢 开始由红转白 四下看了几眼之后 对着孙胖子说道 你说啊 这监狱里头 还真有你们要找的那种东西 哎 怎么样 刚才那一枪打中了吗 我 我这怎么 什么都看不见 孙胖子 四笑非笑的看了监狱长一眼说道 具体的事呢 你也别问了 是不是 知道多了 哪都是病 不过有几件事呢 你得帮我办一下 第一个 我要这座监狱最新的平面图纸 记住啊 最新的 哪怕是什么地儿开了个门 上头都得给我标记得清清楚楚 还有 这几天我要再安排人进来 这次狱警里头 要安排上我的人 孙胖子这儿越说了 监狱长的心里头就越没点了 趁着孙副局长换气的时候 他联盟插嘴说道 孙局啊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 您这不说清楚 我心里头没底啊 要不然这样 我马上打报告 先把犯人暂时挪到别的监狱 这小北监狱啊 就留给你了 想怎么折腾 就怎么折腾 随便你 只要我把犯人带回来的时候 事情办妥就行 嘿 你就把行放肚子里 没什么大事 孙胖子拍了拍监狱长的肩膀 接着说道 再有个三五天就搞定了 不是我说 记住了啊 我这俩事儿 图纸我明天早上就在看着 我这人到了之后呢 再告诉你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监狱长战战兢兢的走之后 孙胖子一扭脸 看着西门链的鸽扎手 好了 现在说说吧 刚才挨了我一枪那是什么东西 挨了民调局的子弹都没死 这个不像是普通的魂魄 这要是在平常 熊曼翼啊早就开始讽刺孙胖子 但是这时候熊曼翼也没有这心情 他跟西门链老莫三个人相互对视了一眼之后 还是老莫先开口说道 鬼煞 刚才大圣里开枪打中的就是鬼煞 看着孙胖子还是一脸迷茫的表情 西门链这解释着说道 嗨 这鬼煞啊就是夜走鬼之一 鬼煞呢也叫做开路鬼 以前抓鬼的数十圈里头有句话 夜走千万鬼鬼煞走敌 夜走鬼出现有个特征 在一个地儿出现 那就是连续一百天 每天都会多增加一个 按照顺序今天是鬼煞 那么明天呢会再出现一个骆驼 说夜走鬼你可能不知道 但是这个名字传到日本之后 鬼子们给他起了一个新名名叫白鬼夜行 哎这个您总听过吧 哦 这游戏我倒是玩过 孙胖子眨巴眨巴眼睛看着西门链说 嗨 再厉害也不就是一百来个鬼啊 不是我说 以前羊肖在麒麟那会儿整整一栋楼的鬼都被我给吓跑了 只要子弹跟得上 最多也就是个把小时的事 可西门链呢摇了摇头说道 嗨 鬼跟鬼不一样 上次你见到的是死后没有多久的新鬼 而夜走鬼最小的一个也是百年以上的 他们身上的力气根本就不是新鬼比得了的 不过夜走鬼五十多年都没出现过了 怎么这次会出现在监狱里呢 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耳东水兽 播音小传说书 第七集 夜走鬼往事 嗨 管他什么夜走鬼 白鬼夜行的 在这一亩三分地里边呢 都不叫事 孙胖子眯着眼睛说道 既然局里头有个夜走鬼的记录 那么就一定有解决的办法 实在不行的话 六室那三位大爷呢 也不是吃干饭的 就这样的事 一个阳霄应该就搞定了吧 说话的时候呢 孙胖子已经向着暗阁那边走过去了 将他这手机取出来随便找张床 在床头靠着几个电话打了半个多小时 电话打完之后 孙胖子这脸色也不像刚才那么好 西门链这哥仨看出来不对 凑过来围着孙富局长 这里头最不见卖的就是熊曼义 熊曼义就先说道 啊 孙胖子 这电话咋说的呀 谁过来 是杨潇啊 还无人敌啊 杨军 虽说这哥们跟这事不对路 不过他过来总比不来强 孙胖子看着天花板 嘴里面忽然冒出三个字 小和尚 熊曼义这眼睛再次瞪起来 一连闷了四声 谁 小和尚 小古文 他来干什么呀 论其理论知识 小和尚知道的并不低于高量 但这位老爷爷毕竟也是小其实的人 类似于这样的事件 高局长都不一定干得动 就更别说这老道 小和尚 这次呢 轮到孙胖子苦笑 他嘴里头喃喃的说道 他说他过来帮忙 刚才孙胖子最后一个电话 本来是打给杨潇的 让他过来帮忙 谁曾想 小和尚就在杨潇的身边 好像是在谈私活的事 听到孙胖子要找杨潇支援 他马上就把电话抢过来 跟孙胖子谋随自荐去 那个 啊 是啊 用莫畅扬笑 不就是夜走鬼吗 交给我就行 你们在旁边搭把手就成了 哎哎 没事 别听那小毛孩子瞎说 夜走鬼 我就知道怎么回事 几下子就解决了 啊啊 小北监狱是吧 哎 得嘞 明儿就过去 你刚刚说是装成玉角是吧 哎呀 巧了不是 七年的时候 我就坐过一角 好了 哎 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一大串抢白之后 小和尚就把电话给挂了 留着电话另一头的孙胖子在这发了 哎呀 不如我说啊 让我说句话不行 七十的预警 那那这犯人得多大呀 啊 怎么一点百八十岁大底吧 等他再打给杨潇的时候 这电话直接关机了 不用猜也知道 这是萧和尚干 这老小子大概是怕把杨潇叫走 影响他们的私活 才这么积极的 实在没有办法之下 孙胖子又给杨军打了电话 就像熊曼一说的 虽说杨军这本事跟今天这事不对路 但是他能过来 总比不过来强 电话打过去之后呢 还是显示对方的电话有关机 气得孙胖子是牙根之痒 小老道啊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 后来孙胖的一瞬间也想过劳烦一下吴主人 但是马上理智战胜冲突 明天民调局还有一拨人要过来 加上一个萧和尚对付这个夜走鬼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吧 安慰了几句雄万亿中 孙胖子推说已经安排好了 就等着明天局里来人办事 不过看着熊曼一他们哥仨这表情就知道 这三位还是有点不大脱底 有了之前鬼煞的那一幕 孙胖子几人的计划要重新安排 为了预防鬼煞卷土重来 孙胖子还有西门链这哥仨两边倒 孙胖子跟西门链一组守上半眼 熊曼一跟老莫一组守下半眼 孙胖子和西门链坐在距离门口最近的两张床上 眼睛盯着门口 手枪和甩棍已经准备好 都藏在被单里 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马上动手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过了一个多小时 也不见门口画着符咒的地板上有什么异动 孙胖子觉着无聊 跟西门大官人 你一句我一句就聊起了天 两人说了没几句就把这话题 引到了夜走鬼的身上 如果按照专业知识排名的话 孙德胜绝对能排在倒数第几名 也不知道高亮是怎么就瞎了眼 选他做了民调局的二把手 不过一说到夜走鬼 西门脸就是一种美 看得出来 他是实在拨不开孙副局长的面子 才说到了这个话题 大概是将近五十年前也闹过一次夜走鬼 那次是在东北山沟里的一个小山村 当时连续两天村里面都有老人过去 因为当时条件不好 加上过去的都是接近古兮之年的老人 也没有人多想 就在第二位老人过去的当天晚上 村里的呢 有一个六岁小男孩睡觉的时候忽然惊醒 然后指着窗户外面哇哇大哭 说是外面有一个怪人要吃他爷爷 当时都以为是小孩子做噩梦 谁也没在意 但是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小男孩的爷爷倒在床上 再就没醒过来 跟之前死的老人一样 小男孩的爷爷面不争理 像是死的时候受到了极大的痛苦 联想到昨天晚上小男孩的一场举动 终于发现不对劲 村子里面闹鬼 专持老头老太太的消息 马上就传遍了全村 开始村长呢 还用大喇叭宣传了 说不要传这种封建迷信的谣言 不过第二天早上 村长这老婆劈头散发 就从家里头跑出来 一边跑一边大声喊道 天塌了 赵老三死了 天塌了 当时这村里的人可就都静着 一天一个加上早上的村长 这已经是第四个 谁也不敢说他们这是自然死亡 当天上午 乡上派出所就来人了 来的是派出所的指导员跟两名公干人 简单检查过尸体之后 这位指导员拍着胸脯向村民保证 几位死者年纪都不小 外加上没有外伤 绝对就是年纪到了 加上长期身体不好 才因病劳累而亡的 至于为什么死的时候 嘶牙咧嘴的 那你说死的时候谁都不舒服 还有就是为什么死亡时间这么集中 就是俩字 巧了 为了证明自己说的绝对没错 当天晚上呢 指导员跟两名小公安就住在村上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 又走了一遍 村上的一位孤寡老头死在了自己的床上 还是身上没有任何外伤 也是一脸的争力 这时候这位指导员也找不到话说 联系了一辆汽车之后 把最后死的这位孤寡老人拉到了县公安局 还联系了市局的法医 要看看这人到底是怎么死的 等到一刀剖开死者肚子的时候 法医好玄没一屁股坐地上 就见这位孤寡老人的肚子里心肝脾肺肾一串内脏都不翼而飞 代替内脏的是泥沙和枯草 内脏被掏空 这就难怪为什么每个死者都是一副呲牙咧嘴的表情 法医当时从上到下仔细检查了一遍身体 除了他拿的这一刀之外 再也找不到任何的伤口 当时法医就把门口等消息的县公安局几位领导 一起叫到临时解剖室 指着解剖台上的死事 说明了没有任何外伤的情况下 死者的内脏已经不翼而飞 在场的众人都猛 谁都说不出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最后还是这位乡派主所的指导人说一句 村子里头还有四具尸体的 这个不会 虽然后他的话被他咽了下去 但是在场的人都明白他的意思 这事太邪想了 瞒着不报对谁都没有好处 当时那位副局长就派了活 指导员带路 局里派人陪同法医 马上赶往事发小山村 做好当事人家属的工作 将这几天所有非正常死亡的尸体 全部解剖一遍 看看到底有几个人跟这孤寡老人一样丢了内脏 同时这位副局长把这件诡异的案件报到上一级公安机关 等到指导员带着法医一干人等到了山村之后 也顾不得休息 就在孤寡老人的屋里 将其余的尸体全部解剖 这几次的结果跟孤寡老人那次完全一样 肚子里是满满的泥沙还有枯燥 这下子没什么可说的 就在指导员准备去村部打电话报告的时候 村子里头就进来十几个生面孔的外乡人 为首的是一老二少三个外乡人 忽然出现陌生的面孔 指导员好像突然找到了突破口 哼我就知道这是阶级敌人在搞破坏 就在这指导员准备排查这几个外乡人的时候 这几位倒是先表明了身份 三个人都是一个叫做什么全国寄生虫防止办公室的工作人 年纪大的这一位是科长姓张 两个小一点的一个姓高一个姓肖 三位同志就是为村里这几个诡异的死者来的 趁着天色没有黑下来 张科长请指导员把村子里所有的人 连同法医和公安人员都召集到村部旁边的厂院之中 张科长呢给大家就说明了来 说最近有一种罕见的寄生虫在附近流行了起来 这种寄生虫的虫卵是非常的细小 单凭肉眼几乎是察觉不到 但这种寄生虫的虫卵如果被人误食之后 会集中在人体的内脏器官里面 平时没有任何的感觉 但一旦寄生虫成长为成虫之后 就会在极短时间之内 将人体的内脏器官啃食一空 然后才会随着排泄器官出离人体 法医跟公安人员联想到了那几具没有内脏的尸体 好像这下子是终于找到了说法 这位姓张的同志就是来消灭这场寄生虫害的 他跟大家说话的时候 那两个小的一高一硝正带着其他人 在村子里喷洒消除寄生虫药剂 而这位张同志取出一大桶黑黄色的药水 解释了 这就是能够杀死体内寄生虫的特效药 让村民是赶紧服下 联想到这几天连续不断的死人 众人也就是犹豫了一下 就法医跟这几位公安人员也就一起将这药水喝了下去 为了避免二次感染寄生虫 张同志呢 请大家守在厂院之中 等到明天早上 外面的药剂喷洒完之后才可以离开这 要说这小山村实在是太穷 大家呢 差不多都是一德心 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在这待一晚上呢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就在半夜 还是这个小男孩忽然在他妈妈怀里头 娃娃大哭起来 指着自家的方向哭喊道 呃 吃爷爷的那个鬼又来了 这次来了好多 和叔叔们打起来了 这深更半夜惊悄悄的 小孩这一嗓子把在场所有的大人都惊着了 没睡着的也都爬了起来 就是睡着的也被这哭声给惊醒了 也就没心思接着睡 当时是八月的天气 天上这月亮被薄薄的云彩挡住 月光时隐时现洒在现场之中 显得这场面更加瘆 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这小孩 惹得这小孩子的妈妈也有些惊恐起来 他几次试着想把孩子的嘴捂住 却犹犹豫豫的始终下不了手 只能不停的重复着 哎呀 这孩子做梦了 是孩子做梦了 只有这个姓张的同志 开始还有些错的看着这个哇哇叫的小孩 但片刻之后 这种错的眼神就变得奇怪起来 就像是若干年后买彩票中了头奖的表情 终于还是有人经受不住这种压抑的情绪 冲着小孩的母亲大声喊道 我林虎家的 看好你们家崽子 他爷爷就是他咒死的 现在还在这胡说八道啊 想把全村人都咒死才算完吗 我说我二愣子 你他妈胡说八道什么呀 人家张同志都说了 他爷爷是得了寄生虫才死的 你爷爷才是咒死的呢 你们全家都是你咒死的 小孩这爹可不敢跳起来指着这人就开始骂 当时厂院里马上根据远近薄厚就分成两派指着对方就开始破口大骂去 村长这刚死了 这场面一时半会还真就没人震得住 眼看着吵骂就要升级变成泄斗的时候 另外一尊大神就出场了 幸好这指导员啊晚上没走也跟着睡在厂院之中 眼看着要乱成一锅粥的时候 这指导员抽出来裤腰带指着两面对立的人马 几句话就震住了场面 干什么 干什么 没完是吧 谁在这瞎歪歪啊 我就给他换个地儿住 有家不住想住巴黎子呀 我成去的 当时的年代 别说那样的小山村 就是大城市里的不切关的 那也没有几个 当下众人都搭了这脑袋不做事 而这小孩也小 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正瞪大了眼睛 一脸惊恐的看着对面这帮叔叔大爷孤寡阿姨 无意之中还看见了一双笑眯眯的眼睛正看着他 有了指导员坐镇 再没有人敢起来闹事 不过也没有人睡得着觉了 大家就靠在了一起 要一句没一句的瞎聊着 一直靠到天亮 发现没有人出事 各自悬着的这颗心呢 才算是放了下去 不过那些消灭寄生虫的人还没回来 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形 这虫子杀完没有 也没人敢贸贸然回家去 直到天光大亮 差不多八点多钟的事 这厂院外头这才有了小度 那两个年纪小点的 这才进了厂院之中 这两个人的脸色呢不是很好 那个姓肖的直接走到张同志的面前 尝出了一口气说道 哎呀你这消息错了 昨天晚上不是第五天 是第十三天 这句话除了这位张同志之外 谁也听不懂 这时候这位张同志脸上的表情 已经极为难看见 他是一句话也没说 马上离开了厂院 姓肖这年轻人冷冷的跟在他身后 众人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愣了一下之后 都围到这姓高的小胖子面前询问 要说这小胖子倒是好说话 他就笑眯眯的说道 昨天晚上消灭寄生虫的工作非常顺利 基本上已经将村里的寄生虫消灭干净 只是接近结尾的时候 一号剂用完了 现在张科长带着肖同志去县城购置药剂去 那个麻烦大家再等一下 再有几个小时差不多也就完成了 欢迎收听 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一文路后传 作者 耳东水兽 波音 小传说书 有了高胖子这话 大家也就不敢轻易的出去 只能是继续耗在这 不过还有一个好事 趁着大家注意力 不在这的事 凑到昨天晚上发噩梦这小孩的身边 哄着这小孩呢 就说出昨天晚上究竟是梦到什么事 不过这小孩年纪太小 表达能力不是特别好 再加上毕竟是梦到的东西 现在差不多也已经忘记了一大半 最后憋了半天才说出这么一段话 开始那些叔叔们分了几拨 在村子里面的地上画画 然后就在地下面埋了几样东西 等到天黑的时候 叔叔们都藏了起来 一直到半夜的时候 那个吃了我爷爷的鬼出来了 他走到叔叔画画的地方 就不动了 那些叔叔出来 用口袋把它装起来 没有多一会儿 没有多一会儿又出来一个鬼 他也是走到叔叔们画画的地方 就不动了 也给用口袋装着带走了 嗯 嗯 就就这么着 一共出来五博鬼 最后 都被叔叔用口袋带走了 嗯 然后 这些叔叔们 嗯 就开始把之前画的 嗯 图画擦掉 嗯 就在他们擦了一半的时候 又出来一只鬼 和叔叔遇到一起 嗯 就就就打起来了 嗯 叔叔们人多 也费了好大的劲儿 才把这只鬼抓起来 那个 那个 嗯 瘦一点的叔叔 好像觉得不好 又开始安排人 嗯 把之前擦掉的画 再画了一遍 嗯 这次还没等画好 就又有鬼出来了 嗯 和叔叔们打了半天之后 那个胖叔叔 用小刀把他捅死了 后来那些叔叔也不画画了 嗯 他们跑到村口的车子里 嗯 带回了 小手签 嗯 和大棒子 嗯 再出来鬼就直接打了 开始几拨 还能占上风 等到最后几拨的时候 有好几个叔叔 都被鬼打坏了 他们 他们 嗯 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的 也不知道死没死 嗯 还有 那两个姓高的 嗯 姓肖的叔叔 最后拼了命 才把最后一个鬼打跑了 问话这人 听完小孩的话以后 找到这小孩的妈妈 是 灵虎家的呀 抽空带你家孩子上县里院看看 可惜了呀 这么点的孩子怎么得这病 小孩的妈妈也是莫名其妙 也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 一直过了中午的时候也不见张同志回来 要说从昨天晚上大家伙就没怎么吃过东西 到了这个时候 激火烧的失去了明智 已经开始有人嚷嚷着要出去找点吃的 反正高同志也说了 寄生虫已经消灭的差不多了 就不信我会这么倒霉 开始指导员还能按住 但是众人真是恶机呀 他也就不好用了 眼看着这些村民要冲出场院的时候 这位张同志终于出现了 不过他这次不是自己回来的 身后还跟着三四十个身穿蓝色工作服的人 这些人的身后就是几百个身穿绿色军装的解放军战士 这位张同志出现的时候 面沉似水似的跟大家说道 有一个不好的消息要通知大家 昨晚消灭寄生虫的时候出现了一点偏差 发现有寄生虫出现抗药性的迹象 现在不敢保证昨天晚上的药剂是不是起了作用 上级领导已经下了指示 一定要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现在要马上组织大家疏散 大家什么都不要拿 到了安全地方之后呢 政府会补偿给大家的 说完之后 他身后已经有人安排大家撤离 还有人侥幸想回家取点东西 但是被外围的解放军盯的是死死的 还没等走啊 就被呵斥了回来 等到大家跟着引导来到村口的时候 才发现这已经停了几辆大警方 看来这是早就安排好了 真是不走都不行 就在这些村民被安排上车准备离开这的时候 就看见村子外道停着两辆吉普车里 走下来五个人 为首这个跟张同志是差不多的年纪 手里头提着一个大幕的箱子 一起就向着村子走去 至于这后来出了什么事 谁都不知道 只知道那儿啊 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 成了军事禁区 小二十年之后 这才重新开放 当初这村民再回去的时候 那儿已经连一栋整房子都看不见 已经是一片霸裂 西门链这说完之后 孙胖子扎巴扎巴嘴看着他说道 大国人呐 不是我说 你这鬼故事讲的也不咋地呀 到最后你也没说这夜走鬼是怎么回事 当初是怎么解决的 现在又是怎么出来的 我说你可是一个字也没说呀 西门大官人笑了一下说道 嘿嘿嘿 我倒是想说 问题是我一点知道 就这事 还是后来我去处理其他事情的时候 接触到当时的村民说出来 问了我们这邱主人 他就是说呢 夜走鬼没有错 其他的邱主人也说不出来 说到这儿 西门链顿了一下 似笑非笑的看着孙胖子说道 哎 经过这件事 还活到现在的本来还有三个 可惜这一年又走了俩 就剩下高局长自己 你说我能去问他去吗 这一年又走了俩 啊 孙胖子眼珠转了一下说道 姓高的是高局长 姓肖的是肖三达 他差不多也死了一年了 还有一个是谁啊 那个姓张呢 说到这儿 孙胖子眼神一变 怪异的笑了一下之后 继续说道 哎 不对啊 还有一个是那个小孩子 他爸爸姓林 他是林峰 提到林峰 孙胖子不说话 密封着眼睛直勾勾瞅着 建好门口的位置 过来没多久 熊万一跟老莫醒过来换班 孙胖子跟西门链 这才分别找了一张床 抓紧时间 咪了一脚 第二天睡醒洗漱完毕之后 四个人在预警的带领之下 来到饭堂这 按照小北监狱的规矩 吃饭是按照监号顺序排着来 前面一拨监号的犯人吃完之后 孙胖子他们四个人 一人拿了一个不锈钢饭碗 在打饭的地方走一圈 负责盛饭的是一个颤臣巍巍的小老头 看着他最小也得有七十多岁的年纪 小老头呢 好像有类似帕金森一样的疾病 哆哆嗦嗦的盛出一碗熬白菜 能撒出一半去 孙胖子看着成菜的老头心里都吃乐 嘿 这下子萧和尚算是有伴 不过监狱这伙食 孙胖子四个人实在是没什么胃口 每人尝了半碗 没有一点油腥的熬白菜 又配了一个硬邦邦 赛过砖头的杂粮馒头 孙胖子皱着眉头 用筷子蘸了蘸这汤汁 尝了尝味道之后啊 也就没心思再尝第二口 西门链跟老莫比他也好不了多少 最实在的那还点是熊满意 他是身子壮 饿得也快 挑起一筷子熬白菜 放在嘴里 嚼了没几下就喷出来 噴噴噴噴 阿嬷 这是人吃的吗 门口的狱警看到他们没有吃饭的意思 用警棍敲了敲铁门之后 对着孙胖子几个人好道 哎 三十六件号早饭已闭 回监号等待通知 说完已经有别的预警 将孙胖子几人带回了监号 没有多久还是刚才的预警 将孙胖子他们带到了一个类似车间的大房子里 里头有百八十名犯人一人一把剪刀 正对着手里的布料剪来剪去 预警对着其中一个犯人喊道 喜剑军啊 过来 只见人群里头有一个犯人应了一声 到 随后一路小跑就过来了 预警看了孙胖子几人一眼 对着这名叫做喜剑军的犯人说道 你先把手里这活放一放 带他们去取工具 然后教他们怎么干活 半个月啊 我要见到四个熟猎手 喜剑军打了一个例证说道 包政府明白 目送着预警离开之后 喜剑军冲着孙胖子几个人点了点头说道 头一次进来吧 没事 没有什么重活 过几天就习惯了 说着喜剑军带着孙胖子几个人绕过犯人扎堆的地儿 向着尽头一个小房间走过去 一边走呢 喜剑军一边跟孙胖子几个人客气 哎 各位啊 我叫喜剑军 干佛爷进来的 判了五年 哥几个怎么称呼啊 犯了什么事进来的 西门链这哥仨呀 都看着孙胖子 意思是让他心说 孙胖子呵呵笑了一下说道 嘿嘿嘿嘿嘿 叫我孙大胜就行了 唯就那个那个打架斗凹进来 哎呀 手上没有准 把人送下去了 这个剑军老大呀 先进来的是前辈 以后就靠您照着我们哥几个了啊 这话一说出来 喜剑军脸上的表情马上就变了 冲着孙胖子一哈腰说道 哎呦哎呦 不敢当 不敢当 您这名声在里面响当当啊 我哪敢当您的前辈 又客气几句之后 几个人来到小屋的前面 孙胖子这才看明白 感情这里头就是一个仓库 犯人们捡好的布料统一放置到里面 仓库这保管 竟然就是刚才饭堂里头 承犯这老头 见到老头之后呢 喜剑军说道 老板呀 出四把剪子 再来二十斤布料 都记无教管理下 老头子答应了一声 先拿出四把剪刀递给喜剑军 然后又颤颤巍巍的走到里面 开始翻找这二十斤布料 接过剪刀之后 孙胖子才明白 这些剪刀都是特制的 剪的尖已经被磨平 就算发生类似打架的意外 这种剪刀最后也就是趁人不注意 剪掉个耳朵什么 除此之外呀 再也就没什么杀伤力了 把剪刀分给孙胖子之后 喜剑军还特意的嘱咐到 每天工作完事以后呢 剪子要统一教会到这儿 如果剪子丢失的话 全监号都得受罚 如果这把剪刀被用于类似月狱之类的事 那么全监狱的人都要受罚 你们小心点啊 真要是那么倒霉的话 要挨上全监狱犯人的塔呀 说话的时候呢 老头子已经推着一辆小车 把二十斤布料送了出来 喜剑军找了一个人不多的位置 教着孙胖子几个人剪了几花样 孙胖子的心思也不在这上面 开始有一搭没一搭的套话 一个多小时之后呢 刚才那预警又带着一个犯人走了进来 孙胖子几个人进来之后啊 差点没叫出声 谁啊 正是昨天晚上刚刚通过电话的萧和尚 不过这老东西不是说他装玉警进来吗 预警在犯人堆里头扫了一眼 随后说他 三十六街号的人在哪啊 出来 孙胖子代表剩下三位站了进来 笑嘻嘻的看着预警说道 报政府在这呢 预警看了他一眼说道 这人分在你们家号 回去的时候把他一起带回去 喜剑君啊 你出来 后面这喜剑君又是一路小跑 到了预警身边 跟刚才一样 还是让他负责带这个新人 等预警走了之后 孙胖子几个人就凑过来 孙胖子先是一脸坏笑的看着萧和尚说道 老家伙 说说吧 犯什么事了 看你这把年纪 也折腾不出什么浪来 不如我说 是不是 呗歇未遂什么的 呸 那是你 想不到萧和尘还哼起来 哼了一声 鼻子拱喷出两股气之后 说道 好了 我是防卫过当 多人致死致残 本来判的是死刑 这是刚刚改的武器 这话说的孙胖的指导牙 就不能换个罪名吗 和这老家伙一个罪名 多少有点憋屈 这时候呢 又到了吃饭的时间 跟早饭一样 也是一个监号 一个监号的轮着吃 不过轮到孙胖子 他们三十六监号吃饭的时候 狱警却把他们带到监狱长的办公室里 这时候的办公室里除了监狱长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预警 这人呢也不是外人 是当初女校时期就跟孙胖子一起合作过的云飞扬 这哥们也是二世的 前阵子的外面处理事情 这才刚刚回来 就被孙胖子点名叫过来 监狱长先说道 孙菊啊 您要的人 我安排进来了 我这里面的事情啊 什么时候能办妥呀 还需要什么 您尽管说 只要能快点了结呀 我这监狱长 你来做都没问题 孙胖子打了个哈哈 有意无意的看了萧和尚 随后对着监狱长说道 我一个大大的良民 没事来监狱上班 算什么意思呀 放心 我把高人都给您抢过来了 看见没有 萧大师 我们民调局的镇局之宝 只要有他在 您这儿就是风平浪静 监狱改成学校 哪都没问题 就在孙胖子说话的时候 哎 这萧和尚正经微作 眼睛微和 一副世外高人的模样 看着监狱长 甚至有一种要过去 磕一个的冲动 孙胖子说完之后 萧和尚这才把眼睛睁开说道 问题倒是不大 三五天差不多就能解决了 不过我的话监狱长你可一定要听啊 那是一定的 监狱长这就应成一句 萧和尚呢 紧接着说道 今天晚上呢 我们监号附近三百米之内吧 这犯人要暂时搬到别的监号去 而且除了云飞扬之外啊 其他的御警教官呢 也不能出现在这个范围之内 一直到天亮之前 不管听到什么都别出来 否则的话呀 这一切后果都等你来承担 说到要犯人暂时搬家 监狱长就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一点头说道 成 您老怎么说呀 我就怎么办 要是没别的事 我就安排犯人换家号的事去 有 孙胖子跟熊万一几乎同时暗闹 不过这样的场合 熊万一还是要给孙胖子一点面子 让孙副局长先说道 解决你的问题之前 先解决我们的问题 你们监狱这伙食啊 他就不是人吃的 我们几个从早上到现在 什么都没吃 你是不是先把教官这伙食 拿过来几份 我们先颠颠的 哎呀 这个这个 这么做会有人起疑的呀 监狱长摇了摇头说道 不过就在孙胖子这大胖脸沉下来之前 监狱长又说道 不过这样 我看了早上饭堂的监控录像 知道你们都没吃 不过你们先坚持一下 今天晚上 我让他们把伙食标准提上了 也算是这些犯人呢 占了您几位的光了 不管怎么说呀 他们几位是过这来当卧底的 不适合太过张扬 没有办法之下 孙胖的几个人只能是饿着肚子 先回到监号 监狱长给他找了下午打扫监号的托词 让孙胖的几个人留在监号里 一是为了晚上的事情做准备 二也是饿了两顿法 实在是没有多余的力气干活了 欢迎收听 由懒人听书出品的 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 耳东水兽 播音 小川说书 第九集 萧和尚出手 回到监号之后 孙胖子躺在床上 看着正在开市忙碌的萧和尚 有气无力的说道 哎 那萧大使啊 问你这私事呗 五十年前 闹夜走鬼那次 除了高老大跟萧三达之外 有没有你一个 萧和尚找了西门链帮忙 两人在一起 在地上用朱砂笔 画了一个 古力古怪的野兽团 听到孙胖子的话之后 抬起头来有些诧异的看了他也说道 妈呀 看不出来呀 小胖子你知道的不少 不过你要多少失望一点 那次我不在 那次萧和尚的确不在那次行动当中 不过凭着他跟萧三达高亮的关系 这次事件还是知道的一清二楚 那位张同志是特别办三科的科长 而高亮和萧三达萧和尚三个人 那时候也只是张科长手下的小科员 当时三个人的能力已经表现出来 在特别办也是重点培养的人才 那个时候的特别办已经有了后来民调局的出行 在当时已经具备了情报汇总的系统 虽然还不能跟后来的民调局相比 但就当时的技术条件而言也算是相当不容易 就在夜走鬼开始的第四点 也就是尸体被送到县城解剖的那次 特别办就收到消息 本来从首都赶到事发地点 要有一天多的时间 不过好在当时张科长正带着高萧等人在附近 他们刚刚处理完一件事件 正准备回到首都的时候 就接到特别办的通知 让他们火速处理一下小山村的事件 当时特别办 虽然判断出来是夜走鬼 但还是把夜走鬼出现的时间误判了 当时根据对夜走鬼以往的常识判断 最早出现的夜走鬼都是道行相对比较浅心鬼 只要是出现不到九天的夜走鬼都还属于比较容易对付的范畴之内 就是这一点误差差点让高亮 肖森达等人是全军覆 还让一只夜走鬼逃了出去 眼看着就要引起后面 所有夜走鬼的反扑最后是实在没有办法之下 只能迅速将所有的村民牵走 然后穷极当时特别办所有的力量 才将剩下的夜走鬼压制了下去 就这样最后几只夜走鬼 已经不是当时特别办能处理得了的 最后只是暂时的把它们封印起来 本来应该深埋地下 然后在上面建一座法塔镇住它 但是当时那个年代 实在是不具备建法塔的条件 最后只能埋在小山村里 有特别办派人常年累月的看着 一直过了小二十年 外面的政策松动之后 才把封印之后这几只夜走鬼搬了出来 选了一处七煞之位将夜走鬼埋在里面 然后又在上面建造了一处煞锁 镇在了上面 想不到过了三十年 下面的夜走鬼还是出事了 听萧和尚讲解之后 孙胖子眨巴眨巴眼睛 看着萧和尚说道 罗小大师啊 你就直接说 上面建了座小北监狱不就完了吗 五十年前 你们特别办的糊涂账 现在啊 重新找回来了 说到这里 孙胖子忽然顿了一下 他这眼神瞬间愣住 不过马上又恢复了正常 看着萧和尚 孙胖子再次说道 不是前面的这几十只夜走鬼 都被当时的特别伴消灭了吗 为什么昨天晚上 这第一只鬼煞会出来呢 还有啊 当年那么大的事情 现在又重新出现了苗头 不如我说啊 高老大就不闻不问吗 老小大师 这事有点说不过去吧 孙胖子说完的时候 小和尚最后一笔符咒里话了 西门链搀扶着他起身 弹干净身上的尘土之后 看着孙胖子说道 小胖子呀 你拿五十年前的特别办和现在的民调局比 你有意思吗 特别办的手枪还时不时的压活 弹头都是杜银的 哎 这也就不说了啊 问题是特别办那时候 有无人敌吗 是不是 有二阳吗 哪怕是二阳当中随便有一位 当初也不能那么吃雷 小和尚说完 孙胖子还不服 他迎着老肖大师的目光看过去说道 这么多年 这里就不管不顾了 就现在这样非闹出点事来 才派人过来收拾 小和尚坐在孙胖子身边喘了口气说道 也难得呀 今天我能替这高胖子说句公道话 小胖子 这里头每过五年 民调局都会派人过来修整封印 本来今年年末才到五年的限期 不知道这封印是漏了还是怎么着 还是把鬼煞演过来 今天晚上呢 把第二个出来这骆驼收拾了 明天一早啊 我就亲自把封印修补好了 孙胖子还是有事情不明白 哎呗 等一下 刚才我那话 你还没回答呢 鬼煞不是让高老大跟肖三达消除了吗 怎么还会出来呢 没等肖和尚说话呢 监狱门口有预警 用警棍敲了敲铁门喊道 三十六件号犯人啊 全体起立 现在到你们吃饭的时候了 就等这时候了 消和尚人家是吃饱喝足了来的 西门链跟老莫还好说 他们两个多少还能顶一会儿 不过孙胖子跟熊曼翼他们这身子都已经开始打话了 说不得 也顾不上什么鬼煞和骆驼了 可惜有预警在旁边跑不起来 就这么几分钟的路程 在孙胖子心中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 监狱长还真就没食言 今天晚上还真是改善了火事 大锅里面还是熬白菜 也不知道是不是早上那顿又热了一下 只不过这里头呢 加了一些五花肉片 还有素丸子 菜汤上面浮了一层黄油 馒头也是新蒸的 上头还冒着热镜 放在以前 孙胖子也就是看一眼 不过这时候 他也顾不得许多了 抓着一个大碗 对着橙菜这老头子说道 那个 承慢一点啊 四个馒头 老头子盛的倒是不少 但是哆哆嗦嗦的 倒到孙胖子碗里的时候 已经撒了一半 然后拿起一个馒头放在孙胖子的碗里 孙胖子抓过馒头咬了一口 将饭碗举在老头子面前说道 继续 别停啊 不是我说 把菜盛满了 还欠我撒馒头呢 你以为在外面吃自助餐的呀 后面玉井走过来 对着孙胖子喊道 馒头是按照人头整的 你吃了别人吃什么呀 我就做好快点吃啊 后的还有别的街上等着呢 无可奈何之下 孙胖子捧着饭碗 坐到座位上 三口两口就将馒头和熬菜吃了个干干净净 他的吃相还好一点 凶万一就难看了 他端着饭碗边走边吃 那速度就跟变戏法一样 还没等到这座位的时候 碗就空了 那个馒头也被他变没了 只能眼巴巴看着西门链跟老沫 一口一口吃完他们那份 萧和尚和早上的孙胖子他们犯了一样的毛病 看不上这伙子 不过还是照例打了一份 封给了眼睛正宠的放光的孙胖子和熊万一 等他们吃完之后 狱警再将他们带回到监号 没过多久 云飞扬变过来换班 将之前的狱警换走了 孙胖子苦着脸 冲着云飞扬笑了一下 说道 你要是早来二十分钟 我们也就能吃顿饱饭了 时间就这么一分一秒的过去 没过多久 天色就彻底的黑了下来 旁边尖号的犯人都被撤走 现在四周都是静悄悄的 一点声音都没有 云飞扬也懒得装样子 他打开尖号的大门 跟孙胖子他们做到了一起 开始这老几位还是有说有笑的 但是后来眼看着就要到了昨天晚上鬼煞出现的时间 也就没人说话 六个人十二只眼睛就盯着门口的方向 等了半天之后还是没有一点动静 孙胖子笑了一声正想说点什么的事 就听见门口的位置 又发出昨天晚上那种金属拉玻璃的声音 随后就在门前三四米的位置火光这么一现 昨天晚上那个雾蒙蒙的人影又出现在孙胖子的面前 只不过这次人影像是中了定身法一样 现身之后就一动不动的站在原地 萧和尚见到之后 从床下掏出一个布口袋 快步走了去 把这人影装了进去 随后有红绳将这口袋紧紧扎死 见了鬼煞之后 孙胖子才想起了 还有话没来得及问萧和尚 看着他提起口袋回来之后 孙胖子问道 萧大师 这只鬼煞不是四十多年前就灭了 怎么现在又出来了 萧和尚的口袋里 好像没有任何重度 他随随便便的把口袋扔到床下 这才说到 那次不是灭了他 只是像这样收了起来 要封夜走鬼的话 就一定要凑齐一百只鬼 根据三达后来说 他和高胖子当时灭了五只夜走鬼 后来是实在没办法就用当地被夜走鬼害死村民的魂魄 顶了 你说下面封印的夜走鬼里面还有当时死亡村民的魂魄 孙胖子 看着萧和尚继续说道 还有机会把他们放出来超度吗 萧和尚的眼睛还盯着门口的位置 沉默了好一阵之后说道 嗯 除非把剩下的夜走鬼啊 都放出来 哎 萧三达那时候也是没有办法 不过他现在也不在了 也算是报应吧 他的话音刚刚落地 又是一阵怪异的声音消息 随后在刚才同样的位置上 又一个被雾气笼罩的人影现身 和刚才的步骤一模一样 萧和尚又找出了一只口袋 将第二个人影也装了进去 然后将口袋也扔到了床底下 因没有四十多年前对付夜走鬼的那次经验 地上的符咒也不着急清醒 几个人就这么一直靠着 几个小时之后 终于天亮了 好了 你们把地上这符咒擦了吧 床底下这东西 谁也别动 最后这一句是说给孙胖的听 萧和尚打了一个哈欠之后 继续说道 哎呀 这一袖熬的呀 我得补个叫去 等大天亮的把这两只小鬼扔回去 再把封印修补好 这次的事啊 就算是结束了 说着他已经爬上孙胖子旁边的一张床 就要睡觉 不过咱们这位孙副局长 可没有让他舒舒服服睡觉的打算 在萧和尚刚刚闭上眼睛的时候 孙胖子就凑过来 对着马上就要睡着的萧和尚说道 萧老师 还有几个被分尸的呢 我们可是奔着这个来的 他们又是怎么回事 按你这话说 叶走鬼就是附近活动的 那几个被分尸的可是在好几个城市里被分的呀 孙胖子说完之后 萧和尚忽然把眼睛睁开 跟孙胖子的四目相对伴上之后 眨不眨不眼睛说道 来这之前 分尸案的资料我倒是看了 说死话呀 我真看不出这分尸跟叶走鬼有什么联系 叶走鬼不管道行高深都有一样的共性 就是将活人麻醉之后活吃他们的内脏 你那几分尸的案子 内脏都被搬出来放在旁边亮着 嗯 叶走鬼的品位还不至于这么低呀 说到这里 萧和尚忽然顿了一下 盯着孙胖子的目光有些涣散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 孙胖子叫了他一声才把萧和尚重新拉了回来 老萧大师回过神里之后说道 弄不好这八里子里头不止一群叶走鬼 小胖子 话咱先说明白 我就是冲着叶走鬼来的 当下面这封印修补好了之后啊 我就马上离开了 有别的事呢 你就找高胖子 实在不行 还有无人敌呢呀 嘿嘿 不至于那么严重 孙胖子笑了一声说道 不用麻烦高老大跟吴主任 二阳里面 我随便叫过了一个都用得上 哎老萧大师啊 有什么话 您最好就别藏着掖着 一次都说出 省着我瞎猜不是 嘿嘿嘿嘿 叫二阳干什么呀 你这是不信我呀 萧和尚干笑了一声说道 分尸那案子 看着血走不辣的 和叶走鬼这事比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 术法骇人讲究的是杀人于无形 越是像分尸这种事件 越能说明 害人的术法 没什么大不了的 还有啊 线索都摆在你面前了 想查清楚也好办 被分尸那几位 都是从这座监狱里头出去的 才出的事儿 只要你们这里面找一个刑期最短的 说是减刑 马上就得放出去了 看看监狱里的人有没有特殊的反应 试一下就知道了呀 说到这儿 萧和尚蹲了一下 抬头看了看孙胖的身后这几位 你们几个 谁最名最轻啊 一会儿跟监狱长说一声 就说是检举立功表现 减刑之后呢 就刑满释放了 星期最短的是谁呀 你看你们笑什么呀 到底是谁呀 我 不过那也是昨天的事儿 孙胖的咬牙站了起来说道 昨天我那啥被随 今天改成大加斗了 那啥呀 花案呐 萧和尚笑眯眯的看着孙胖的说道 小胖子 今天我心情好 教你点知识 你说改罪名是找监狱长改 那个没有用 他就是跟你客气客气 你猥褻未遂的罪名已经传出去了 监狱都知道 说改就改 谁心呢 你别小看蹲跋离子的这些犯人 有的犯人上诉多了 了解法律 不次于专业律师 要是随便一个监狱长 就能改罪名的话 那还要法院 检察院 司法局 干什么呀 哪有那么儿戏的呀 随便改罪名一看就知道 你不是正经犯人 萧和尚说的 孙胖子也想到 只是扣了一个猥褻未遂的罪名 自己心里这口气一直出不来 萧和尔和尚看着他 又是一笑说道 哈哈哈哈哈哈 没事 人几天 等查着真相之后 知道你不是那个人 知道你不是那个为谁 还有谁敢销唤你 你就敢 孙胖子瞪了 萧和尚一眼 说话的时候 外面 想起了一阵脚步的声音 这动静像是故意做出来的一样 西门链他们听见之后 马上将手里的装备藏到暗格之中 只有这孙胖子就跟没事人似的 倒背着双手舔个肚子 看向门口的方向 欢迎收听 由懒人听书出品的 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 耳东水兽 播音 小传说书 第十集 地震 这阵脚步声越来越响 云飞扬先跑到门口 张望了眼之后 对门外敬了个礼 他这手刚放下 就见监狱长 带着二三十号狱警 就打外头走进来了 所有人是全副武装 长短枪械都背在身上 知道的这是监狱长 不知道监号里发生了什么事 多带点人枪壮大 不知道的还以为监狱发生了暴乱 见到孙胖的众人磨磨蹭蹭的从床上站起来 知道他们没出事之后 监狱长这才送了一口机 吩咐身后的众狱警突击演习结束 让他们回到各自岗位 他有些话要交代这位新来的狱警云飞扬 看到这些狱警走干净之后 监狱长这才凑到孙胖子的面前 陪着笑脸说道 孙局啊 辛苦您跟众位同志 怎么样 进展的还顺利吗 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消除干净了吧 那么今天诸位同志的身份也就不用藏着了 一会儿呢 去管教食堂坐坐 也没安排什么好吃的 不过比起犯人的伙事 那是好上不少 这 孙局 那些东西都消除干净了吧 监狱长看到孙胖子脸上的表情 看不出他想要的答案 心里头就开始打起鼓来了 看着监狱长的样子 孙胖子笑了一下 先替他宽了宽心说道 嘿 不如我说 倒是差不多了 再把后面的事情解决一下 这次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 还没等监狱长脸上的表情缓和下来 孙胖子马上要跟了一句 不过呢 还是有些小差距 需要你啊 帮忙安排一下 帮着放个风 就说我有了立功表现 一个礼拜之后就要提前释放 监狱长本来松弛的表情 马上又紧绷了起来 他看着孙胖子说道 啊 这 这还没完呢 孙胖啊 您之前那个死刑改无期可不行 正好您改罪名的事 我还没说出来 要不就错着来得了 还是内煞未遂 反正高低就是一个礼拜的事 您再人聊天 哎呀 说的就像你真替我改了似的 孙胖子嘀咕了一句 随后说道 今天不去饭人食堂了啊 反正你们的管教食堂也准备好了 别糟蹋了 这样 就说让我们去打扫管教食堂 这总可以吧 那没得说呀 反正也准备好了 别浪费了 监狱长排着笑脸说道 正好今天周一 早饭之后 所有的教管人员都要开例会 顺便把您简刑释放的消息公布出去 哦 对了 你看这东西给您准备好了 也不知道还有用没有 说到最后的事 监狱长从口袋里头掏出了一大把 小孩玩的纹身粘贴 他把这一大把纹身粘贴递给孙胖子之后 竟然又从另外一个口袋里头又掏出了一大把 孙军 我把这小摊上啊 看着还像那么回事的都找了 哎 够用吧 差不多 够不够用也就是他了 孙胖子答应了一声 那边雄万亿就忍不住 那啥 我说咱快点行不行啊 一会儿早上还有例会 咱有啥事 边吃边捞不住吗 说话的时候 他这肚子就一直响个不停 其实孙胖子也早就撑不住了 当下该交代的也都交代完了 找了几把拖布装模作样的跟着监狱长到饭堂里头的小包间里 拖布一扔 对着满桌子菜药就叫起来劲儿 监狱长出去之后呢 反锁了门 让他们在里面胡吃海塞起来 有孙胖子和熊曼亿俩人打底 也就是抽两根烟的功夫 满桌子的菜药片刻之间就消失的干干净净 吃饱喝足之后 孙胖子脱了上衣 露出肉衫一样的身躯 让西门链这哥萨帮着他把这纹身贴在他身上 云飞扬看着奇怪 开口问道 哎 我说孙爵 你 你 您 您这什么意思 里面有纹身的犯人多了 你也用不着 都糊上吧 孙胖子脖子短 加上身躯实在太胖 能看到粘贴的位置也没有多少 也就是胸前跟肚子的这一块 哎呀 我都那啥未遂了 不得让我准备一下吧 反正挨打的不是你 哎呀 我说你们别停手啊 还剩这么多呢 都贴上别浪费 这都是钱来的 包尖里头没有镜子 监狱这样特殊的地点 窗户上也没有玻璃 孙胖子想找个能反光的家伙事 看看自己的新造型也做不到 就在西门链帮他贴上最后一个纹身贴的时候 包尖这门就打开了 监狱长走进来 看见孙胖子这新造型马上就愣住了 竟然连他要说的话都给忘了 好不容易缓过来之后 监狱长说道 计划差不多就走吧 全体例会的时间马上就到了 说话的时候 他这眼睛一直往孙胖的身上飘 半个小时之后 在监狱的大礼堂之中 监狱长在主席台上就宣布了 监狱在押人员孙德胜 因为举报他人重大刑事犯罪得到证实 根据上级司法机关的审额 孙德胜减免六个月的刑期 再过七天 最后复审没有问题之后 就可以提前刑满释放 再次要求各位 要对再押犯人孙德胜学习 经过了一阵嘻嘻啦啦的掌声之后 孙胖子上台露了个面 监狱长又说了一下 要大家安心改造 早日回报社会之类的场面话之后呢 就宣布这次全体大会到此结束 预警教官开始安排犯人回到各自的监号 颤着预警没注意到的时候 已经有人在窃窃自语 昨天孙德胜他们见到的这位喜剑军 对着身边的人小声嘀咕道 不对啊 那胖子昨天明明说 他是打架到 把人送下去的 他亲口说的是私缓改无期的呀 这是把谁举报了 一下子都把无期给顶没了 喜剑军旁边这人愣了一下 小声回答道 屁 听那胖子胡说八道 他进来的时候分在老黑他们见号 昨天老黑亲口跟我说的 这小子是猥胁猥衰进来的 一共就判了半年 坏肠子把别人拉进来 这胖子倒是出去逍遥快鹤 妈的 什么东西 旁边有人低着头笑了一声 哎 猥胁猥衰 这是什么罪命 那强奸猥衰 我倒是听说过 这猥胁猥衰 还怎就是第一次停 刚才跟喜剑军说话这位回答着说道 我姑妈这样 也就是偷看人家小娘们撒尿 让人家抓了个现形 可惜这胖子呀 马上就放了 要不然哪一天让他长长记性也好 这人话说到一半 见到有狱警走过来 马上闭嘴 低着头不再言 从大礼堂回来之后 萧和尚带着云飞扬一起拎着两个不口袋 去修补夜走鬼的封印 孙胖子也跟西门链他们分开 让他去做一些相对自由度高一点的活 小北监狱对马上要刑满释放的人 管理相对比较松懈 先是推着一辆小车将一些生活必需品送到各个监口 快到中午的时候要安排他跟这老头子一起在饭堂里面给犯人成饭 可是孙胖子这名声已经传遍了整个街 每一个过来成饭的犯人都会瞪他 孙胖子就跟没看见一样 脸上还是笑嘻嘻的模样 只是他给盛饭的时候 这手抖得比这老头还厉 盛到犯人碗里的也就三分之一的菜汤 这就不错了 遇到瞪眼瞪得狠的还掰他半拉馒头 有预警在身边看着 这些犯人也是敢怒不敢言 又觉得跟预警告状丢面子 最多也只是转身离开的时候 冲着孙胖子说几句狠话 看着旁边这老头子是直摇头 抽空多里多梭的对着孙胖子说道 胖子呀 你这又是何苦呢 把这儿的人都得罪光了 对你又有什么好处 听说你马上刑满释放 不是还有七天呢吗 万一这七天里面 你一个不小心落在他们手里 结结结结实实一顿打 可是逃不过去 他们下手可黑了 一旦落下点残疾什么 这倒霉的可是你自己呀 孙胖子 孙胖子自言一笑 冲着老头子说道 嘿嘿嘿 有没有 不如我说 就那几块俩 不动手是他们的便宜 真动几手来 落下残疾的 还指不定是谁呢 刚说到这儿 正赶上上一拨犯人 吃完被狱警带回监号 下一拨犯人还没到 孙胖子把手里这饭勺扔回到菜盆里 对这老头子说道 哎呀妈 话说回来 你这么大年纪 犯了什么事关起来的 我听说小北监狱里面没有太重的犯人 差不多你也该出去了吧 听了孙胖子的话后 老头子的眼神忽然变得暗淡了进来 他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之后 也没说出一个所以然来 不过越是这样 孙胖子就越好奇 他又冲着老头笑了一下说道 都在一个苦窑子里头挨日子 说说呗 当解法了呀 不是我说野妹 要是以后出去 儿女嫌弃不养活你的话 就来首都找我 哎 凌云影视娱乐公司 听过没有 那是我的买卖 怎么说也能给你对付一顿饱饭 孙胖子还要继续往下说的时候 正赶上下一拨犯人过来吃饭 孙胖子这才闭上嘴 又开始哆哆嗦嗦的成菜 午饭的时间之后 照例是犯人们放风的时间 各个兼号都有自己的活动区域 只有孙胖子和这老头子可以随便穿上 给这些放风的犯人提供一些简单的体育器材 因没有预警在旁边看着 正常来说呀 出不了什么事 孙胖子守在装有体育器材的小推车旁边 有人需要的时候他就送去一两家 眼看着中午的放风时间就要过去的时候 忽然从这脚底下传出了一阵类似山崩地裂一般巨大的声响 同时脚底下这大地就开始剧烈的颤抖起来 不管是犯人还是预警 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场景吓了一跳 随后也不知道是谁 忽然大喊了一声 地震啦 快把我跑啊 这一嗓子喊出来 算是给呆住的人提了一个笑 反正是轰的一声就开始向着大门口的方向冲过去 他他他他他 墙楼上的预警 举着冲锋枪先对着没人的位置一个点射事件 然后墙上的阔音大喇叭就响起来 谁也不许动 谁再敢往前一步就按越狱论处 格杀勿论再重复一遍 这时候已经陆续的有预警上了墙楼 几十支冲锋枪对着下面 阔音喇叭又响起来 全体服务人员蹲在地上 如果再要想起来的举动就按越狱论处 格杀勿论 地面上的重犯人相互看了一眼 有几个带头抱着脑袋蹲了下 剩下的犯人也是有样学样通通蹲到了地上 这时候周围的预警才开始忙活去 到处打定刚才怎么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不说别人 单说孙胖子 他就在蹲下去的时候 没看周围的情况 就在孙副局上 准备偷眼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的时候 一张油黑的胖脸就凑开来 看着孙胖子说道 哎 胖子 咱们俩还挺有缘分的 本来以为你进来 这顿打就躲过去了 哼 想不到风水轮流转 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说话这位正是孙胖子他们入狱第一天遇到的那个黑胖子 孙胖子看着他有些挑衅的一笑说道 嘿嘿嘿嘿嘿嘿 我说胖子 你再打点声 城楼上拿枪的没听见呢 不是我说 哎 有胆子你现在就动手啊 我赌你最多打三下 然后我就给你收尸去 哎 你说这么多子弹打你身上 你们家里人还能把你认出来吗 这几句话说完 黑胖子眨巴眨巴眼睛 喘了几口粗气之后 还真就没敢动手 不过这口气呀 是实在出不来 黑胖子哼了一声 两个膀子一晃 把披在身上的球服晃起来 就露出他这一身油黑的上半身 黑胖子身上纹着一条盘龙 龙尾在后腰 龙头出现在胸口 这条龙是活灵活现 看着就渗人 露出纹身之后 这黑胖子的胖子平空大了几分 虽然还是双手抱头蹲在地上 但是起码这身子呀直起来 再说话呢 也更有底气了 胖子 你还有一个礼拜才能出去了 下次出来放风的时候啊 千万别老单 不是哪次运气都这么好 都有拿枪的替你撑腰 黑胖子说话这是 孙胖子也冷笑了一声 然后也把这球服脱掉了 露出他那晃一晃直颤的肉身 黑胖子见到孙胖子的纹身之后 愣了一下 又看了看自己胸口这龙头 最后捡起了地上的球衣 重新披在自己身上 眼睛不停地往孙胖子身上飙 最后说了一句 你还不如直接纹一件黑褂子 就见孙胖子的上半身 被衣服盖住的位置 密密麻麻都是各种各样的纹身 这里纹身的密度实在是太过密集 远处看过去 孙胖子还真好像闻了一件短袖黑上衣吧 光是关公手持青龙燕月刀的各种造型 就有三四处之多 然后在所有能利用的缝隙当中 类似什么青龙白虎 中魁恶鬼的纹身 密密麻麻是贴了一身 胸口的位置 不知道怎么讲究 还闻了一只穿身甲 孙胖子看不着自己的后背 不过看到周围蹲着的犯人 瞅着自己的眼睛已经直了 正准备说几句狠话的事 冷不定上头这大喇叭又想 穿黑衣服这胖子谁让你换衣服呢 随后至少有一半冲锋枪的枪口对准了孙胖子的位置 在骚乱中不穿球衣 换了另外一身衣服 这本身就有越狱的险 现在孙胖子稍有什么异常的举动 马上就有几百发子弹打 我没装黑衣服 我光着呢呀 孙胖子高举双手大喊一声 这时已经有狱警跑过来 查看了孙胖子的纹身 确实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之后 才用对讲机跟上面的同事说明了情况 这胖子没事 身上都是纹身 不是黑衣服 说完之后 这位狱警呢又让孙胖子赶紧穿回自己的囚服 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耳东水兽 播音小传说书 第十一集 封印 又过了几分钟之后呢 又有大批的狱警走出来 把各个监控的犯人集中在了一集 开始核对犯人的人数 最后犯人之中少了一个萧和尚 狱警管教的人里头少了一个云飞扬 就在狱警准备把孙胖子几个人关起来突击审问的时候 监狱长亲自带着一身灰尘的萧和尚和云飞扬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监狱长呢 接过手下狱警递过来的大喇 对着现场所有的狱警还有犯人说道 狱警结束了 刚才在地下的煤气管道老化发生的爆炸 跟地震以及暴乱没有任何关系 现在所有的犯人回到监号 在煤气管道修好之前呢 劳动改造呢 暂时停止 说完之后啊 监狱长就示意狱警把犯人送回到各自监号 孙胖子他们几个也跟着回到36家 等到狱警走了之后呢 孙胖子几个人马上就把萧和尚围了起来 孙副局长首先这说道 不是去修复封印了吗 怎么闹出这么大动静 到底出什么事来 不是我说 封印这到底修好没有啊 萧和尚瞪大了眼睛 瞅着孙胖子的嘴巴 等到他嘴巴彻底不动的时候 老萧大师这才大声喊道 啊 你说啥 小胖子 你怎么干叭嘴不说话呢 有啥话你就说 这么点动静 谁能听见的 完了 这老小子呀 刚才被震的耳聋了 虽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但是看着萧和尚现在的样子 这事指定是小不了 孙胖子从肚子下头掏出自己的手机 调到手写笔记本的界面 在上头写了几个字 递在萧和尚的面前 哦 刚才出了什么事 说 你不能说话吗 好好的 整着嘎呀 萧和尚啊 唠唠叨叨的 还要继续说下去 孙胖子无奈之下 又在手机上面写了几个字 萧和尚看完之后 重复了一遍 哦 小点事 严格说起来 萧和尚并不是论 而是误中了某种阵法 他这听觉神经 短时间之内会发生一些错乱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听觉神经还能慢慢的恢复 早上跟着开完全体人员大会之后 这萧和尚就带着云飞扬一起 去修补监狱地下的封印 要说这一开始 基本上还算是顺利 监狱长事先将地下室的预警 全部调了出来 随后萧和尚使用秘术 打开通往地下的暗门 萧和尚跟云飞扬一起顺着密道 是一路往下走 开始呢 还不觉得什么 只是每走一段路就会被毒死 这时候萧和尚有使用民调局的秘术之后 才又出现下一个路口 就这么走了一阵之后呢 萧和尚忽然停住脚 眼睛盯着墙壁上已经有些模糊的浮沼 云飞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排着萧顾问呆灵 云飞扬排着萧和尚看了看上面的符文 这种符文虽然生僻 不过在他眼里 跟民调局大多数的符文都差不多 虽然叫不上名字 但是也能看出这种符文是辟邪镇守的 他实在不懂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能让萧和尚这么长的时间目不转睛的看着 过了半个多小时 萧和尚这也没有要走的意思 最后云飞扬实在是等不及了 他主动向着萧和尚问道 小官 要是差不多了 咱继续往下走呗 别把修补封印的事耽搁了 被云飞扬这么一说 萧和尚才算缓过来 他看了一眼云飞扬说道 最近呢 在里面已经有人下来过来 说着萧和尚蹲了一下 手指着墙上的符咒继续说道 这个是阴阳服务 表面上看着是避邪用的 但里头呢 还套着另外一个平安服务 民调局往年下来修补封印的人呐 临走的事都要在上头消除自己下来过的印记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里头最少有人下来过四次 前三次都被下面的阵法打回来了 不过最后一次这人还是到了最下面了 说到这儿 萧和尚回头看着云飞扬 长长的出了一口气之后 这才接着说道 哎呀 本来呢 我还以为是上个修补封印的人 活做的不利索 才让封印提前老化的 不过现在看起来呀 是有人故意下签破坏的封印 希望封印损坏的不是很严重啊 我还能有本事找不回了 萧和尚说完之后 云飞扬的脸上也变了一次 本来以为跟着萧顾文下来 修修补补就算搞定了 可现在这么一看 事情远比自己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萧和尚让云飞扬用手机把墙壁上的符文拍下来 回去之后呢 让高胖子也看看 几个角度拍了十来张之后 萧顾文这才继续带着云飞扬向下面走去 有符咒的预警之后再往下走 这两个人都开始谨慎起来 云飞扬已经掏出手枪攥在手里 而萧和尚虽然没有掏枪 但是也把枪表露了出来 调整到自己伸手就能拔枪的位置 继续往下走了一趟 倒是没有再发现什么异常之事 两个人很快走到了尽头 下面是一个水泥铺出来的地面 地面中心有一个六棱形的凸起 沿着六棱凸起的每一处部位都画着一连串的符咒 六道符咒最后交汇在一起又形成了一个新的符咒 在六棱凸起跟符咒的外围地面上密密麻麻的画着各种各样的符咒和阵法 这些符咒阵法的密集程度已经不下于现在孙胖子身上的纹身 而这些符咒云飞扬只认识一小伴 只是这一小伴已经让他是汗流浃背 这里面大多数都是直接置人于死地的阵法 还有几种是为了配合致命阵法而扰乱无感的符咒和阵法 见到外围的阵法之后 萧和尚倒是早有准备 他蹲在地上从身上拿出了一把尺 凭空对着前面地上的符咒阵法量来量去 量完之后回头对着云飞扬说道 你踩着我的脚印走 啊 记住了 看不准就问我 千万没看准可别蒙着走 有一个人走错了 咱爷俩可都得交代这儿 我虽然多少上了点年纪 不过我还没活够呢 你可不要出事把我带下去 这句话说的云飞扬心里头更没底儿了 就差跟萧和尚商量 他守在这儿 让萧和尚自己过去得了 不过好在从这儿过去也没有几步 云飞扬就跟在萧和尚的身后 不错眼神地盯着萧和尚的脚跟 跨了三四步之后 他们两个终于到了下面的中心位置 林静看着中心的六棱凸起 云飞扬看不出来一点问题 而萧和尚则开始围着六棱凸起的位置转几圈 他转了两圈之后 忽然走到凸起部位的旁边 抬脚在上头狠狠地断了一下 他这一脚落下去的同时 就听见轰的一声响 凸起的位置忽然一道道地军裂了起来 随后从这里延伸出去的符咒也变得模糊了起来 几乎六条符咒 每一条都有不同程度的断裂 看到这一脚跺下去 引起这么大的变化之后 萧和尚这脸色瞬间变得死灰死灰的 他盯着满是裂纹的六棱凸起 嘴里倒难难地说道 把封印毁得这么彻底 这到底是想干什么呀 把这儿的人都害死 对你有啥好处呢 他的话音刚刚落下 身后忽然响起了一个声音 本来我也没有想到下面会有这种东西 没有任何征兆 忽然有人说话 把萧和尚和云飞扬都吓了一跳 两人同时回头 转过身的时候 云飞扬的枪口也对准了说话的地方 就见在墙角的阴影当中 走出一个动作怪异的人 这位是中等身高 全身都被上面监狱的预警制服包裹着 头上戴着预警的帽子 脸上被一块钢板遮住了面 完全看不出这人的笑话 他摇摇晃晃地走出来之后 冲着萧和尚的方向笑一下 这笑声就像半夜里夜宵叫声一样 听的人心里面是一阵的发扬 笑声过后 这人继续说道 原本我还以为 这下面是通往监狱外面的暗道 这么密集的符咒和阵法 就是为了防着我从这里逃出去的 想不到我千辛万苦地破了封印之后 才发现里面竟然都是夜走鬼封在里面 可惜我破了封印的时候 手下没有轻重 后来想修复都修复不了了 说到这儿 这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之后 才继续说道 如果早知道这里是夜走鬼的话 我宁可继续被关着 也不想去招惹他们 哎 看来你也没有办法重新把他们封印起来 算了 我还是靠自己吧 只要他来了 我就能从这里出去 夜走鬼的事 就留给你们去烦吧 你说你似被关在这儿的 萧和尚的手也摸到了枪笔 眼睛盯着这人说道 我怎么不知道 在封印夜走鬼的地方还关着你这么一个人呢 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 这人嘎嘎一笑 随后又说道 刚才告诉你的事情已经够多了 剩下的你们就慢慢的猜吧 说完这人向头顶的天旁看了一眼 继续说道 上面实在是太近 这么近 我还怎么逃出去 干脆我给你们闹点动静吧 说完这人的身子 忽然直挺挺 向着脚下密密麻麻的符咒阵法上面躺了下去 萧和尚和云飞扬大汉 他们距离太远 想阻止 已经来不及 这人在接触到阵法的一刹那 身子巨烈膨胀下 随后就停下 这一声巨响 这人就被炸成了一团血污 别看萧和尚小七十的人 反应还真是不满 他一把拉过云飞扬 两人一起卧倒在地 就在他们倒地的一瞬间 一股夹杂着血腥的气流声 直接就扑了 云飞扬死死地抓住 封印住夜走鬼的六龙凸起 才没有被气浪掀翻 萧和尚则是死死地抓住了 气浪消失之后 萧和尚就猛地从地上爬起来 对着云飞扬大善道 赶快往上跑 这里面撑不住了 说话的时候 他已经扭头向着来世的方向跑去 这时前面地面上的符咒满是刚才那人的残肢 萧和尚一咬牙踩着残肢上面 向着这片符咒去外面走 可惜眼看着要出去的时候 脚下一个不留神 被残肢下面的血雾划了一下 虽然马上就稳住了身心 但还是触碰到一点阵法的边缘 好在他触碰到的阵法不至于致命 只是短时间之内听觉受到了影响 后面的云飞扬学着萧和尚的样子 也踩着符咒上面的残肢追上了萧和尚 这二人就这么一路就给跑回来 萧和尚说出经过的事 西门链用床单沾了水 给萧和尚揉搓耳朵 等到他讲完这一段 听力虽然没有完全恢复 但是多少也能听到周围人说话的声音 萧和尚说起刚才这段经历的事 孙胖子的眉头就一直皱着 只是知道插嘴萧和尚也听不到 索性忍到老萧大师能听到的时候 这才说到 萧大师啊 刚才我们在上头听到的动静 可是山崩地裂的呀 和你说的动静 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 不如我说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话忘了说了呀 萧和尚支愣着耳朵 听孙胖子说完之后 点了点头说道 你要不说呀 我还给忘了 那什么 上来的时候呢 我顺便把煤切管道给点了 说到这儿 老家伙顿了一下 看着眼睛已经瞪大的孙胖子 几个人接着说道 这也是为了防止夜走鬼上来呀 下面的封印都酥了 今天晚上 夜走鬼一定上了 前面几个防不住 不过排第四的江鱼要尸体 只要能把他拖一会儿 后面的夜走鬼就都上不来了 今天晚上啊就还有缓儿 都这时候了 还缓个屁啊 回局里拉人呢 孙胖子也要受不了的时候 他从床上跳了起来 从肚子下面掏出自己的电话就要打出去 看着孙胖子要打电话搬兵 肖和尚马上过去 按住了孙胖子的手 再等一天 小胖子 你再信我一回呗 这四年还不至于像你想那么糟糕 那我本事还没拿出来呢 看着孙胖子不吃他这一套 肖和尚凑到他的耳边 小声的嘀咕了几句 孙胖子抬头看了他一眼 不过只是由于片刻之后 孙副局长只说了一句 不如我说 命比较重要 说完之后 一个电话直接找到了杨潇 几句话下来 已经和杨潇说好 让他子夜之前一定尬管 那边的肖和尚听了之后是连连跺脚 看样子呀 他这次损失的应该少不了 刚刚盲还杨潇的事 监号的大门就被打开了 云飞扬跟监狱长一前一后走了进来 见到监狱长跟着进来之后 肖和尚的动静收敛了不少 云飞扬进来之后看着孙胖的众人说道 有件事情监狱长要和大家说一下 他说话的时候 监狱长从手里的档案袋里 抽出了一个人的档案文件递给了孙胖 孙副长 这个人是我们小北监狱的一个老寓家 姓长叫做长解放 他算是我们监狱的老儿了 自打有监狱的时候就有他了 这个长解放一年多以前无故失踪了 因为他没有亲人 一直都是吃住在监狱的 后来还是监狱报的警 不过现在公安局里面也没有什么说法 要不是今天这事 我就差点把他忘了 孙胖子手中档案里面的照片 是一个五六十岁的男人 平常人一个 光看外貌也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孙副局长不明白监狱长的意思 本来以为趁着他看档案的时候 监狱长还会有话要说 但是这一遍档案看下来 监狱长也只是开头的介绍 再没有什么话说 看他的意思 好像还在等孙胖子有什么话说 看到孙胖子有些摸不着头脑 一边的云飞扬说道 他就是在下面忽然出现 这句话说出来最吃惊的倒是萧和尚 老萧大师一脸惊诧的看着云飞扬说道 你说他就是下面那个人 那个人出来的时候脸上戴着面罩的 你怎么敢肯定就是他呢 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一文路后传 作者 耳东水兽 播音 小传说书 第十二集 破绽 这次轮到云飞扬摸不着头脑 在下面的时候 我不是跟您说过 我捡了下面那个人半张脸吗 我还问您 是不是去找监狱长了解一下情况 您还一个劲催我快点的 快点的 孙胖子听明白 这又是萧和尚的耳朵浓了之后 闹出来的误了 当下也没有心思听他来解释 直接对着云飞扬说道 不如我说 哎 你胆还真不小啊 什么东西都干净 人脸的 你从哪儿去了 这时候云飞扬从他手上的档案袋里 拿出了一个雪糊拉的透明塑料密封袋 里面平躺着戴着头发的大半张人脸 孙胖子忍着恶心呢 接过塑料袋 跟档案上的照片比对了一下 说实话 现在这半张人脸已经没有人样了 要不是他脸颊上面有三颗物子以三角形排列 这么明显的标识才有着凭肉眼辨别的可能 肖和尚凑到孙胖子身后看了一眼 不过这一眼看完之后 老肖大师脸上无故出现了一种悲伤的表情 孙胖子眼角的余光扫到肖和尚的表情变了 不过他还是跟没事人一样 跟着监狱长客气了几句 又说了几句 类似这个事件已经接近尾声 再有个三五七天就能结案这样的话 给监狱长关心 不过这时候监狱长的心思也不在这儿 还有个煤气管道爆炸的报告在等着他写 当下也不用客气 说几句之后就回到他的办公室 就在监狱长在监号外面 把门锁好的同时 孙胖子将装着半张人脸的塑料袋递给了肖和尚 似笑非笑的看着他说道 小大师 这个什么长解放的 你认识 肖和尚看着塑料袋里的长解放 没有敢接管 只是低下头叹了口气说道 哎 哎 长解放啊 是特别半的人 他呢 是当时三科普大个的人 普大个因公牺牲之后 本来还想着让他去接三科那一摊 可惜解放这能力还是差了一点 这科长呢 一直就没让他坐上 当年我离开特别半的时候 就知道他因为一直没提上科长 别这一口气 嘲嘲这样 要离开特别半 后来我进民调局之后 还跟高胖子聊个呢 才知道啊 当年我跟肖三达走了之后不久 解放也走了 哎 想不到再见面哪 会是这样 说到这儿 肖和尚又重重的叹了一口气 拿了孙胖子整包的香烟 找了一个最远的一张床布 背对着孙胖子 开始抽起了闷烟 孙胖子看着肖和尚的背影 嘴里头喃喃的说道 夜走鬼 下面的怪人 长解放 还有这个小北监狱 都跟特别半有关系 说着他拿起电话 在手里头玩了去 嘴里面继续自言自语的说道 哎呀 我说高老大呀 你是不是要告诉我点什么呀 他这话刚刚说完 电话就响起来 孙胖子没有防备 好选把手机扔到地上 看清楚来电显示的号码之后 孙胖子脸上的笑容更加怪弃了 他接通了电话说道 哎 高居 我还以为你把我帮了 不是我说 这是有什么指示 哦哦哦哦 哎 不是 煤气管道真不是我点的 这个呢 我还是真有点眉目 好像是一个叫做长解放的人干的 他是一老浴角 做了一辈子都没提上来 就炸了个煤气管道 报复社会 听到长解放之后 电话另一头的高亮沉默了片刻之后 又重新开口询问长解放的事情 这时候孙胖子才改口 把萧和尚和云飞扬在下面遇到长解放 自爆的事情说了一遍 不过说到监狱煤气管道爆炸的时候 还是把屎盆子扣在长解放的头上 听完孙胖子的话之后呢 高亮又沉默了一段时间 就在孙胖子等不及要开口的时候 电话那头的高亮再次说道 好的 长解放一年多以前就死了 一年前他留在民调局的本命福祉人 我让欧阳偏左查看过危机 已经确定是死了无压 后来我也派人去小北监狱查过 曾经试着给长解放招问 可惜三次招问都没有成功了 趁着高亮换气的功 孙胖子唱了一句 哎高雀 您给句实话呗 长解放是您安排在小北监狱的吧 您派他看着埋在监狱下面的夜走鬼封印 不是话说啊 根本就没有没五年来监狱修补封印的人 这都是长解放自己办的 是吧 这个啊 等你回来之后再说吧 高亮在电话里面顿了一下 再说话的时候 他已经岔开了话题说道 现在下面的封印已经完全被破坏掉了 我现在联系监狱方面 让他们组织里面的犯人暂时牵一道其他的监狱 然后再安排秋不老跟欧阳天左赶过去 现在不是五十年间了 你们一起对付夜走鬼应该没有问题 高亮的话还没说完 孙胖子就拦住他说道 不如我说 你们一起对付夜走鬼的意思就是 你们不打算过来了 是吧 高亮倒是没跟他客气 嗡了一声之后又说道 现在是非常时机 局里都不能空着 我要留下来看着 高局长的话说到这忽然沉默了片刻 等到他再次说话的时候 已经没有了刚才凝重的一点 嗯 等一下 刚才听你的语气 知道夜走鬼的底气也不是很慌乱吗 杨军最早今天晚上才能回来 你找了杨潇过去了是吧 这样也好 杨潇去了的话 夜走鬼正好找到的枪口上 不过既然你把杨潇叫了过去 那么邱布朗和欧阳偏左也不用过去了 下次安排好了呀 就拖点说 省得我浪费口水 好了 这样吧 这几句话高亮 根本就没给孙胖子插嘴的机会 等到孙胖子好不容易 等到能说话的时候 那边高亮的电话已经挂上了 孙胖子只能对着自己的电话上一阵的运气 局里两位主事人在通话 西门链这哥几个呀也没好意思过来 一直等到孙胖子关了电话 西门链这才凑过来说道 哎大圣 狗局怎么说的 是不是把我们求准派过来了 这个小北监狱需不需要清厂什么的呀 有什么准备工作需要我们去做吗 孙胖子看着西门链这几个就说道 哎这个高老大说了 你们邱主任和欧阳偏左都太忙了 实在是抽不出人类 夜走鬼的事情就靠你们四个 告诉你啊 千万不要辜负他老人家对你的信任 晚上哥几个就跟夜走鬼同归于尽吧 孙胖子没有好气的胡说八道 虽然都知道他是满嘴放炮 但是这一次的事件实在是太大 又猜不透能信得几成 西门链哥几个这脸色都变得纠结起来 孙副局长是一边胡说八道 一边向着萧和尚这边走过来 到了老萧大师身边之后 他本来想陪着萧和尚堆友 但是孙副局长这肚子确实不小 最后索性坐在萧和尚旁边 从地板上拿出来自己这包烟 在里头抽出来一支 点上之后狠狠的吸了一口 随后对着萧和尚说道 小大师啊 你也别多想啊 刚才高老大这电话说长解放一年多以前失踪那会儿就已经死了 是他留在局里的本命服务预警自然 这个欧阳偏左也证实了 长解放死亡无疑 听到这个萧和尚才抬头看了孙胖子眼 眨巴眨巴眼睛说道 长解放一年前就死了 那就说得通他为什么没有生气 这是有人把他制成傀儡 守在封印那里 不让其他人接触和修补封印 不过有人借长解放的声音说过他不想招惹那些夜走鬼的 又拦着 不让我们修补 他到底是几个意思呢 还能是什么意思 造尸呗 他要在监狱里面造一个乱世 孙胖子对着天花板吐了一个烟圈之后说道 刚才听你说的 那个人借长解放的嘴说过 还有个他要来 只要这个他来了之后 借着这个乱世 那个用长解放嘴巴说话的人才能出去 这是监狱 除了犯人之外 还有谁想出而出不去的呢 孙胖子的话 说的萧和尚这两只眼睛都开始放光了 他抬头看着大铁门的位置 沉默了片刻之后才说道 小胖子 你是不是猜到这个害死长解放人是谁了呀 孙胖子看着萧和尚的样子摇了摇头说道 哪有这么快 不如我说 我还有一个事情 没有想明白 为什么最近刑满释放的人会被分尸呢 这些人应该是出去找他来救那个人 被分尸说是杀人灭口吧 还能说得过去 但是这么多人都被杀人灭口 那个人为什么还没被他揪出去呢 这句话说完 萧和尚的眉头也皱下来 他们俩一时半会都没想明白 不过外面的天色已经慢慢的黑下来了 转眼到了晚饭的时间 因为煤气管道正在抢修 现在做不了饭食 无奈之下监狱长派人出去采办回来大批方便面之类的东西 每个街号配一把电热水壶就可以开饭了 就算是方便面也比饭人食堂的伙食好得太多了 一顿方便面吃完之后天色也彻底的黑了下 萧和尚带着西门链几个人又开始在地板上画着符咒 孙胖子依旧没有下去帮忙的意思 他坐在床上 心里面还在惦记被分尸的那几个人 就在萧和尚的符咒马上要画完的时候 铁门外穿过了一阵脚步声 萧和尚的门马上停手 这时门外传来了云飞扬的声音 你在这等着我去叫他 话音刚落云飞扬已经打开铁门 走进来之后看着孙胖子说道 孙胖子啊你出来 帮着他去其他监号 把电水壶和吃剩的餐具收回来 快去快回啊 这还给你安排的别的活 孙胖子抬头看着云飞扬 而云飞扬脸上也露出来无奈的表情 做出首饰示意 这是监狱大队长的意思 本来这活也就是他和门外的老头子做的 如果云飞扬帮他推掉的话 反而会引起怀疑 孙胖子无奈的答应了一声 随后先将自己三十六监号的水壶跟餐具拿了出去 放在老头子的小推车上 收了七八个监号的餐具之后 两人的小推车就快满了 只能先回厨房轻一遍 还是因为没有煤气的缘故 现在的厨房里面空空荡荡的 孙胖子将车里面的东西清洗干净之后 也不着急走了 先打开冰箱 在里面扒了半天 最后找出几节已经熟透的风干香肠了 孙胖子倒是没有吃毒食的意思 先放进自己嘴里一根香肠 剩下的分两半 一半给了旁边的老头子 老头子看着就算是被蒸熟 也还是硬邦邦的香肠叹了口气 摆摆手说道 哎不行了 我可没有你这么好的牙口 这东西啊我也能看看也就吃足了 听到老头子不要 孙胖子马上将全部的香肠都藏在了自己的身上 同时对着老头子说道 哎冰箱里头有鸡蛋 哎可惜没有火 要不然呢就给你做辣鸡蛋了 老头子笑了一下说道 哈哈哈哈哈哈 还是你好啊 看着马上就要出狱了 出去以后啊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孙胖子打了个哈哈 对着老头子说道 嘿嘿嘿 只要是能出去就都一样 哎对了 不是我说啊 外面有没有让我帮忙的事情 你别客气 尽管说 这时候老头子的脸色有些扭捏 他对着孙胖子陪了个笑脸说道 嘿嘿嘿嘿 我还真有点事情要麻烦你 在外面有个好朋友 只不过他一直都不知道我在苦瑶待着 你能不能帮帮我出去之后帮我找找他 然后告诉他我在这儿让他有空的时候吧 来看看我 嗨 这不小事情吗 你说你干嘛这么客气 孙胖子冲着老头笑了一下 他的眼睛已经眯成了一条缝 刚进监狱的时候 他就有些怀疑这个老头子 看来这只老狐狸的尾巴终于要露出来 老头子也赔了个笑脸 正准备在客气集聚的时候 脑后忽然想起了一阵破空之声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一阵凉意从他的脖子上划过 老头子不由自主的啊了一声 眼睛眨了一下 等他再睁眼睛的时候 脑袋已经和脖子分了家了 直到老头子伸手两份 枪子里面的鲜血喷了孙胖子一身 他也没有发现是谁把老头子的脑袋砍下来的 不过这时候的孙胖子已经快速的掏出手枪 后背靠着冰箱 几乎就是以连发的速度横着 对着老头身后每隔二十公分的位置就打了一枪 啪啪啪 就在第三枪打出来的同时 并没有像上两发子弹一样打在对面的墙上 而是发出了一声闷响 随后距离老头子身后一步的位置 空气中的景象忽然扭曲了去了 这个扭曲的位置只是停顿了一下 看着就像是被定格了一样 片刻之后便向孙胖子的位置移动过来 嘿嘿 藏这儿了是吧 孙胖子也用不着客气 把剩下的子弹一股脑的打在扭曲的空气当中 可惜由于掌心雷的弹匣限制 子弹很快就打完了 这个扭曲的位置只是被打得后退了几下 然后又慢悠悠的向着孙胖子这边走了过 孙胖子顾不上更换弹匣 他将手枪咬在嘴里 然后跳起来抓住冰箱底部 身子使着向下这么一沉 双手一较劲把整个这大冰箱就给拉下来 空气扭曲的位置 连同伸手两分的老头子一起就被砸在冰箱底下 这时候的孙胖子才换了弹匣 枪口对准冰箱下面 厨房是一个比较空旷的物件 这几声枪响传出去 老呀 只是片刻之后 这外头也传了一阵急冲冲的脚步声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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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开枪啊 自己人 我是公安局进来套情报的 你们监狱长可以替我作证 孙胖子把手枪举过头顶 慢慢的转身 这种场合也容不得他几日 后面狱警冲过来一手打掉他的手枪 随后马上就有人把孙胖子摁倒在了地上 背着双手给他手上就戴上了手铐 孙胖子被手铐勒得是呲牙咧嘴 给狱警提着 从地上站紧之后说道 我说下手能不能轻点 都说了 你们监狱长能证明我的身份 我说您各位谁用队长喊一声啊 闭嘴 为首的一个狱警 呵斥主孙胖子说道 别废话啊 是不是警察 我们不知道 不过你开枪杀人呢 是跑不了了 这名狱警说完之后呢 转头对着自己的同事说道 把这冰箱拉起来 看看下面是谁 还有救没救 两名狱警合力把这冰箱抬了起来 就在这冰箱底下的景象露出来的一瞬间 老头子的尸手上忽然之间是火光一现 就听呼的一声 老头子的尸手上瞬间燃起它 抬冰箱这俩狱警没防备 条件反射就把手松开 砰的一声 冰箱再次砸到这老头正在着火的尸手里 孙胖子趁着刚才抬起冰箱的时候就往底下看了一眼 本来那处空气扭曲的位置已经恢复了正常 除了一些冻肉之类的东西散落一地之外 就只剩下这个被火烧的霹雳啪啦的尸手 幸好事发地是在厨房 当下有些狱警也顾不了许多 找来锅碗瓢盆接水 熄灭尸手上面的火焰 那个东西跑了 孙胖子趁乱在四周寻找 这时候哪儿还找得着刚才的扭曲的影子 反而预警认为孙胖子的举动有想逃跑的险 掏出警棍对着孙胖子后背上去就这一下 就在他准备再来第二下的时候 后头有人上去啪一下就踹了一脚 都告诉你是自己人了 还下手 说话的正是监狱长 刚才孙胖子喊自己人的时候 他人已经就在门外了 只是进来的时候呢 正好赶上冰箱下面的老头子找火 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冰箱那边 反而是没人注意到监狱长已经到了 在孙胖子面前被监狱长踹了一脚 预警这脸上多少有些挂不住 当下低着头呢小声嘀咕 嘻 就算他真是警察 也不能在监狱里头持枪杀人吧 还把人给上 这什么呀 这不就是毁尸灭迹吗 怎么着 就你话多 刚才他开枪的时候 你看见了 监狱长做事 又想再踢踢一脚 但是这么多人在旁边看着 又不想自己的手下太下不来台 也就是比划了一下之后 接着说道 还有刚才这把火烧起来的时候 他离那边十几米远 你们呢 眼睁睁在一边看着 看见他点火烧尸体了吗 虽然监狱长这话也不是不能犯的 但是毕竟自己呀 还在人家手底下混饭吃 最后这预警呢 搭了这脑袋也就不再说话了 监狱长向预警要了钥匙之后 亲自给孙胖子打开手铐 重获自由的孙胖子在监狱长的耳边说道 把我的人都叫起来 让你的人赶紧出去 监狱长看了孙胖子一眼 脸上有些发苦的说道 那个 这事闹这么大 我怕兜不住啊 他这话还没说完 就被孙胖子打断 孙副局长指着冰箱底下还着火的尸首说道 不如我说啊 如果晚了 就不是我能控制得了的了 这个 只是第一个 然后还有第十一个 第一百零一个 第一 孙胖子这是十倍十倍的加码 谁也受不了 刚过一百 监狱长这冷汗就下来 最后的一咬牙回头对着自己人说道 那个 现在这案子啊 已经移交给上级机关的孙德胜同志了 你们呢 先对出去 继续回到原来的岗位上 做你们自己的事儿 监狱长这几句话说下来 众狱警脸上的表情都有些怪异 现在这个姓孙的胖子嫌疑最大 回避不回避的先放在一边 你能把整个案子都移交给他们 刚才那个给孙胖子一下子的狱警 低着头小声嘀咕道 看吧 把现场啊给嫌疑人了 我们一走 人家就开始销毁成就了 监狱长看到没有人有出去的意思 孙胖子呢 就在旁边斜着个眼看着 监狱长是脸色微微一红 再次吼到 怎么着 都不听见了 现在马上出去 要不要我再说一遍 第三遍就不是这种说法 看到监狱长是真动了肝火 这些狱警呢 再开始陆陆续续的走出了厨房 监狱长呢 是最后一个离开了厨房 只留下孙胖子自己呆在这里 他先将自己的手枪捡了起来 然后拉了把椅子坐下 眼睛直勾勾看着冰箱底下已经烧成焦炭尸手 过了不多时 监狱长就将萧和尚他们带了起来 见到这样的场面 就是见多识广的肖和尚都是眉头一皱 刚才监狱长呢 也没有跟他说清楚 说不得只能找了孙胖子打听刚才的情况 就是这种情况啊 这肖和尚也没忘了调侃进去 小胖胖 你这是把谁给烧了呀 这是长能耐了呀 都知道还手了 不是以前和小辣子一起被追得到处都跑的时候了 哎呀 不是我说呀 能跑 你以为我不跑啊 孙胖子的眼睛又对着地面上的交尸 没好气的说道 这里是监狱好吗 我只要一跑出去 身上啊 就得一身筛子 这几句话说完之后 他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向着萧和尚说了一遍 他们两个说话的时候 西门链几个人呢 已经抬起了冰箱 开始勘察尸首 萧和尚眼睛看着交尸的形状说道 好好的一个人怎么烧成这样呢 说到这里呢 萧和尚看着孙胖子的表情有些怪 他回头有意无意 看了一眼带他们进来的监狱长 监狱长明白萧和尚的意思 他很是识趣的找了个借口 离开了这里 看到监狱长走了之后 萧和尚又将目光对准孙胖子说道 都是自己人了 有什么话就说吧 再不说一会到了时辰 夜走鬼要是闹起来 那就真没有所话的死后了 孙胖子看着地板上的交尸 但是尝出了一口气说道 唉 这老家伙呀 叫刘成 分尸案之后 我就查过小北监狱 所有犯人跟御警的 嗨 嫌疑最大的 就这老家伙 小北监狱里头 没有重罪的犯人 但是这刘成是意外 当初这座监狱建成之后不久 刘成就被关了起来 但是他刚刚进来的第二天 就想要越狱出去 结果人呢 从监狱墙面上摔下来 摔断了几柱 在床上躺了小三十年 哎呀 不知道他吃了什么东西 躺了小三十年之后呢 前几年吧 竟然从床上爬起来 因为他年纪不是太大吗 又走不快 监狱里面照顾他 才让他自由一点 做点容易点的活 说到这儿 孙胖的顿了一下 牛脸看了一眼 萧和尚说道 原本这个老家伙的嫌疑最大 现在看起来啊 嗨 我们要从头来过了 萧和尚是半路过来的 他没有想的太多 但是也没想到孙德胜之前 会做出这么多的功课 听他这么一说 老萧大师也是喘了一口粗气 忽然就想到了一个问题 像孙胖那么大 哎 那么这流程当初是怎么进来的呀 查着这个呀 兴许能查出什么来龙去脉 孙德胜难得苦笑了一声 对着萧和尚说道 嘿嘿嘿 这个啊 谁都查不出来了 萧和尚没听明白孙胖子的意思 怎么就查不出来了呀 去司法局调卷宗呢 要是这么容易就好了 孙胖子有气无力的坐在椅子上继续说道 所有跟刘长有关的档案 就在他被关进来的当天被收缴到了一起 然后就全部无影而飞了 司法局还来人询问他本人 他就装作越狱的时候摔坏了脑子 装失忆什么都想不起来 这时候西门链跟熊曼一哥俩走了过 尸检是法医出身老莫的 有老莫在这儿 他们两个根本就插不上手 也就是看了两人 老莫嫌他们打光就把这哥俩摇着过来 正好把孙德胜的话听得清清楚楚 这时候熊曼一就说道 现在这嫌疑最大的都死了 那咱后头这事咋整 孙胖子抬头看了熊曼一眼说道 先把今天晚上这事忙完了再说吧 这都快十二点了 这怎么杨硝还没有动静呢 最后这一句话 孙德胜是看着肖和尚说道 杨硝没有出现 肖和尚却没有一丁点意外的意思 迎着孙胖子的目光看了一眼之后 老肖大使这说道 你看我啊 什么意思啊 这还没到十二点呢 你担心什么呀 只要杨硝十二点钟之前来了呀 那就不算晚 他这话刚说完 老莫那边就有了结果 你们过来吧 今天这事有点意思 听老莫这口气像是发现了什么 等孙胖子他们过去之后 看到地上的景象之后 差点把刚才吃的方便面再吐出来 就这么十几分钟的功夫 刚才地上躺着的这具胶尸已经是骨肉分离 一层一层摊在地板之上 见到了地面上那一大摊东西之后 肖和尚的脸色就开始发白 身子也不住的打画 目光转到老莫的身上 尽量不像地板上那一大摊东西上面看 倒是西门链和熊曼一只哥俩 跟老莫接触的时间长了 对这样的情形多少有了一些免疫力 就这样也不敢太仔细往老莫手上看 老莫啊 不是我说啊 要不是知道你底下啊 就凭你这手艺 我绝对把你放在流程前头 第一个怀疑就是你 不过下次你再施展手艺 能不能事前通知一声 让我们有点思想准备啊 孙胖的这还是不久之前 见识过被分尸的现场 有了那次经验打底 现在才不至于当着萧和尚的面出丑 老莫这儿微微一笑 一边将手术刀擦拭干净收好 一边对着孙胖的说道 孙巨啊 你确定这个叫刘成的是刚死的吗 得到了孙胖子肯定的答复之后 老莫低着头看了脚下这一滩东西 笑了一下 随后将目光重新对准了孙胖子说道 那么这就有点意思了 虽然尸体被烧焦了 看不出来尸斑什么的 但是从内脏的程度来看 这个流程起码死了五个小时 他的致命伤口不在脖子上面 而是在这上面 说话的时候呢 他用在厨房里面捡到的一根筷子 插在已经被分离出来的心脏上 将这颗心脏挑了起来 举在孙胖的面前 让他看得更清楚一点 就见心脏上面有一个烟头大小的伤口 这个伤口的边缘已经变色 看着就像五个小时之前 心脏这里被一根赤红的铁条插了进去 看到心脏之后 孙胖子也忘了恶心 愣了会儿神之后 他忽然对着老莫说道 哎 哎 你再查查这个人的脊柱 看看有没有救伤 老莫这儿直接回答道 这个已经看过了 可惜那个部位被火烧得最厉害 已经判断不出伤患的时间 不过脊柱的部位 还是能看出骨折错位的痕迹 按道理这样的伤 绝对没有可能从床上爬起来 他的脖子以下都不会有知觉 就算爬 他都不可能爬过来 脊柱有伤 听到老莫的回答之后 孙胖子稍稍有些失望 这时老莫接着说道 死者这脖子是被一种异常锋利的工具瞬间斩断 不过就是因为他已经死了五个小时以上 才没有出现组织被切断之后出现的肌肉痉乱 说到这里的时候 老莫顿了一下 他又用筷子夹起了一个小小的金属片 上面密密麻麻的刻着摆设来个符文 雕刻之后还有红色的朱砂描了一遍 这个是在死者的腹部发现 那个部位有缝合的痕迹 我推测应该是这个刘成在活着的时候 就被埋进去这个小白眼 然后才把他杀掉 刘成死后的湿气都被吸引在身体里 所以晚上他过来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发觉 这奶奶的 这事好像越来越乱了 孙胖子骂了一句 随后看着肖和尚说道 小大师啊 这事你怎么看 看不看哪 这都是一个死人 又活不过来了 肖和尚这说道 先故活人吧 时间差不多了 往回走吧 等熬过今天再说 这人是怎么死的吧 自打刚才看见地上的一大滩东西之后 肖和尚就是强咬着牙尖着下来 随着流成肚子里的符咒金属片被取出来之后 满屋子的血腥气直冲肖和尚的脑子 这里的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 只怕到下一分钟 他就会忍不住吐出来 行吧 那先故活人吧 看到肖和尚脸色煞白的样子 孙胖子的心情却好了不少 不过还是不敢轻易的放过这个老家伙 哎 刚才你还没回答呢呀 杨肖到底什么时候来 哎哎哎哎 别装都捂着嘴跑啊 这事你可还没说清楚呢 十二点钟之前 杨肖到底能不能来 等回到三十六尖号的时候 孙胖子才发现 他走了的这段时间里头 周围几个尖号里面再次空了 问了才知道 还是肖和尚找了监狱长 按照昨晚的形式又来了一遍 而且尖号已经是大变样了 地上和墙上满是用红色朱砂笔画的符咒的阵法 再例如门口和墙角的位置 已经贴满了符纸 这些活基本上都是云飞扬做的 孙胖子他们进来的时候 云飞扬正累的躺在床上喘着粗气 难怪刚才没有看见 孙胖子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显示 还差二十多分钟 就要十二点 刚才在厨房里面是找肖和尚的便利 但是现在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还没有看见杨潇出现 心里面就真的有些没底 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 耳东水兽 波音 小传说书 第十四集 杨潇到 看着时间 越来越向午夜十二点靠拢 这时候 萧和尚脸上的表情也开始变得有些不自然 这次不用孙胖子开口 他已经从暗格里取出来手机 十几个电话打出去 都显示的是您所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孙胖子笑咪咪的看着萧和尚说道 萧啊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杨潇去香港找马销林 以他的本事分分钟就能搞定 带着鱼款回来吧 不是我说 现在呢 你可别告诉我 杨潇是拿着你的鱼款跑路了 还是杨潇打算走着从香港回来 萧和尚这时候已经顾不上孙胖子 他继续不停地拨打电话 但是始终打不通杨潇的电话 就在萧和尚的电话快折腾到没电的时候 一边拿着手枪紧盯着门口的西门链 或者说道 哎 十二点了 西门链的话说完 三十六尖号里面一片激情 所有的人都看向门口的方向 萧和尚将终于没电的电话扔到了地上说道 没事儿 开始那一打我们还能对付 我就不信了 再给杨潇一个小时 他总该回来了吧 萧和尚的话说完之后 西门链他们几个人都是深吸力高气 紧握着手枪看着门口的位置 只有孙胖子将手枪摆在床上 又将一把明晃晃的短剑掏出来摆在手枪的旁边 眼睛眯成一条直线 就这么似笑非笑的看着萧和尚 转眼之间已经过了昨天第一只夜走鬼鬼煞出现的时间 他和第二只夜走鬼江鱼被萧和尚丢在了地下被封印的地方 按时间推算早就应该出现了 为什么到了现在一点动静没有 随着时间慢慢的流逝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 门里门外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不知道下面到底出了什么事 萧和尚跟西门链他们几个这心都快要跳出来 就连孙胖子这时候脑门上也都溅了汗 眼睛开始紧盯着门口的方向 眼看着时间又过了一个小时 孙胖子终于忍不住 向着萧和尚说道 小大师啊 这中午除了煤气管道炸了以外 你还炸什么了呀 不是我说 不是把地脉炸了 把封印炸进地脉了吧 他这话刚说完 就听见门口这儿终于响起了一阵声响 这声音是越走越近 前两天的鬼煞跟江鱼出现的时候都是无声无声 现在出现这么大的动静 外面夜走鬼的来势肯定不小 不会是绕过前几个直接上了一boss吧 所有人都不将希望寄托在符咒和阵里 包括孙胖子在内 所有人都把枪口对住门口 就听见这响声越来越大 一个身穿灰白色衣服 一头白发的年轻人就走下来 看到众人之后呢 有些腼腆的笑了一下说道 你们还没睡呢 试问除了杨潇之外 还能有谁在这时候进来 见到杨潇之后啊 几乎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萧和尚直接坐到床上说道 哎呀我的天哪 下次再有这样的事啊 我也不求你早到 起码你得争点不是 你也不出来 夜走鬼也不出来 等到明儿早上啊 这屋里头就没活人了 我是急死的 这哥几个被吓死的 听到萧和尚的话呢 杨潇这儿抿嘴一笑 走过来的时候 却被孙胖子笑嘻嘻地拦住了 老家 嘿嘿嘿 老杨啊 忽然间想起一事 还记得在辣子老家小清河地下那次吗 那次你假扮成辣子 跟我跟我说句说说句什么来着 杨潇看着孙胖子笑了一下说道 你还真是孝心 不过那次我明明假扮的是你啊 后来被沈拉拆穿了 怎么样可以证实我不是假的了吗 孙胖子哈哈一笑说道 嘿嘿嘿 我什么时候怀疑过你啊 不是我说 我就是忽然想起了那次啊 哎 好像是谁说的 让我给你介绍对象来的 这个一定要好好了解一下 怎么样也得找个命英的 孙巨长 你们这要是客气完了 咱是不是该说点正事来 西门链打断孙胖子的话 他和熊万一几个看见杨潇出现 远没有孙胖子和萧和尚那种亲切的感觉 只是在一旁冷眼看着 自打二世主任邱不老 在杨潇手底下吃亏之后 二世就有了跟杨潇保持距离的传统 而杨潇也不在意 他也习惯了二世的人这种表情 脸上依旧是他那略带腼腆的笑 谁能相信当初将整个麒麟市闹得鬼哭狼嚎的人 会笑得这么腼腆 听到西门链的话 萧和尚倒是不以为人 他看着杨潇说道 你耽误这么久才过来 和下面的叶走鬼有关系吗 把叶走鬼赶回封印里了 这种封印损坏到这种程度 整个民调局里的 除了无人敌之外 也怕只有你才能修补 杨潇跟萧和尚对视了 然后马上就把眼神错开 笑了一下之后 杨潇说道 你猜对了一半 我倒是下去了一趟 只不过那个封印损坏得太严重 就算能修好也坚持不了几年 我实在是懒得费这个力气 就让他慢慢风化吧 这话说完 萧和尚脸色就是一变 他脸上刚刚露出来的笑容 便已经开始僵硬起来 什么玩意啊 你没修补封印 那下面的夜走鬼呢 你卸了封印的阴气 把他们都放了 说到这儿 萧和尚自己先吓得一激 马上牛脸对着孙胖的喊道 小胖长 马上连接高脸 以这里为中心 方圆二十公里 不 三十公里 算了 五十公里的范围内全部封锁起来 民调局还有谁都一起拉过来 让他们早点过来 那天亮真 萧和尚对着孙胖子大喊大叫之时 杨萧就在一旁笑眯眯的看着他 孙胖子两边看了一眼 然后装模作样的咳嗽了一声 眼睛看着萧和尚 但却时不时呢飘向杨萧这样 萧顾问这才反映过来事态的发展 可能跟自己想的不太一样 这时候杨萧才继续浅笑着对着萧和尚说道 过来之前我回了一趟民调局 高局长亲自指示的 这一次要一劳有意 之后百年之内都不能再有叶走鬼这样的隐患 刚才我下去之后就让叶走鬼绝了根 这话说的萧和尚眼皮之跳 他结结巴巴地重复了一句杨萧的话 让叶走鬼绝了根 你把他们都解决掉了呀 就刚才那一会儿 这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 杨萧又是一笑 露出他那一嘴跟发色配套的牙齿说道 说实话本来也不是那么容易 虽然我的术法克制叶走鬼 但是想要彻底绝了他们的根 起码要提前准备一个月 才有可能除了这叶走鬼 话说到这儿 尖号里面已经变得静悄悄的 里面所有的人都在支愣着耳朵 听杨萧继续说下去 杨萧把握说话的节奏恰到好处 说到这儿他蹲了一下 冲着萧和尚孙胖子众人的方向笑了一下 不过这个笑容在孙胖子和萧和尚看来 已经不能说是腼腆 简直就是臭表脸 杨萧忽然把目光转到孙胖子身上 冲着孙副局长笑了一下之后 说到 嘿嘿 之所以这么顺利是因为我带来了帮手 杨萧的话让孙胖子心里都更没点了 他心里面出现另外一个白头发的人 孙胖子几乎是脱口珠 不是把你们无主人也招来了 提到了无人敌 杨萧脸上的表情变得庄重见了 向着孙胖子正色的说道 这样的事情我来做就可以了 怎么可能劳烦吴主人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 萧和尚和西门链几个人的眼睛 都直愣愣的瞧着门口的方向 像是看见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杨萧这位置正好挡在孙胖的面前 就在孙胖子纳闷 杨萧带了什么帮手的时候 杨萧身后慢悠悠的走出了一条毛色灰白的大狗 大狗身后跟着一只从头黑到脚的黑猫 正是民调局守大门的尹白和杨军养的那只黑猫 尼 尹白还是那个懒洋洋的脾气 走到孙胖子脚下之后就趴了下去 连尾巴都没有咬几下 意思意思 倒是黑猫见到孙胖子之后露出他这一嘴的小黑眼 冲着孙胖子轻轻叫了一声 念 看见这一猫一狗之后 孙胖子和萧和尚他们就明白杨萧的帮手是谁 小和尚开始拍着大腿后悔当初过来的事 怎么就没牵着尹白呢 看他的意思 只要尹白在身边 哪怕是他这样的能力 也要本事把夜走鬼事连根拔起 听了他的话 杨萧也只是笑了几下 也没有反驳萧和尚话的意思 就在尹白趴在孙胖子的脚下之后 他的头顶上忽然出现一个圆滚滚的小东西 这个小东西在尹白的头顶上叽叽喳喳的来回乱转 却正是孙胖子养了一段时间的财鼠 孙胖子出来的时候 把他托付给欧阳偏左帮着养了几点 想不到这小东西能跟着杨萧一起过来 财鼠交了一阵之后 从尹白的身上跳了下来 然后又顺着孙胖子的裤腿一路向上爬 最后站在孙副局长的肩头 冲着下面的尹白和捏是又蹦又跳 不说我说 哎真是有心了 想不到你还把我们家财鼠也带过来 孙胖子斗了几下财鼠之后 脑海里面忽然出现了一个念头 他再次牛脸看着杨萧说道 哎 欧阳 还有个事 问问你 你到底是什么时候来的 我什么时候来的 杨萧脸上的笑容变得少许狡黠 多了一下之后 这才继续说道 就是你们都聚在厨房 在研究那个傀儡的时候 我就来 他的话还没说完呢 就被孙胖子和萧和尚两人一口同声拿道 你说厨房里的尸首是傀儡 后面的老墨也开口说道 等一下 这个不可能啊 死者死了一段时间没做 但是他不可能是傀儡 我亲手解剖他 如果他是傀儡的话 第一个知道的应该是我呀 杨萧点了点头说道 你解剖的傀儡是没有错的 制作傀儡那人的手艺不错 他是拼凑了几个死 才制造出这个傀儡的 虽然没有任何攻击力 但是拿出来哄你们上钩 这个也算是不错的 孙胖子表情有些怪异的看着杨萧说道 你这是跟着老吴太久了 啊 被他带坏了呀 听到孙胖子这么说 杨萧反而微微的叹了口气 眼神在孙胖子众人的面上扫了一遍之后 再次说道 你们还是一点都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的吗 老墨这儿撇了撇嘴说道 我也干了十几年的法医了 这个看着绝对不像是贵 老杨说的呀就不是傀儡的事 孙胖子打断了老墨的话 他先看了看杨萧 又将目光转到萧和尚的身上 接着说道 不是我说呀 太近 外面近的有点不大对头啊 萧和尚和他对视了一眼之后 转眼看着门外 片刻之后呢 又皱着眉头看向杨萧说道 外面的生气都消失了 刚才我还以为这是你干的呢 如果是我 就不会这么做了 说到这儿 杨萧脸上的笑容变了 虽然还是在笑 但是笑容里面已经掺杂着邪气 孙胖子心里头一个恍惚 仿佛当初麒麟市十五层大楼的那个杨萧又回来了 杨萧这儿呢 接着说道 刚才我进来之后 外面那些人的一魂二魄都被吸走 萧和尚的眼皮没有规律的跳了几下 随后对杨萧说道 傻儿啊 哪些人呢 除了我们这间屋子之外的所有人 杨萧这儿笑着说道 就是在我们说话的这段时间里 看来外面的这个人可比下面的夜走鬼好玩多了 说完之后 杨萧转身向着门外走去 一边走着 一边说道 我什么时候回来 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出去 如果天亮我还没有回来的话 说到这儿 杨萧停顿了一下 回头看了尹白也说道 就把尹白放出来 他能找到我 趁着杨萧还没出门呢 萧和尚喊了一句 哎 带着尹白和念一起去 不行吗 萧和尚说话的时候 杨萧已经出了门口 他的声音是越走越远 他 见过抓狐狐狐狐狸只要是看见狗 就别想抓住他 杨萧的话刚刚说完 本来趴在地上已经昏昏欲睡的尹白 忽然睁开了眼睛 随后从地上爬了起来 咫着牙对着门口 嗷嗷的叫了一声 此时门外又响起了杨萧的声音 好了 我知道错了 以后再不这么说了 听了杨萧的话 尹白又重新趴在地上合上了眼睛 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尹白在民调局也有些日子 但是他的凶名在外 除了极少数的几个人之外 一般的人也不敢去招惹他 熊万一不明白他叫这一嗓子是什么意思 当下凑到孙胖的身边说道 大声啊 尹白叫这一声啥意思啊 这是给杨萧追呢 孙胖子笑眯眯的看着趴在地上的大白狗 嘴里面回答道 这是在告诉杨萧 他是狼 可不是什么狗 孙胖子的话说完 他眼白睁开了一只眼睛 瞅了一眼孙胖子 嘴里是呜呜作声 就像是在赞同孙胖子的话一样 这时候 萧和尚凑到了孙胖子身边说道 小胖子 杨萧这一出去啊 我心里头就开始憋憋扭扭的 怎么就觉得没底呢 说到这儿 萧和尚皱着眉头尝出了一口气 多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 其实啊 我心里头也明白 萧尿局里头除了无人敌之外啊 就数他杨萧了 都说二杨二杨的 不过论起真本事 杨军也未必能在杨萧之上 按说他出去就是十拿九稳 可是我这我这心里头 为什么就没底呢 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出品的 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 耳东水兽 波音 小传说书 第十五集 迷 孙胖子看着一脸纠结的萧和尚说道 不如我说啊 老萧大师 你这就是当初萧三达在杨萧手底吃过亏 这才看着杨萧不是眼 把心放肚子里啊 依着杨萧的本事 你先别说他的本事 萧和尚忽然变得有些激动起来 我呀 品出来了 咱们一笔一笔算算 那当初在大清和地下的一次他已经把三达制住 是不是 最后让无人敌给翻了盘 后来女校那次都是他的徒子徒孙啊 本来是手拿把钻的事 结果呢 又让他的徒孙给翻了盘 那最后要不是小辣子 他那次啊 就算是交代了 再加上你们去美国那次 我听过啊 他差点就弄死那个神秘人了 最后咋的了 要不是他反应快点 哎 是不是不死 也点落点残疾 你自己说说 哪次不是杨萧 不是差不多已经掌控全局的事 被人家给翻盘了呀 小胖子 他这倒霉命快跟你有一片 不行啊 以后再有死活啊 得多找杨军 不是我说啊 说他就说他 不是你 你这拉上我干什么呀 孙胖子有些不满的看了一眼萧和尚 虽然话是这么说的 但是现在孙胖子的心里头也没底 细想想杨萧之前的经历 还真跟萧和尚说的一样 不如我说啊 这被人翻盘的概率也太高点了吧 要说这里面最担心杨萧的就算是萧和尚 孙胖子都只能排在第二 萧和尚的私活现在全仰仗二仰 他的私活里面替人驱鬼辟邪的还占相当大的部分 论这个 杨军真心距离杨萧老大一块距离 说来也怪啊 杨萧不走运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替民调局出头的事 反而给萧和尚出私活没有遇到过任何问题 萧和尚皱着眉头继续说道 嗯不行 今天这事啊 太蹊跷了 让他自己去真不太保险 要不然这样吧 小胖子 咱们分兵两路 带着尹白跟黑猫呢 出去找杨萧去 今天晚上啊 能不能抓住这幕后黑手 咱先放到一边 起码也要保证杨萧平安无事 孙胖子听了之后 呲牙一笑 冲着萧和尚说道 嘿嘿嘿嘿 老萧大使啊 不是我说 哎 你说啊 分兵几路来着 我怎么没听清楚呢 萧和尚出口的时候已经觉得不对了 除了引白之外 黑猫也是可以仰仗 但是这伙伤敌一千的时候 自己人也往往伤了一千 也许呢 会更多 他是那种不分敌我的 无差别攻击 还真就不是谁都能够受得了 萧和尚是老脸一红说道 嗨 那就别分了 一起走呗 人多 还不有个招应 小胖子 黑猫 你可点看好 没事 可别让他乱叫啊 孙胖子没打理萧和尚 这时候他正在想办法把引白弄醒 这时候引白已经睡着 他在民调局一般都是睡到自然性 除了无人敌偶尔把引白踹醒了 他不敢有脾气之外 还没听说民调局里的人有人敢去招惹他 孙胖子眯封着眼睛 看得睡得越发香甜的引白 哎 蹲下身子在他耳边说道 哎 无处人快来了 引白呢 没有一点反 哎 我人敌来了 引白这后腿啊抖了两下 还是没有睁眼的意思 孙胖子笑了一下 继续说道 嘿嘿 哎 你看那个 是不是污蔑 这句话刚刚出唇 引白这眼睛就睁开了 随后他身子一晃直挺挺的站起来 到处张望了一遍之后 这小三角眼睛有些无奈的盯着孙胖子 民调局里面除了无人敌之外 跟他关系最好的也就是这个孙胖子 嘿嘿嘿 咱出去走走呗 趁着不在民调局多活动活动 孙胖子嬉皮笑脸的对着引白说道 等回到局里呢 哎 我把食堂给你抱下来 给你弄一砖场 怎么样 这脸哄带骗 孙胖子好不容易把引白鼓动了前 看着引白晃晃悠悠的向着门外走出去 孙胖子最后对着西门链他们叮嘱道 我说各位啊 咱出去之后一有风吹草动 咱马上就开枪 不是我说 千万别瞎客气 外面就扬消一个自己 民调局的子弹还打不死呢 是不是 引白走出去之后呢 黑猫也站起来跟在他的后面 这段日子这一狗一猫啊 也不知道是怎么出的 现在竟然是形影不离 孙胖子中人跟在引白和黑猫的身后 不知道为什么自打从尖号中走出来之后 孙胖子上衣口袋里的财鼠啊就显得特别兴奋 他这胖胖的老鼠头露在口袋外 这黑漆漆的眼珠子滴溜溜乱转 时不时还对着空气 资着他特有的上下四排牙 就像是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事一样 顺着阳霄出去的方向一直往下走 没有多久就回到了厨房的位置 在门口路过的时候 还能看到里面那句被分割成好几层的流程 看见地上的尸首之后呢 老墨这眼神又变得纠结起来 直到现在他也不能相信 刚才解剖的尸体会是傀儡 为了让他死心 孙胖子一行人又回到了厨房里 老墨进来之后就直奔地上这一大滩尸首 他在地上捡起了一根筷子 在已经看不出圆形的尸首上 就开始扒拉起来 这次没有多久 也就是两三分钟的时间 老墨脸上的汗可就流下来了 地上这坛尸体在孙胖子等人眼中 跟之前的没有任何不同 看着还是这么恶心 怎么会这样呢 尸首怎么会变成这样 老墨盯着地上这一大滩 嘴里头自言自语地嘀咕着 孙胖子在他身后说道 老墨 这又看出什么来了 老墨转回头来呆呆地看着身后的众人说道 全变了 尸体的死亡时间全变了 没等孙胖子说话 他身后这熊万一先说道 等一下 那啥老墨呀 你说全变了 啥意思呀 这个还有变一半的是咋的 老墨看了熊万一眼说道 现在这具尸体每一层的死亡时间都不一样 看骨骼最少死亡三十六个小时 皮肤显示的死亡时间是在十一个小时之前 还有这内脏 西门链几个人是面面相聚 到底呀 还是让人家杨潇说中 尸首上每一处人体组织的死亡时间都不一样 这不是拼凑起来的傀儡 还能是什么呢 老墨呀 行了 看两眼了 知道怎么回事就得了 孙胖子说道 现在看起来啊 刘成没死 只要是抓住那个老家伙 就什么都明白了 妈的 这老东西想干啥呀 熊万一有些愤愤的骂道 你说长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傀儡 然后再亲手杀了 看见自己脑袋被自己砍下来 咋的 特别有快感呢 他是想告诉咱们 他已经死了 孙胖子看着地面上这一层一层的甲流程继续说道 看起来之前这分尸案安在他的头上 肯定是错不了 老肖大师在地下封印 估计在那儿啊 也是被他坑了一下 他这么做 只有一个目的 把外面的一个人引进来 来协助他从这座监狱里出去 孙胖子的话呢 刚刚说到这儿 就被熊万一给打断了 熊万一眼珠子一瞪 看着孙胖子说道 他真大本事 怎么的 连这座监狱都出不去啊 还要费这么大手去 要联络外面的人里应外合 按说他这本事 就算从前门堂堂正正干出去 那都绰绰有余 不是我说啊 他就算是有天大的本事 也不可能从这监狱里出去 孙胖子说到这儿 转过头来 看了看也在紧锁眉头的肖和尚说道 老乔大师啊 还记得吓到另外一个傀儡是怎么传的话 他是想找到出监狱的暗道 结果才把夜走鬼的封印破坏 现在看起来啊 这座小北监狱可不止一个封印 这么简单 就在孙胖子说话的时候 远处忽然传来了一声闷强 发出声响的位置 却不是刚才杨霄离开的方向 就在众人的神经都开始紧绷起来的时候 孙胖子口袋里头这柴鼠忽然开始躁动起来 这只大肥耗子从孙胖子口袋里穿出来 三下两下窜到孙胖子的肩头 站在制高点上 两个漆黑漆黑的眼珠盯着发出声响的位置 一边吱吱的叫着 一边在孙胖子两个肩头来回的窜来窜去 还没等孙胖子做出反应 柴鼠已经等不及了 他吱吱叫了几声之后 忽然从孙胖子肩头跳了下去 落地之后在地上翻滚几下 起身之后一条直线 向着刚才声响的方向 他就跑过去了 孙胖子这时候已经反应了过来 他先是把黑猫一把抱在怀里 随后紧紧的跟在彩鼠的后面 同时还不忘对着萧和尚 喊道 你们跟着隐白 我去看看我们家耗子 孙胖子这话还没说完 萧和尚已经跟在他的身后 这老家伙一边跑 一边回头对着西门链几个说道 你们跟着隐白走 啊 我跟着去看看去 有隐白在啊 出不了事 别看萧和尚 小七十的人 竟然没让孙胖子落下 这一老一少两个财迷 跟在彩鼠的身后 一路就跑了下去 看着两位的背影 熊万一看了一眼 懒洋洋的隐白 嘴里面对着西门链说道 我孙大官人哪 现在咋整了 跟着隐白找杨肖去 西门链大官人也是皱着眉头 看向孙肖二人的背影 听到熊万一的话之后 转头看了他也说道 看隐白的意思吧 不管他去哪 咱们在后头跟着就得了 他这话刚刚说完 隐白本来搭了下来的耳朵 忽然竖起来 他这三角眼一立 转身对着孙肖二人离开的相反方向 长笑了一声 随后向着这个方向 一路就跑了下去 西门链几个人紧跟在隐白的身后 跟孙胖子那边的距离越拉越远 西门链这几个人的事 咱稍后再说 先说孙胖子跟萧和尚 这两位紧紧跟在财鼠的身后 也是财鼠有意 让孙胖子跟萧和尚在后头跟着 才没有钻进 只有耗子才能钻进去的小洞 但就是这样 遇到各区域已经上了锁的铁门 还要站在原地 等着孙胖子先找到铁丝开锁出来之后 财鼠再继续的向前跑过去 过了不多时 孙胖子跟萧和尚跟在财鼠的身后 跑到监狱的内面 也就是白天犯人们放风的点 现在这里头黑漆漆的 显得更加渗人 进入内院之后 财鼠这速度便降了下来 他的鼻子贴在地面上不停的嗅来嗅去 这个过程大概一分钟之后 财鼠这两只后脚一用力 身子直挺挺站起来 然后这小脑袋晃来晃去 还是嗅个不停 这时候的财鼠显得有些迷茫 嗅了一阵子之后 他转头对着孙胖子的方向 冲他开始不停的吱吱吱叫 你这什么意思啊 有什么东西闻得着却看不见吗 孙胖子说话的时候 眼睛开始飘向萧和尚 老萧大师明白孙胖子的意思 他从怀中掏出了一摞符纸 随后咬破食指 用指尖鲜血挥了一遍上面的符咒之后 顺风这么一抖 符纸自然 萧和尚将着了火的符纸 顺手这么一甩啊 这张烧了一半的符纸 像是被什么东西吸引住了一样 斜着就飞出去了 就在萧和尚出手之后不久 这张符纸上本来已经烧的差不多的火 然后忽然轰的一声炸裂 就在符纸炸开的一刹 已经微弱下来的火焰 忽然大吨 瞬间变成了一个大火桥 将这个内院罩子当火头 也就在这么个时候 内院里面的景象忽然大变样 就见内院的中心凭空出现了一个大坑 一个人影扛着一把大铁锤站在坑口 借着大火球的光亮 孙胖子和萧和尚看得清清楚楚 扛着大铁锤 这位正是不久之前被人砍掉脑袋 那个老头刘成 这时候这老头子也不是之前那种哆哆嗦嗦的药 仿佛他死后重生之后 帕金森病也彻底治好 现在这老头子的身子直挺挺一动不动的 迎着孙胖子和萧和尚 嘴里面时不时的发出了一两声冷笑 见到这老头子之后 萧和尚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了去 反倒是孙胖子脸上的笑容越发灿烂 孙副局长嬉皮笑脸的看着老头子刘成说道 嘿嘿嘿嘿 老刘啊 刚才你可把我瞎着了 眼睁睁瞅着你的脑袋掉下 我还寻思着是不是得意思意思替你报个仇啥呢 嘿 不过现在回过味儿来了 你是自己把自己脑袋削下来 不然后头那扭曲的人影才是你吧 不是我说你 自己削了自己的脑袋 哎呀 你也是够扭曲的呀 说到这儿孙胖子又是呲牙一笑 断了一下之后呢 他接着说道 还有外面最近好几起分尸案子也是你的手臂 哎 我猜一下啊 你看我说的对不对 三十年前你犯事犯到特别伴手里 才把你关进来 是不是 特别伴的人在你身上下了一个类似于印记的东西 只要这印记在你身上 你就出离不了这座监狱的范围之内 当初你就是不细节 拼了命啊 往监狱外面跑 才躺了小三十年的吧 后来你醒了之后就装失忆 忙过了看着你的长解放 还趁着他不注意的时候弄死了他 把老长变成了傀儡 扔在了地下的封印那里 还捎带手破坏了封印 这个可能不是你的本意 你这就是想逃出去想封了 不过后来你应该想办法暂时堵住了封印 等到我们几个人到了之后才重新打开的门 再说说外头那些被分了尸那几 应该都是他们在刑满释放前不久 你才找着他们 就像你跟我说的一样 让他们去帮助你找一个人 只有那个人能帮你从这里出去 不过可惜的是 或许是因为你许的条件不够 这几个哥们都没拿你的话当回事 过了你们说好的日子 也没去找你要找的人 结果就这么把他们自己害了 你应该是在他们身上下了什么咒法的东西 不管能不能找到你要找的那个 只要是时间一到 他们都变成那个东西 剩下的就是我们的事儿 我们几个进来的时候 你就发现不对了 是因为这小北监狱里面 只有你一个犯人的自由度最大 我猜的没错的话 我们第一天来 跟监狱长说话的时候 你就在监狱长的办公室外头偷听了是吧 然后就把下面夜走鬼的封印打开 晚上还引着他们一路到了我家 嗨 我说吗 夜走鬼怎么早不闹晚不闹 等到我们第一天来就闹起来 而且还只找我们 尖号闹 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一文路后传 作者耳东水兽 波音小传说书 最后再说说你自己消自己这事儿 不如我说 好 开始我还真有点迷糊 本来差不多已经锁定你脑油了 可是却眼睁睁看着你的脑袋在我面前掉了一下 好 开始还以为怎么着 我小叉了 是不是我这智商还不够用了呀 好 后来我们这边又来一哥们 他说那个掉了脑袋的傀儡 我这才明白 你呀 这使的就是障眼法 不过为什么现在来这一手 我刚才猜想 你要找的那个人已经来了 你现在诈死 一是迷惑我们的视线 二就是为了你逃出去之后免除后顾之用 谁会那么认真去找一个脑袋掉了的人 好了 老刘 我说完了 现在该你补充 看着孙胖子笑呵呵的把话说完之后 刘成的脸上露出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神经 缓了一口气之后 他盯着孙胖子缓缓的说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孙胖子哈哈一笑回答道 嘿嘿嘿 我说我是亲眼见着的 哎 你信吗 刘成冷冰冰的看着孙胖子说道 那我就把你眼睛抠住 看看你的贼眼睛还看见了什么 一听到刘成要抠他的眼睛 孙胖子还故意的将眼睛睁得了大 有些挑衅的说道 哎哎哎哎嘿嘿 眼睛就在这儿 你自己来吧 不是我说还要我再走近一点吗 说话的时候呢 孙胖子还向着流程的方向慢悠悠的走了十几米 这才定住身心 就连肖和尚啊也拿不准这孙胖子到底要干什么 想拦住孙胖子的时候他已经走过去 这时候流程愣了一下之后脸上的表情有些不太自然 眼看着孙胖子一步一步的走过来 他条件反射的向后退了 等他站定之后 心里边这个恨 就这胖子有多少本事 他也是试探过 像这样的孙胖子二十个捆一起也未必能在自己手下撑够十分 现在他虚张声势的走了几米 竟然就把自己给逼退了 想想都觉得丢人 自己被关在监狱里面将近三十年 眼见着差最后一步就可以出去 现在就算挡在他身前的是满天神佛 说不得也得做做人当杀人佛当杀佛的事情 流程心念已定 当下对着孙胖子一声凝脚 他这身子晃了 随后他身体周围的景象忽然扭曲了一下 紧接着孙胖子跟萧和尚聊 眼睁睁看着流程消失在自己的视野之中 几乎就在流程消失的同时 孙胖子扯着嗓子呀 就喊了一声 捂住耳朵 话音刚落 他就把怀中一件黑漆漆的事物向着流程消失的位置置过去 这件事物在孙胖子出手的一刹那发出了一阵撕心裂肺的叫声 孙胖子扔出去的正是那只完整版的孽 黑猫 孽这一声惨叫之后 就听见孙胖子身前身后发出两声闷响 就在孙胖的面前五六米的位置 流程忽然现身倒地 就像是被什么人重重的摔在地上一样 倒地之后就开始不停的抽搐起来 而后面倒地的那个正是肖和尚 虽然听到了孙胖的一声提示 但是黑猫的惨叫声是接踵而来 等到肖和尚这刚把手抬起来 还没接触到耳朵的时候 他已经脑中一片空白的就倒在了地上 开始仰角风一样就抽搐进来 看他那抽搐的姿势几乎跟流程是一模一样 孙胖子这边也好不了多少 就在将黑猫出手的同时 他马上扯回双手捂住了耳朵 孙胖子之前有过几次经验 在握住耳朵的同时 他还咬破了舌尖 一阵钻心的疼痛盖住了黑猫的惨叫声 虽然他是唯一一个还站着 但就是这样也是亮亮强强 缓了好一阵子 心里头砰砰之跳的感觉才算是平行 孙胖子擦了擦嘴角流出来的鲜血 看了一眼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流程 又回头看了一眼和流程一模一样的萧和尚 孙胖子叹了口气 搭着舌头说道 哎 让我让你握着耳子呢 哼 我听这领导药 这时候已经顾不上萧和尚 孙胖子先走到流程的身边 掏出了无人敌出品的短剑 不过犹豫了一下之后 他还是把短剑收起来 直接把脚下这大铁锤抄起来 看着眼球已经转到他身上的流程一眼 大着舌头说了几句 大概这意思是说呢 你可别怪我行啊 刚才是想把你这两条腿砍下来 我还是存了善心的 怎么说也把腿挂在你身上 不是我说呀 骑马以后坐轮椅什么的 他看着也好看不是 话音刚落 孙胖子举起大铁锤 对准流程这两腿关节各自来立下 流程真心 一声没坑 只不过两眼一翻板 嘎一声 嘴巴里头不停的有白沫子冒出来 然后整个人就昏死了过去 查看了一下流程的伤口 确定他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之后 孙胖子这才回声向着萧和尚走去 按照杨军给的法子将萧和尚弄醒 刚才萧和尚虽然一动不动的倒在地上 但是孙胖子怎么对的流程 他看的是一清二楚 想不到平时嘻嘻哈哈的孙胖子下手能这么狠啊 再跟孙胖子目光接触的时候 萧和尚多少有了些惬意 孙胖子倒还是嬉皮笑脸 除了舌尖被咬破 说话不怎么利索之外 和之前的孙副局长也没有任何区别 孙副局长将昏迷不醒的流程拖到了萧和尚身边 随后搭着舌头 安慰间调笑的萧和尚进去 就在这个时候 远处大坑那边传了一阵吱吱的叫声 孙胖子和萧和尚同时就看向他了 就见到一个圆乎乎的小肉球正站在大坑边 见到孙胖子和萧和尚注意到了他 小肉球一转身跳进了大坑之中 哦 那里头有东西 孙胖子和萧和尚一溜小跑来到大坑边 就见里面黄瞪瞪的一片 一个有正统八仙桌几倍大的金台出现在坑中 之所以说他有八仙桌的几倍大 是因为还有一部分埋在土里没有显露出来 不过就是这样 也够让孙胖子和萧和尚二人头晕目眩了 当下这俩人是不管不顾的跳进坑中 到了坑底仔细查看了金台之后 才发现上面密密麻麻的满是一种孙胖子看不懂的文字 而且金台的忠心布满伤痕 其中几处打得狠的已经出现了军列 几十道军列的纹路将这金台分成了块 那只胖乎乎的小财鼠在金台上面来回的穿梭 嘴里面兴奋的不停吱吱叫着 萧和尚从军列处抠出了一块碎金 借了孙胖子的打火机蹲在地上 低着头借着这个光亮 翻来覆去对这块碎金看了半声 等到他查看完毕抬头的时候 乐的嘴角都已经咧到耳根子了 不过这时候孙胖子可笑不出来 他咬着牙对萧和尚说道 你脑子给一蹭个话 是不是真金 衡测怎么样啊 真金 嘿嘿嘿嘿嘿 真金 就没见过这么真的金 萧和尚说到这里之后 哈哈的一阵大笑 孙胖子好容易等着笑完 又听萧和尚继续笑着说道 哈哈哈哈 这个是密藏金哪 传说是格萨尔王用来封印群魔的圣物 藏文精传 可惜现在被打碎了 圣物呢 也就不是圣物 嘿嘿嘿嘿嘿嘿 说到圣物被打碎 萧和尚反而哈哈大笑起来 孙胖子在他旁边瞅了他一眼 孙副局长一反常态的 对这么大的一块金戈的无动于衷起来 萧和尚笑了一阵子之后 才发现孙胖子的反常之处 萧和尚有些尴尬的笑了一下 看着孙胖子说道 嘿嘿嘿嘿 小胖 不是 孙剧长啊 这块密藏金已经碎成这样了 对我们民调局来说 就没有了使用价值 就算从地下面挖出来 也只能送到文物局 这样的单位便宜他们 说到这儿 萧和尚蹲了一下 起身转了一圈 确定没有人在这之后 压低了声音 对着孙胖子说道 不管怎么说 也是肉烂烂在锅里都好 与其便宜别人 还不如便宜咱们自己人呢 趁着没有人注意看到这儿 先把土埋上 等到明天早上事情结束之后 你再编个什么理由 让监狱长把犯人和狱警暂时安置到别的监狱 不用多 就要半天 我们就可以派车把这儿的东西晕出下 说到这儿 萧和尚竟然用了孙胖子的口头禅说道 不是我说 大声啊 这面积最少两吨哪 两吨的黄金哪 哎 你忘了监狱 当初是谁造的了吗 孙胖子叹了一口气之后 给萧和尚浇了一盆凉水 缓了一会儿 孙胖子舌尖的痛处也好了很多 起码说话利索了不少 小大师啊 这么大个金鸽蛋 谁埋在里面 还要我说吗 这句话说完 萧和尚算是彻底的呆住 刚才被黄金的光芒冲垮的理智又重新找了回 看了一眼脚下的金台之后 沒錯 萧和尚常常常的探了口气 不过孙胖子呢 忽然画风这么一转 冲着萧和尚呲牙一笑说道 不然我说 先回去办正事吧 下面这金疙瘩 咱们以后再说 说着拉着萧和尚 两人一起从坑中走了出来 可能是找到了黄金 财鼠刚才有些癫狂的感觉呢 也好了很多 见到了孙胖子和萧和尚走了上去 这个小肉球也跟在孙胖子身后 飞快地爬了上去 上来之后财鼠再次窜到孙胖子的上衣口袋里 最后看了一眼里面的黄金 孙胖子将目光转到了萧和尚的身上 指着地面上的铁锹跟铁钢说道 先把这埋进来 别的事啊 咱以后再说 孙胖子的这句话 萧和尚瞬间就听出问题 他也不再废话 当下和孙胖子一起把坑边的泥土再次推了回去 将大坑就重新给掩埋了进来 虽然还能看出这冻过土 但是事情结束之后 这座监狱一定会暂时清场 处理地下枫叶以及其他的事情 下面的密葬金到时候 孙胖子一定会给他什么说法 将这大坑填平了之后 孙胖子和萧和尚便向流程躺着的地方走过去 这时候流程还没有醒过来 正爬在地上一动不动的 而黑猫爬在他的身边 见到萧和尚和尚和孙胖子走过来 黑猫才慢悠悠地爬了去 就在萧和尚准备辆小车推着他走的时候 孙胖子忽然没有任何征兆 又将那把大铁锤给抄了起来 对着流程的左手手背就砸了一锤 一颗小小椭圆形的铁珠子从他的手里面弹了出来 啊 流程一嗓子叫喊出来 同时身子弓的就像一只大虾米 由于下半身已经失去了知觉 流程虽然开始挣扎 但也只是上半身不停的扭曲 看着是说不出的怪影 萧和尚看着地上滴溜乱转的铁珠子 皱了皱眉头 嘴里对着孙胖子说道 哎呀 这东西我知道啊 叫做破魂珠 里面装着火药的和手榴弹的原理呀 只要触动开关扔出去就会炸开 和火药碎片一起炸出来的还有三十六根发针 只要被扎到魂魂破就会被钉住 肉身也无法行动 就算他走不了 爬过来 我们俩也没有好下场啊 不过你这一手也好险 这要是砸到珠子上 我们仨就得一起并鼓了 哎 不过话说回来 你怎么看出他早就醒了的呀 孙胖子盯着还在挣扎扭曲的流程说道 刚才我们下去之前他不认姿势 黑猫在他身边还敢乱动装死 不如我说 刚才大意 是不是 忘了给他搜身了 起码也得废了他这两只爪子吧 话说到这 孙胖子又是一锤子下去 流程啊 算是真正的晕死了过去 现在的流程是彻底的没有了行动能力 孙胖子找来一辆小腿车 和萧和尚一起将他抬了上去 这时候两位才发现了一个问题 要说这小北监狱说大不小 他们进来的时间段 差不多有七八成的区域还没有去过 里三层外三层的到哪找杨潇和西门链他们 西门链他们有一只尹白可以带路 孙胖子这边的黑猫刚才一声捏喊出来之后 状态就蔫了下去 至于那财数就更不用说了 他还处于刚才找到黄金的兴奋点 在孙胖子上衣口袋里头露出他上半身 还在对着密葬金的位置叽叽喳喳的叫个不停 现在这种情况 打电话显然也不是合适的做法 万一那边现在正在拼命 被孙胖子这一电话分了神 就在孙胖子打算就这么推着流程 按照杨潇离开的位置瞎转悠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地方忽然传来立场迅象 随后一股血腥之气在整个监狱中弥漫了 潇和尚掏出了一张符纸 嘴中念念有词 说了几个孙胖子完全听不懂的阴间 随后手腕怎么一抖 那张符纸呼的一下 自己燃烧起来 不过转眼之后 符纸又忽然熄灭 萧和尚手上掐着烧上的符纸 还剩下大半截 这时候孙胖子才发现 那张烧剩下的符纸边缘竟然还标注有刻度 只见萧和尚 差不多将块烧剩下的符纸贴在眼前 看了一遍之后 抬手指了一个方向 对着孙胖子说道 从这往前六百五十米 刚才那声响了 就是从那边传过来的 说到这儿 萧和尚歪头想了一下 忽然有了方向坐标 和他一时有些和实际的场景对不上号 他嘴里都喃喃地说道 往前六百五十米 那是什么地方 那是监狱大门口 看来杨潇和刘成要等的人已经在大门口对着 孙胖子看了一眼躺在小推车上 还在昏迷的刘成之后将视线对准萧和尚说道 不如我说 咱们过去给刘成那哥们添点赌呗 从这儿到大门那边一共有五道大闸 十二道小闸 也就是孙胖子有开锁的本事 要不然的话想知道那边的情况就只能是靠汉 不过就算这样到了大门口的位置也过了差不多是小二十分钟 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 耳东水兽 播音 小传说书 第十七集 监狱门口 说是大门口 其实还是在监狱里 等到孙胖子和萧和尚推着刘成赶到这儿的时候 西门链几个人手中握着家伙 守在监狱第二道入口处 外面只要走过一个一百米的无遮挡区域 就是监狱的大门 就是在这个位置 好像是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这几个人挡住孙胖子的世界 孙副局长实在是看不到这里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而尹白站在他们身边 正围着几个人慢悠悠的来回踱步 见到孙胖子和萧和尚之后 西门链他们几个主动将位置让住 这时候孙胖子才看到就在监狱长墙里面的无遮挡区域 靠着孙胖子这边近一点的正是灰衣白发的杨潇 而他对面是一个满脸满身都是伤痕的男人 由于这人身上脸上的伤势太重 被打得面目走行 已经分辨不出原本长的是什么样子 这个男人摇摇晃晃的站在地上 好像随时都能跌倒 他这两只眼睛肿的呀 已经睁不开了 眼角不停有鲜血流下来 他只能眯封着眼睛盯着杨潇说道 真的不能给我们一条生路 杨潇这鸣嘴一笑说道 刚才就和你说过了 看在那个人的份上 你要走我不拦着 不过里面的人就由不得你了 反正他也关了这么多年 早就适应了监狱里面的生活 现在你把他带出去 他可能早就不适应外面的社会了 不行 今天我一定要把他带走 男人斩钉截铁的接着说道 他们家族供养我多年 现在他们整个家族 只剩下这么一个人 我一定要把他带出去 说到这 这个男子顿了一下 身子直了直 盯着杨潇一字一句的说了最后一句话 哪怕是我从你的尸体上跨过去 这话说的可够决绝的 可惜说到最后的事 被他嘴里面的鲜血腔倒 弯着腰不停的咳嗽 这句话刚刚说完 杨潇的身后有人扑吹一声笑了出来 忽然发出笑声的是熊万一 刚才这个男人和杨潇动手的时候 他是从头看到 这个男人对上杨潇 完全就没有还手之力 每次挨了打之后就休息一下 杨潇也不追打 就这么微笑的看着 等这男人缓过来这口气之后 再说几句狠话再冲着 让杨潇在他身上脸上留下一些伤 这样周而复始的也有三四次 如果说前面几次还有一点不畏生死 那么现在这种死缠烂打的德行 就只能叫臭表脸 哎 你这又是何苦呢 杨潇看着这个摇摇晃晃的 叹了一口气 不过就在他这口气叹出来之后 杨潇的身子一晃 人已经消失在了原地 随后一连串 登登踏地的声音 向着杨潇对面男人那边就传了过去 这男人手猛脚乱截了几个声音 然后猛的一张嘴 一口腥臭的鲜血喷出来 这口鲜血出口之后 瞬间变成了一口球 这火球冲着杨潇消失的位置 飞驰而去 不过却什么都没有触碰到 直接冲着杨潇身后过去 虽然这火球对杨潇没有任何威胁 但是杨潇身后这几人可吓了一跳 西门链他们之前就站在杨潇身后的位置 这时候又加上孙胖子和萧和尚 见到火球冲着他们飞过来 众人是一哄而散 慌忙中孙胖子萧和尚和熊曼一几个人撞在立即 这现场是说不出来的混乱 眼看着火球已经到了眼前 前面就是捂着脑袋等死的孙胖子 就在这时候 尹白忽然挡在孙胖子身前 张开大嘴将到了眼前的火球吞了下去 众人还没反过来出了什么事 两股黑烟从尹白的鼻子孔里都喷了住 吞了火球的尹白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继续在孙胖子面前是走来走去 可就在尹白吞掉火球的同时 杨潇对面的男子那边也发生了变化 就见他双脚忽然离地 身子斜着向后就飞了出去 砰 一声闷强 这男人是结结实实的就摔在监狱的墙上 要说这一下子力道可不轻 把这强壮的都乱颤了几下 这时候杨潇已经出现在男人刚刚站着的位置上 男人被反弹回了地面 开始他是一动不动 任凭是谁呀 看到一个正常人被扔到墙上都不会以为这人还能够活下 但是没想到的是 过了半晌之后呢 这男人又扶着墙摇摇晃晃地爬了起来 眼神迷离地看着杨潇 好像脑子被摔坏了 只是觉得眼熟却认不出眼前这白头发的人是谁 过了老半天之后啊 才想起了这是杨潇 什么时候杨潇也学会假忍意了 男人说了一半就再坚持不住 他是仰面在道 缓了一会儿之后呢 再次摇摇晃晃的站起来 对着杨潇说道 王才几次 明明有机会要我的命 偏偏你假忍意又放了 这还是那个手上 有千百条人命的鬼道叫教主吗 让小给你一个忠告 下次直接要了我的命 要不然今天你就死在我的手上 这话听在西门链他们几个人的耳朵里 跟自杀宣言也没什么不同 欢迎收听 有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 一文路后传 作者 耳东水兽 播音 小传说书 第十八集 杨潇的逆转 说到这儿呢 男人有些艰难的抬头对着杨潇身后 看着孙胖子他们众人说道 不光是你 还有你后面那些 话说了一半就戛然而止 男人的眼睛盯着孙胖子身边 小推车上面的流程 又将目光对准了孙胖子等 您笑了一声之后说道 嘿嘿嘿嘿嘿嘿嘿 刚才就和你说过 一起破了密葬金之后 再碎了外面这十八颗球石 现在倒好 为了贪图那一点点时间 差点把自己的命都搭上 刘成虽然四肢皆被废 但是孙胖子失策的就是没割掉他的舌头 刘成仰着脸大声的喊道 罗伯恩 事到如今 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我们刘家五代单船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说什么 你也得把我救出去 顺便把这根胖子 他的话还没说完 一根漆黑的棒子就对着他腮帮的抽过来 这一下结结实实的就打在了他的脸上 没等他反过来 第二下已经再次抽了过来 这次抽中的是他另外一次脸颊 还没等他叫出来 第三下对着他的嘴巴再次抽了过来 这三下之后 刘成嘴里面除了舌头之外 再也就没什么东西了 嘿 我就说嘛 刚才好像有什么事没办 孙胖子对着杨潇那边呲牙一笑说道 不用离我们这边啊 你们继续 对了 老爷 不是我说 如果方便的话 下手利索点 监狱里面 我这和肖顾问哪 还有点事 可耽误不起 尹白斜着三角眼 瞅了杨潇一眼 随后屁股一扭一扭的走到里边 他打了一个哈欠之后 又再次趴到了地上 搭了着脑袋 没精打采的 看着罗本和赤天的一举一动 见到隐白的反应之后 杨潇慢慢的抬起了头 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罗本和赤天 多了一下之后 他拔腿就向着一人一轨的方向走了过去 肖和尚在他身后 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 杨潇 你和尹白一起上 两个对两个 他们根本就没有还手的机会 杨潇 时间宝贵啊 一寸光阴 那那那可是一寸金啊 说到最后的事 肖和尚就差点说出 里头还有两吨的黄金 你这边不完事 我那边下不了手啊 不过现在的杨潇根本就没心思在搭理肖和尚 刚才那个略显腼腆 不笑不说话的杨潇已经消失不尽 他现在是面无表情 一步步向着罗本和赤天那边就走过去了 要说刚才这火球好像是有腐蚀的效果 虽然杨潇借雪顿离开之时 已经将身上的火焰分离了出去 但是他现在每走一步 身上的衣服就像风干的纸片一样洒落在了地上 每走上几步 身上剩下的布料也就够杨潇遮羞的 肖和尚在后头看着杨潇背影是不停的叹气 惹得熊漫一凑过来就问 那啥 小棍呢 这杨潇身上都不生什么 你这看啥呢呀 肖和尚瞪了熊漫一眼 没好气的说道 看什么呀 我看他这大铜钉子呀 藏哪儿了呀 这时候 罗本已经走到赤天的身边 向着杨潇咧嘴一笑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 已经让他嘴角不停的有鲜血流出 不过罗本就像没有知觉一样 对着杨潇说道 现在是不是特别后悔了 刚才没有直接下手解决我 不过那样的机会你再也没有 你最好跟后面的人说一下 等一下你死了之后 让他们千万别反抗 除了那个胖子之外 我谁都不会难 当然 如果要是反抗 那就是另外的一种说法 对了 你们这条狗挺有意思 等一下我把他牵走 你死后不会不高兴吧 这一说到狗的时候 趴在地上打瞌睡的隐白 忽然把眼睛睁开了 抬起头了眼睛直勾勾盯着说话的罗本 他身上这毛发呢 就开始一左一左的就支了起来 孙胖子看出来了 这隐白啊是要发作 他蹲在隐白的旁边笑呵呵的说道 先等一下 让杨潇啊出了这口气 等一下我做主了 姓罗的死尸给你 不让我说啊 这就算是晚上加餐了 孙胖子的话说完 隐白扭头看了他眼 眼珠往上这么一翻 就给孙胖子一白眼 这时候呢 就听见后面小推车上一个机械的声音响了起来 没有胃口 他长得太丑 说话的是刚才牙齿被孙胖子打掉一直昏迷不醒的流程 不过发出来的却不是他的声音 正是当初第一次见到隐白的时候 他操控别人说话的时候 发出的那种机械一般的声音 孙胖子听了之后哈哈一笑 屁股一沉盘腿坐在隐白的身边 掏出香烟点上火 抽了一口之后 笑眯眯的看着杨潇的背影 自言自语的说道 哎呀 你是不是也应该有点后手 嗯 现在咱们再说罗本这边 说实话 刚才他真是被杨潇揍得不轻 目力和感知力都有损伤 要不然就算隐白也没有露出气息的本相 他也不会一点都看不出这只大白狗有问题 他现在所有的注意力都在杨潇的身上 看着这个白头发的男人越走越近 暗中对赤天就做了指示 只要到了能攻击到的范围 他和赤天马上联手攻击 所以他才忍着疼 嘴里不停的激怒杨潇 眼的这个白头发越走越近 鬼道教是以血为本 我就看看你杨潇到底经得起几次血顿 眼看着杨潇越走越近 已经到了他面前十几米的位置 罗本和赤天忽然同时原地消失 随后又是一股冲天的血腥之气在空气中弥漫起来 这股血腥之气和孙胖子之前在监狱内院里头闻到的是一模一样 就在罗本和赤天消失的同时 杨潇忽然抬起右手握成拳头 大拇指向下虚按了一下 就听见 这一声 就在杨潇身前五六米的位置 赤天陷出身来 只不过他现在上半身已经是化成了一团烟雾 双腿无力地跪在地上 原本还插在赤天身上 两根铜钉只剩下一根掉落在地上 不过赤天被炸烂之后 尹白也觉得有些不对劲 他有些烦躁地低吼了几周 随后开始向监狱退去 孙胖子等人不知道这是出了什么事 只能紧跟着这只大白狗 一直退到监狱内门门口这 硬白才算好了一点 按下大拇指的动作做完 杨潇便不再理会 已经化成烟雾的赤天 他身子往前这么一探 就像是进到另外一个区域一样 跨了一步之后 他人也在原地消失 随后就听见一阵精力的声响 这阵声响在最高峰时忽然间炸开 砰 这一声群响 杨潇跟罗本就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罗本胸口这插着一只钢钉 而杨潇心口的位置也出现了一道深刻见骨的伤口 这现身之后 杨潇也顾不得胸前的伤口 再次提起左手 大拇指就向下按了下去 不过罗本的反应也真是快 他现身之后 马上伸手将胸口的铜钉出了出来 伸手扔了出去 可惜比起杨潇按拇指的动作来 罗本还是慢了一把 铜钉刚刚出手 就忽然爆炸 一声巨响之后 罗本被爆炸的气浪掀出去五六米远 满身的鲜血就跟血葫芦一动不动就躺在了地上 这么看来 刚才把赤天轰掉一半的就是杨潇之前插在他身上的铜钉 看不出来这杨潇平时不声不响的 现在也开始玩起火药了 看着血葫芦一样的罗本 杨潇冷冷的一笑 随后回头向着孙胖叹头 哼哼哼哼哼哼 你的短剑借我 你看你这客气的 还说什么借 不是我说 拿去用去 用完了还我就成 孙胖的嬉皮笑脸把这短剑取出来 低头将短剑拔出来的时候 他有小声的嘀咕道 哎 行罗这后台 你不敢得罪 就把这屎盆子扣到屋头上 这酸盆打的 孙胖的自言自语 胡说八道的时候 尹白正抬头看着他 听明白孙胖子的话之后呢 这只大白狗的嘴角上翘 竟然做了一个笑的表情 孙胖子被他这表情吓了一跳 随后抿嘴一笑伸出食指 在嘴巴上比划了一下 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老洋 接好了 小心别伤着自己 孙胖子这一句喊完之后 抬手将短剑向着杨潇身前就甩了出去 这把短剑翻着跟头对着杨潇飞了出去 就这样的力度 杨潇还是不敢空手应接 他的手中凭空出现了一根大铜钉子 随后退后一步 眼见着短剑飞过来的时候 杨潇算好了距离 一抬手这大铜钉子尖挂了一下短剑的护手 随后手腕一翻之间 短剑绕着大铜钉子转了几圈 随后就出现在杨潇的手中 手握短剑的杨潇却并不着急动手 他看着躺在地上的血葫芦冷冷的说道 起来吧 我知道你还没死 刚才那几下你都熬得住 也不在乎再被炸一下 火药的力量没有那么大 起码现在嘛炸不死你 杨潇冷冷的说完之后 罗本的身体才动了起来 他慢悠悠的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是晃晃悠悠的好像站不住 脚下几个亮枪最后好不容易 这才是弯住了身心 这时候的罗本浑身上下已经再没有一块好 他深吸了一口气之后 哆哆嗦嗦地说道 炸药没事 伤了赤天的是混在炸药里面的佛灰 真是想不到 现在杨潇竟然连毁佛的大罪都犯了 你真是仗着白头发的能力就没有估计了吗 见到罗本那有了反之后 杨潇手握着短剑慢慢向着罗本的方向走过来 他这次走得很谨慎 时时都坐着地方 一边走 杨潇一边说道 佛灰是我借的 不多 只有这么一点 对你没什么用 不过赤天就受不了了 说到这儿 杨潇忽然停住脚步 好像是提到赤天的时候 想到了什么事情 他盯着罗本说道 刚才我就一直想不明白 为什么赤天会忽然反过来攻击我 他现在应该是没有思想的回来 被我下了禁止之后 应该只听从我的命令 没有任何道理会反过来对付主人 说到这儿 杨潇顿了一下 脸上又出现他那略显腼的笑容 接着说道 你说你找人找了三十年 为什么忽然之间就知道他被关在监狱里了 你要找的人花了那么多的心思 就是不能联络到 就在这几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这几句话说完之后 杨潇似乎又变成孙胖子 刚刚认识他是那小警察的魔力 之前赤天忽然反水对他困惑不小 杨潇纵神弄鬼一辈子 这样的事情还是第一次遇到 可以说赤天忽然反水甚至超过罗本突袭他的打击 现在忽然间想明白心中豁然开朗之雨 杨潇又恢复了之前的状态 看着默不作声的罗本 杨潇又笑了一下 他接着说道 我帮你回忆一下 前几天正好是夜走鬼重现的时候 你之所以知道你要找的人在这座监狱里 是因为夜走鬼发现了 把这两条线再理顺一下 也就是说你通过夜走鬼的眼睛看到了你要找的人在监狱里 我说的不乱吧 看见杨潇忽然停住了脚步 后面的肖和尚就是一周围 这肖顾问回过头来对着孙胖子说道 哎 我说呀 杨潇这老毛病可能又犯了 不行啊 我这心里头又开始别扭了 对孙胖子说完之后 他转过头来对着杨潇的背影还道 我说杨潇差不多得了 有什么话呀 烧周年的时候去他坟头上说啊 不行啊 都跟你说了好几遍了 那一寸光阴哪 一寸金 杨潇就像没听到肖和尚的话 他继续对着罗本说道 要是我猜的没错的话 很早之前你就已经降服了赤天 只不过你没有像我一样把它变成傀儡 而是把你的一丝魂魄跟他的魂魄融在了一起 通过魂魄的关系 可以知道赤天看到的一切 所以你才会忽然之间知道你要找的人就在这里 也知道赤天被我藏在了身体里 说到这儿杨潇顿了一下 目光一瞟 扫了只剩下半个身子的赤天 随后马上又将目光转到罗本身上 接着说道 虽然我不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这么做 但是刚才你见到我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我把赤天变成了傀儡 知道单凭你的力量不能把我怎么样 也是你够了解我 所以才不断地找事刺激我 让我把赤天放出去做替罪羊 你才有机会和赤天一起来突袭我 可惜了 只差了那么一点点 说着 杨潇顺忽然换了话题说道 我认识你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见你这么拼命地救一个人 为了一个囚犯连自己的命都能豁出去 不像是你的作风 人之将死 你不打算说点什么吗 杨潇顺忽然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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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一直冷冷地看着他 等到他说完之后 罗本才冷冷地一笑说道 想知道 那就到下面来找我 记得别让我等得太久 要不然喝了孟婆汤之后 我可就什么都不记得 杨潇微笑地看着他 一直等到罗本说完之后 杨潇才微笑着说道 那知不知道也无所谓了 你先下去 那个人可没有你这挨打的本事 看他的伤估计撑不了多久 就要到下面去找你了 在喝孟婆汤之前 有什么话你还是跟他说吧 闭眼吧 我下手快点 不会让你遭罪呢 罗本瞪了杨潇一眼之后 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因为他知道他还是逃不过这一劫 但是从他的目光当中 还是能看到那种极致的不甘心 仿佛他只要能把刘成带出去 就能再次的扭转局势一样 最后向着杨潇身后 刘成躺着的方向看了一眼之后 罗本将眼睛闭了起来 惨笑了一声之后说道 哈哈哈哈哈哈 杨潇啊 你最好手头利索点 别让那个人知道 要不然的话 今天的我就是明天的下场 哈哈哈哈 那个你就不用操心了 杨潇微微一笑说道 就算那个人要找我 也找不到我头上 找的话也是他的麻烦 好了 罗本 下辈子见了 最后一个字出唇的时候 杨潇手腕这么一抖 手中的匕首 有如闪电一般 对着罗本的脖子就飞了过去 眼看着这一剑下去 罗本就要失手两分的事 本来已经在闭目等死的罗本 忽然把眼睛睁开 宁笑了一声之后 一字一句的说道 哈哈哈哈 真的就找不到 你的头上吗 欢迎收听 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 耳东水兽 波音 小传说书 第十九集 记住我的名字 这罗本睁开眼睛的时候 已经到他耿嗓咽喉的短见 忽然当的一声 斜着弹飞出去 本来已经伤痕累累的罗本 此时伤口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正在愈合着 就连有白发这种特殊体质的阳消 伤势愈合的速度都比不上现在的罗本 就这么几个呼吸之间 罗本的相貌彻底变了 刚才那张被打之后全身肿胀的样子已经消失不见 变成了一个三十岁左右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 罗本看着脸色已经惊得煞白的阳消说道 刚才你明明有机会套走 你们鬼道教的血顿之法 我也很是头疼 你一口血喷出去 我也找不到 为什么你不逃呢 不是被我吓到了 罗本的眼睛再次睁开之后 不光是杨笑 就连后面趴着的尹白都变了样子 这只大白狗忽然从地面上窜起来 身上这毛发全部炸 咧着嘴盯着罗本的方向不停的呜呜指教 他的身子忽然往前一窜 在落地之时本来灰白的毛发瞬间变得雪白 身子变长了不少 尹白 此时变回了本乡 正是当初在腰肿之中那白色狼腰的模样 此时孙胖的众人都已经看出眼前这个罗本在眨眼之间已经换了 本来他说话的声音太小 也就是说给杨笑听的 好在身边有这么一位 稀里糊涂的就能看懂唇语的西门链 西门大官人在一边翻译着 孙胖的他们才知道这罗本说的究竟是什么 看着尹白和杨笑的变化 谁都知道 这次八成啊 又点被翻盘了 刚才有尹白坐任 最多也就是有惊无险 但是现在这情况来看 后头会发生什么 谁也不敢保证 就在众人不知所措的时候 罗本忽然又开口对着杨笑说道 怎么 能猜到罗本和赤天的魂魄融在一起 就想不到我跟罗本的魂魄也能融在一起吗 此时的杨笑已经呆住 他的嘴唇动了动 却发不出一点的声音 罗本看着他笑了一声 随后说道 呵呵呵 还不明白 罗本的性子孤僻 我就知道早晚会闯出他收拾不了的大祸 所以我预先将我的一丝魂魄融在他的魂魄里 刚才原本以为你会看在我的面子上不会太难为的 我也就没有出来的打算 想不到最后 你还是要下杀手 知道罗本的身后是我 这样就说不过去了 罗本这说完之后 杨笑苦笑了一声说道 呵呵呵 你都现身了 我还有机会用雪盾逃吗 不过有件事情要说清楚 你一直借着罗本的眼睛看着我 你也应该知道 我一直在忍耐他 要不然根本就不会给他和赤天联手的机会 他一出现 我就有机会解决他 一直没动他 就是因为忌惮您的存在 这倒是 这个我看见了 开始日你倒还是说得过去 罗本点了点头 不过之后他忽然抬腿 将杨笑横着踹飞了出去 杨笑被踹得身子离地飞出去十多米远 这才摔落到地上 起身之后一口血就吐在了地上 罗本看了他一眼说道 过来 罗本刚才可不止就挨了你一脚 你不是想这么着就算了吗 你说罗本会同意吗 杨笑低着头 慢慢走到罗本身边 还没等他脚跟站稳 也没见罗本的身子动 就听见砰的一声 杨笑的身子向前飞去 这一次的力道比刚才要强上很多 最后和刚才的罗本一样 杨笑也重重地摔在监狱的城墙上 等杨笑这摇摇晃晃爬起来之后 罗本再次对着他说道 过来 我们继续 把你刚才对罗本的事情再做一遍 这时候后面的人终于看不过去了 这性子最烈的熊漫衣跳转 暗道 干什么啊 炒作醒了 刚才那是罗本自己找死的 这是监狱 他过来解放人不枪毙就不错了 杨笑那对他也算是够人意 这要是一般人 早一枪直击给撩倒着了 你还真想把杨笑给打死 看在无人敌的 杨笑自己也没想到 第一个开口提的说话的竟然是二世代 不过等他听到熊漫衣想借无人敌的名号说事的时候 是脸色大变 对着熊漫衣好道 别说那三个字 可惜他慢了一半 熊漫衣已经将无人敌三个字出口了 跟着杨笑一起喊出声的还有孙胖 他早就看出来杨笑拼着挨打也不抬出来无人敌 凭着杨笑的性格一定是有他不得已之处 孙胖子正在后头偷着打电话想联系无人敌的时候 却被熊漫衣把这事就给搅和了 果不其然 听到无人敌三个字之后 罗本呆呆地愣了一下 随后又是一声灵笑 转过身子看着孙胖子一干人等 慢悠悠悠地说道 你们谁说的 要我看无人敌的面子 出来 我们好好说说 这个面子我应该怎么给他 熊漫依旧是再冷也知道过去 绝对没有好下场 不过听到罗本的话之后 他竟然不由自主地向着罗本的方向抬腿走了过去 西门链几个人见了大惊 急忙过来是连拉带拽拦住了熊埋 哈哈哈哈 你们拦得住他吗 罗本一声冷笑 他的嘴里头蹦出了一个声色的阴间 眼看着这一串阴间要出口的时候没有防备 他这背后忽然多了一个人影 罗本身后出现的是杨潇 刚才熊漫一把无人敌的名号爆出来之后 杨潇就明白这是要出事 借着罗本的身体说话这平生最听不得两个姓吴的名字 一个是无免 一个是无人敌 只要听到这几个连在一起的字 他要是发起慌了 周围的人不死光都不算完 之前没提到无人敌三个字还有一线生机 现在熊漫一口无遮拦的搬出吴主任这尊大神 反倒是凶多吉少 依着杨潇的性格 现在就应该趁着这位罗本的注意力不在这的时候 一口血喷出来 借着血盾要多远跑多远 但是眼瞅着这口血要喷出来的时候 他的心念忽然一动 想到刚才罗本的话 似乎是在射套让他用血盾 要说杨潇 那是小心谨慎了一辈子 当下说不得 又硬生生把这口鲜血给咽回去了 就在杨潇纠结逃不掉也退不了的时候 他的脑海之中忽然响起一个人说话的声音 一起上 我们三路夹击一定要把他留下 这声音杨潇认识 既然他到 那么跟现在人罗本动手 也就是必然的结果 颤着罗本的注意力都在身后雄万亿的身上 杨潇对着刚才短剑落地的方向驱抓了一下 那把短剑就像被一种强大的吸力吸住一样 瞬间飞回到他手中 杨潇的身子往前一探 人已经消失在空气之中 再次出现之时 杨潇可就到了罗本的背后了 就在罗本全神贯注念出咒语之时 杨潇这一咬牙 手中短剑是悄无声息的对着罗本这脖子就滑了下去 眼见着剑锋已经划破他脖子表皮 还没等看见血流出来 罗本就已经发现 他的脑袋顺势往前一探 同时伸手向后这么一抓 正抓在短剑的剑刃之上 罗本抓住短剑的这只手 瞬间变成了古铜色 那把削铁如泥的短剑竟然伤不了他分号 就见他抓住短剑的这只手腕一翻 杨潇竟然没有握住 就觉得眼前这么一花 这柄短剑已经出现在罗本的手中 这时候罗本呢才回头看了杨潇一眼 冷笑了一声之后 忽然张嘴一口黑气喷过 杨潇见到一击不住之后 本要逃开 这时人已经击退了几十米 奈何罗本的这口黑气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由如黑色闪电一般 转眼之间已经到了杨潇的身后 眼看着杨潇就要被黑气笼罩出的时候 罗本的身后忽然出现了一道白色的光影 这道光影直接撞在罗本的后脑 把他撞了一个连接 浩璇没一屁股摔倒 就在这一撞之下 将罗本撞进他刚刚喷出的黑气当中 把这股笼直的黑气直接撞散 白色的光影倒地之后又翻身起来 对着罗本就是一声长啸 正是还刚才守在孙胖子身边的尹白 见到了尹白之后 罗本又是冷冷一笑说道 哈哈哈哈 我知道你认出我来 不过想不到 既然都把我认出来 还敢上帮羊肖 这是怎么了呀 给人做看家狗做的 连自己是狼都记不得了吗 最后一个字出唇的时候 罗本用他空着的那只手 对着尹白虚皮一下 尹白多年之前就见识过 罗本体内之人的脸 见到他抬手就马上向旁边退下去 就见罗本的身旁都是尹白的白色彩影 他的速度实在太快 任谁也分不清哪个才是尹白的真身 没想到罗本下手的时候 却忽然变现 对着已经退到监狱长墙边缘的杨霄 批了过去 杨霄没有想到他已经退出这么远 罗本的这一巴掌还会对着他去 再想躲的时候 已经慢了一巴掌 就听见砰的一声 杨霄脚边的位置就爆出了一团血雾 片刻之后血雾散尽 才看到杨霄的身子软绵绵的躺在地上 鲜血不断的从他全身的毛孔之中冒出 要不是视线都看见杨霄站在呢 要不然现在都看不出躺在地上的血儿究竟是谁 罗本看着杨霄躺着的位置笑了 想说道 哈哈哈哈 轨道教的教主是吗 当年我就跟你说过 在别人的眼里你是教主 在我的眼里 你不过就是一个成血的容器 把你的血放干净 就算你有天大的本事都施展不出来 告诉你了几百年 你还是一点防备都没有 你这结局也算是自找的了 说完之后 他也不理会已经停住脚步 一双三角眼正在直勾勾盯着他的眼白 罗本开始对手上无人敌出品的这柄短剑端下起来 说是端下也就是看了两眼之后 他就不屑的把这短剑扔到地上冷笑着说道 这种吸背货也就是他才能做出来 明明是照着那两柄短剑做的 非要做出不同的样子 哼 人是吸背货 做出来的东西也是吸背货 发了几句牢骚之后 罗本才抬头看了看 同样在盯着他的颖白 罗本冲着颖白勾了勾手指说道 来 过了这么多年 让我看看传说中的颖白 到底有没有什么长进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见颖白忽然从十米远的位置跳起来 身子在半空之中忽然化成一团白色的烟雾 没等烟雾向外扩散 就见烟雾里面发出了一阵狼笑 这狼笑停止的时候 烟雾里面不断的有白色的影子 从里面窜出来 虽然这些白色影子的速度太快 一般人根本就看不清这烟雾是什么 但是这些白色影子的数量也是惊人 源源不断的从烟雾之中窜出来 中间难保没有磕磕碰碰的 就在这些白色影子 偶尔磕碰停顿的档口 孙胖子等人在后面清清楚楚的看到 这些白色的影子都是隐白的像 从烟雾中出来之后 将罗本围得是水泻不通 罗本转圈看了一遍周围的这些隐白 他们在他身边快速的奔跑着 能看到的也就是一道道白色的影子 罗本点了点头笑了一下 说道 嗯 幻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有点意思 想不到畜生也有动脑子的事 他的话刚刚说完 就听见这些白色的影子同时发出一阵阵狼笑 狼笑停止的时候 地面上奔跑的白色影子忽然同时调转身形 向着罗本的位置冲了下 现在罗本身前身后 最少也得有上千只跟隐白一模一样的狼腰 光这阵势就让人是不寒而栗 但是罗本就像没有看到一样也不做任何防备 就这么任由这上千只隐白对他冲了下来 就见在一声声狼笑当中 有数不清的白色影子 直接穿过罗本的身体之后 便化作一道青烟消失在空气之中 罗本是一脸的冷笑 眼看着他身边的白色影子 越来越少的时候 他忽然抬起了胳膊 在上千只白色影子中间掐住了一只白色巨狼的脖子 就在他卡住白狼脖子的同时 周边其他白狼影子消失的无影无踪 原本还是白花花的一片 眨眼之间便消失的无影无踪 罗本的手上好像是加了什么按键 引白被他掐住脖子之后就丧失了反抗的能力 身子是一动不动的 一对三角眼一眨不眨的盯着罗本 罗本哈哈一笑说道 畜生就是畜生 刚才这么多人里面 也许就是你还有机会能跑出去 想不到你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 陪着这些素质 真不知道你到底是狼呢还是狗呢 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听见身后一声枪响 一颗子弹就打在他后脑勺上 罗本只是轻轻的一探头 还没等他回头看看是谁开枪的事 身后忽然枪声大作 子弹无一例外都打在他的上半身 可惜有了防备之后 罗本连探头的伤害都没有了 不用回头也知道开枪的是孙胖子他们几个 罗本还是回头看了他们几个眼 冷笑了一声说道 呵呵呵呵呵呵 你们别着急 一个一个来 第二个是这只狗 说着他顿了一下 眼睛盯着手里掐着他引白 再次说道 你死之前我最后教你几句 幻象是给本事远低于你的人用的 我们两个正好相反 好好记住我的话 你下辈子投胎做人能用得着 他的话音刚落 胸口忽然一阵巨动 只见一只剑尖从他的胸膛里蹿了出来 这正是他刚才丢掉的那把短剑 罗本的脑海中瞬间一片空白 耳边就听得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 那你看看 那你看看 我是不是幻象 欢迎收听 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一文路后传 作者 耳东水兽 波音 小传说书 第二十集 尾声 罗本回头的时候就看见一身血的杨肖正冲着他笑 不过杨肖的笑容未见 罗本被短剑刺进去的位置 肌肉是瞬间受挫 竟然让杨肖手中短剑就锁在他的胸腔里 此时的罗本已经是恢复正常 他低头看了看胸前露出来的剑尖 又抬头看了看杨肖说道 想杀我 往心脏上捅可不行啊 起码也得把我这脑袋砍下来 这句话刚刚说完 就听见身后有人冷冷的说道 那就看了吧 罗本心中已经再想回头 已经来不及了 就觉得脖子微微一凉 随后眼睛看到的事物呈现出一个奇怪的角度 又有一个白头发的男人出现在他的视野当中 手中一把骨色骨香的窄刃长刀往下这么一甩 一道血珠就溅在他的面前 记住我的名字 砍下你头颅的人叫做杨君 卢本失去脑袋的身子还硬邦邦的处在地上 不过这时候锁住胸口短剑的肌肉已经松弛开了 杨肖把短剑拔出来之后 顺势将这具没脑袋的身子直接推倒 然后他也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 刚才罗本的一下子本来也没有这么大的威力 只是为了让他放心 杨肖这才自爆了自己 刚才那漫天的血雾真是伤了他的元气 不过要不是这样 怕也骗不过这位从大风大浪之中走出来的 罗本身后的这个人 杨肖这哆哆嗦嗦的掏出来生血的药丸服下之后 杨肖这状态算好了一点 他这次流的血可是太多了 说不得缓过来一口气之后 杨肖又掏出一颗药丸吞了下去之后 然后就闭目养神了起来 一盏茶的功夫之后 这脸上多少是咬了一些血色 引白倒是没什么事 待在罗本死尸的旁边 秀了半天之后 这才摇摇晃晃的向身后的方向走了过去 这时候 孙胖子跟萧和尚一溜小跑就过来 看了一眼已经死挺的罗本之后 孙胖子先说道 不如我说 大阳啊 你要是来了 你早点给个暗示 起码让我知道你们这是二阳合并 我这心里不就也有底了吗 是吗 那我这心里可就没底了 杨军说话之时 正掏出一块露皮 再擦拭刀锋上面的血迹 他看了一眼地面上这两半罗本 接着说道 这个人心思缜密 只要有一点被他看出来 今天我们这些人都是南逃活命 孙胖子听的是指点头 顺着杨军的目光 看这两截死尸 这时候萧和尚说道 这话说回来呀 这哥们到底是谁呀 今天除了吴主任之外 民调局的精英可都道歉了 就这还差一点是鹰沟翻船 这谁能有这么大本事呢 萧和尚说话之时 眼睛开始向着杨军这边飘去 想不到杨军摇了摇头说道 我不知道 这人今天我是第一次见到 要不是你们高局长说不放心 让我跟着过来看看 到现在这人我都没见过 孙胖子听完之后 接着说道 本来还以为高老大会把吴主任叫来 照这路说 吴主任应该是知道这哥们的身份 想不到他这次变了路子 直接把你们六十二阳拍过来 不如我说 这局里头不是有什么事吧 杨军摇了摇头说道 我知道的倒是没什么事 不过昨天你们高局长改了章程 从现在开始必须要保证他跟吴敏至少有一个人留在民调局看守 至于刚才被我砍掉脑袋的到底是什么人 你们呢找别人问问 小和尚听完之后 扎巴扎巴嘴半开玩笑的说道 杨军啊 你说你一次都没见过这人 你就把人家脑袋砍起来 看起来呀 那还是跟你熟一点好 这个人本身不算什么 不过在他身体里头控制他的人 就不得了了 杨军擦拭完毕 斩刃长刀收回刀鞘之中 然后又连刀鞘放进了一个长条木匣之中 背好这木匣之后 他回声说道 剩下的事情交给你们了 我这有事先走一步 就在杨军说走没走的时候 孙胖子忽然说道 哎大杨 你这家伙心配的 以前可没见你使过呀 不如我说 就你这刀真漂亮 是古刀吧 他们都说古代的宝刀都是分瓷熊的 你这刀看着像是瓷的 你这手里刀还有一把是吧 哎 云给我怎么样 听到孙胖子赞刀 杨军笑了一下 拍了拍背后这木匣说道 样子是古刀 不过是我画的样子 给了材料让人帮着打造出来 绣春刀不分瓷熊 只打造出了一把 昨天刚刚取回来 想不到第一个刀下王魂就是这样的人 说着杨军顿了一下 再次看了一眼地上这两截尸体 又看了一眼还在闭目养神的杨霄 最后杨军又说了一句 今天这事情还不算完 你们最近一段时间要多加小心 送你们一句话 这件事情彻底终结之前 你们最好守在民调局里面 不要轻易的出来 说完之后 杨军不再理会众人 转身向着监狱大门的方向走过去 也没见着他脚步有多快 但是转眼之间 杨霄就已经来到监狱城墙的边缘 他做了一个让孙胖的众人目瞪口呆 这杨军是脚踩着城墙 竟然一步步走上去 片刻之间他就站在城墙之上 随后是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之内 就在杨军消失的同时 杨霄就把眼睛睁开了 他冲着杨军消失的位置酸溜溜的叹了口气 要说论起真实本事来 他绝对是在杨军之上 哪怕杨军加上他这把新出的绣针刀 之前他跟尹白引罗本入局的法子 都是按照杨军的传言之法一步一步来的 要说尹白这还好些 他几乎是扔了半条命进去 最后一刀把罗本脑袋砍下来的却是杨军 不过现在静下心里想一想 似乎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法子 看着城墙上杨军消失的背影 杨霄在心中喃喃自以道 这一步一步走的呀 最后结了一个死口 到底是锦衣卫出身 这方面就是比一般人强 想起来刚才杨军一刀斩下裸本人头之后的开场白 看着还真是有点威风 自己以后是不是也点编辑句这样的话称称场面 看着远处赤天身边剩下的那根大铜钉子 杨军就在心中默念 记住我的名字 一钉子囊死你的叫杨霄 哎 不是我是不是也应该换个趁手的假伙事 见到杨霄睁眼之后 孙胖子溜溜答答就凑过来 冲着他笑嘻嘻的说道 嘿嘿 欧阳 没事吧 不是我说呀 刚才真是可惜了了 要是你下手快点 刚才那就是你说 记住我的名字 一箭囊死你的叫杨霄 哎对了 这杨军上岸没几年 见势比不上 刚才这裸本到底是谁呀 好像只有你跟尹白知道 尹白说不出来 这事可就在靠你了 本来杨霄就是一肚子气出不来 现在孙胖子呢 好死不死过来说了一遍 虽说孙胖子说的无心 但是这几句话在杨霄耳朵里 却是刺耳无比 好容易等这口气缓上来之后 杨霄起身 用他那十五层大楼出现过的眼神 瞪孙胖子也说道 这人我也不认识 你爱找谁问 就找谁问去 说这杨霄强挣扎着 从地上爬起来 也向着监狱门口的方向走过去 这里的事已经晚了 你联系民调局里 让他们派人过来接手吧 至于地上的尸首 你回去问问吴主任 他心情好的话就告诉你 说话的时候 杨霄也走了几步 但是看到孙胖子没有跟在后面 他就停下脚步 看着孙胖子说道 你不会以为我会像杨军那样走出去吧 孙胖子愣了一下 借口回答道 我也没打算你会走城墙啊 不是我说 我没打算看着你顺着杨军这条路出去 我说老杨 什么地儿能困得住你啊 你血顿一下就出去了 你这一口血喷出来 就是那吴主任 哪也找不着啊 杨霄又瞪了他一眼 有气无力的说道 你看我啊 还有一滴多余的血能喷出来吗 我走正门可以吗 劳烦孙巨长 您把门打开 我要出去 这时候 孙胖子喝了一口茶 算是把这第一段事情讲完了 这时候孙胖子跟我的酒也醒的差不多了 我们两个正一杯一杯喝着香茶 听他说到这儿就没了下文 便开口问道 哎 大少后来呢 查到罗本背后的人是谁了吗 孙胖子慢慢的喝下了一杯茶水之后说的 后来还是杨霄消了气之后说的 罗本背后的人呢 他没胆子说啊 让我去问吴仁迪 那段时间我又太忙 没时间去问 后来就这么过去了 哎 辣子 你可别这么看我 哎 行行行 我呀 是没胆子去招了老胡 哎 这是实话吧 孙胖子顿了一下之后 这儿继续说道 先跟你说说 这罗本是怎么回事吧 开始呢 我还以为 他真是为了报恩 才救流程 后来还是杨霄 他给我点了几句 后来我才知道 哎 感情这个罗本呢 本来就没安什么好心 他的阳寿 跟整个流程的家族都记在了一起 只要流程的家人能活上一个 他就能把这人的寿命通化 变成自己的寿命继续活下去 可惜最后的时候 他还是挑错了这个家族 他和流程家族 刚刚寿命通化之后 流程这一针呢 就开始连续的单传 到流程这边 他的兄弟姐妹一个都没有 而且三十年哪都没有联络 罗本这才开始有些梦 找了他三十年 想不到最后 会在监狱里头找着他 等到最后找到他的时候 还把自己的性命打上来 孙胖子说完之后 刚刚拿起了一杯茶 还没等喝下去 就看见包尖的大门打 酒店的经理陪着笑脸走了进来 他看了一眼我和孙胖子 还有趴在桌子上的恍然之后 走过来冲着我笑一下 但却跟孙胖子说道 姐妹真不好意思 我们酒店 他这话还没说完呢 就被孙胖子忽然打断 我知道 酒店要打烊了是吧 明白 这是要催我们的结账走人的 说着他摇摇晃晃的就要去叫醒 恍然去结账 酒店经理有些尴尬的笑了一下说道 您别误会 真不是打烊催各位结账 我们酒店的早茶时间开始了 我过来问一下 各位有没有兴趣试试我们酒店的乐视早茶呢 啊 早茶 现在几点了 孙胖子愣了一下随后马上反过来 孙胖子不喜欢戴手表 正满桌找自己的手机来看时间 酒店经理看了一眼自己手上的手表说道 刚刚七点四十 早上七点四十 这时候孙胖子也从一堆螃蟹壳里面找出他的手机 看了一眼上面显示的时间之后 孙胖子有点不相信的说道 还真七点多了 不如我说 我怎么就觉得才坐了两个小时呢 这顿饭吃了一夜了 这都连上早饭了 哎呀 我说我这腿怎么都麻了呢 我起身走到窗台边上 将厚重的窗帘拉开 露出外面有些刺眼阳光 昨天晚上孙胖子嫌外面霓虹灯太亮 才拉上了窗帘 想不到说了个故事的功夫 外面已经是斗转星移了 哎哎 老黄 不如我说 哎起起起起起起来了 咱先把单买了 人家酒店还要接着做生意 买了单回家 接着 哎 你没人睡啊你 孙胖子唠唠叨叨过去 让黄人起来买单的时候 就见黄胖子已经从桌上起来了 一双眼睛闪着金光 哪有一点刚睡醒迷迷糊糊的样子 坐起来之后 黄然冲着孙胖子笑了一下说道 哈哈哈哈 睡了一会儿 不过听你说的精彩 就没有忍心打断你的话 说着他向着经理招了招手说道 单哪我来买 酒店经理是一溜小跑来到黄然的身边 排着笑脸说道 哎 您一共消费两万八千五百八十三元 呃这八十三元呢给您抹了 成会两万八千五百元 说着双手就把账单递了过去 黄然也不看账单直接掏出钱包 在里面找出一张银行卡放在账单上说道 刷三万剩下的算消费吧 说完之后也不理会千万谢的酒店经理 先给自己倒了一杯凉茶喝了下去 看着经理出门刷卡结账之后 对着正在笑眯眯看向他的孙胖子 做出了一个跟他一模一样的笑说道 我说刘成怎么失踪了三十年都没有消息 原来是被你们民调局控制起来 这话说的我跟孙胖子都是眼睛一亮 孙胖子就说道 呦 这刘成失踪三十年你都知道 老黄啊 不如我说 这一块两年多 我是一直连不上 后来那段日子呀 我们高老大一直忙着他自己的事情 直到他走啊 都没有时间给我讲讲刘成的事 你看现在好终于啊能把这段连上 黄然这刚想说话的时候 正赶上酒店经理进来 把这银行卡呢还给黄然 又千万谢的说了几句客气的话 黄然冲着经理微微的点了点头 随后对着孙胖子和我说道 爬了一晚上我是睡不着了 你们两位应该也没有休息的意思了 这样吧 我有个朋友在附近开了一间茶楼 我们转一家喝茶去 我们中国人都是边喝边聊的 现在还不到九点 哪家茶楼能开 我以为黄然这酒还没醒呢 就开口提醒他说道 老黄啊 现在还不到八点 要不然我们再坐一会儿 等到九点多再去呗 黄然指着外面大厅 有些嘈杂的声音说道 不用 这里太乱了 说话呢也不方便 这间茶楼啊是我的朋友开的 一个电话就能安排好 说话的时候他已经掏出了手机 在电话簿里头找到了一个号码打过去 跟电话那头的人说了几句闽南话之后 黄然关了电话 抬头看着我跟孙胖子说道 都安排好 茶楼里头还有床 我们要是说得累了就可以在那里休息 哦 嘿嘿 茶楼里面还有床 孙胖子对着黄然几眉弄眼的笑了一下说道 嘿嘿 老黄 你确定你朋友开的不是摸摸茶吗 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 耳东水兽 播音 小传说书 第21章 黄然讲故事 多半个小时之后 我们三个人呢就来到黄然朋友的茶楼 本来还以为黄然朋友开的是那种带麻将房的小茶室 等到了之后被茶楼这规模就吓了一跳 面前是一座古香古色的四合院 按着这个地点 这样的四合院没有九位数根本下不来 四合院的门前挑着一面姓黄色的旗子 上面只有四个红色的大字 动顶乌龙 孙胖子看到姓黄奇之后笑了一下 他转头对着黄然说 你这朋友是做乌龙茶的 哎呀 茶楼能做成这样的手柄 哎 也算是顶了天了呀 黄然这时候呢 也跟着笑了一下说道 哈哈哈哈 别的茶叶生意呢 也做 云南的普尔啊 杭州的龙井这都有 不过还是以乌龙茶为主 台湾销售到内地的乌龙茶 六成都是在这销出去的 现在啊 会喝茶的人多 我这个朋友呢 自然赚的就多一点 说着黄然直接推开大门 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 就把我跟孙胖子让进茶楼之中 也不见黄然这朋友出来 黄然就像主人一样 带着我跟孙胖子一路来到内 找了一间厢房进去 这厢房里头 按的是明清时期布置的 里边摆放着一张八仙桌 正好有三把椅子摆在四周 八仙桌之上摆着一个小巧的茶壶 配着三套茶碗 茶具左右摆放着四样茶点 来到厢房之后 黄然也不管我跟孙胖子 他自己先坐到当中的位置 把三个茶碗都倒满了茶水之后 自己先自贞自引力了 随后这一笑就说道 哈哈 水温还好 您二位自辩吧 孙胖子呲牙一笑 拉着我坐到黄然的脸 他自己端起两个茶碗 自己端着一个 另外一个茶碗送到我的手里说道 哎呀 这民调局里头啊 好这口的 那就是欧阳片座 可惜今天他没这口服 哎呀 辣子 找一个 说着孙胖子按照喝酒的路数 跟我碰了一下杯之后 端起茶碗是一咬而尽 现在是就剩我这一碗茶 不喝也不合适 我也是一仰博 把茶碗之内的茶水全都喝了下去 要说这味道啊 先搁到一边 这茶水的温度是刚刚好 此处的主人竟然是算好了我们进来的时间 看着黄然这一口把茶喝下去 回味无穷的样子 我倒是没觉得有多好喝的地儿 加上这茶碗太小 还不如我小时候三叔部队分的老饱茶喝着过瘾 孙胖子明显也分不出这茶的好坏 不过他却看出了别的事情 黄然这端起茶壶要给他再续成一碗 孙胖子拦住他说道 哎 嘿 黄然哪 不如我说呢 那后半夜我讲故事光喝茶 不如我说 咱先歇一会儿 反正你这是茶壮 还怕一会儿没茶喝 说着孙胖子把黄然按回到座位上 他自己倒是起来 围着这间厢房转了一圈之后说道 哎呀 真看不出来呀 这么大的地儿竟然是你们委员会当初在首都的据点 不如我说呀 委员会解散了之后 哎 这算是你的私厂了吧 刚才在酒店里头 你说要带我们两个来你朋友茶楼的时候 我还以为你还有另外一件 哎 想不到还真把我们哥俩带这儿来 他说这话的时候 黄然呢 没有一点坐立不安的意思 黄然笑了一下 又自贞自饮了一杯之后说道 这里啊 算是我的名下 只是当初委员会解散的时候 为年纪大的委员 还有呢 一些退下来的前辈们成立了一个养老基金 我算是这个基金的委托人 这里还有其他地方几处物业 也都是基金的一部分 严格来说呢 我只是一个托管人而已 黄然这儿说完之后 孙胖子呲牙一笑说道 嘿嘿嘿 咱这话题好像越扯越远了呀 咱呢 还是说点正经的吧 刘成这王八蛋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他当初是犯了什么罪过 一关就是三十年了 黄然把空茶碗放在脖子底下 闻一闻茶碗里的余香之后说道 说这个之前呢 我先问问你 刘成被你打断四肢 敲掉牙齿之后 又出了什么事儿 孙胖子听完之后苦笑了一声说道 嘿嘿 呃 也没出什么大事儿 就是罗本死了以后 我回去看他的时候 才发现他也死了 根据我们老莫的手法 他的死亡时间应该就是罗本的脑袋被消掉的那个 本来以为是我下手重了点才把他送走的 后来死尸运到民调局之后 老莫给他重新检查了一遍 算是给我呀洗脱了罪 刘成的死因是多器官衰竭而死 从他的器官衰竭的程度来说 能活到那会儿那就算是不容易 那是因为他早就该死了 黄然这接口说道 之所以刘成还靠了这么久 就是因为背后有罗本在替他撑着 等一下 我在黄然的话里听出了一点问题 开口向他问道 不是说 罗本同化了刘成家族的寿命 怎么又成了刘成靠着罗本才撑到这会儿 这个就得慢慢说 黄然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孙胖子 接着说道 刘成本来并不信用 从根上论他应该是奇人 只不过几百年前 他们家族的仙人因为犯了法 被当时的顺治皇帝 耻夺了自他这位仙人以下整个家族的奇人身份 在当时来说 这可算是比砍头都要严厉的刑法 趁着黄然换气的功夫 孙胖子见缝插针的说道 到底是犯了什么罪啊 至于整个家族都被撵出奇人的圈子吗 不是我说老黄啊 咱讲故事就得讲得完整点尽量不挖坑哈 恍然微微一笑说道 呵呵呵 那我就说得再详细一点 刘成的祖先是满洲老四旗之一 和爱心觉罗氏同为正皇起义阿姆路氏的一支 当初满清入关问鼎中原之后 在所有官职之中都加入了满人的官员 刘成的祖先先被封了一个亲天见监政的职位 这算是一个掌管观察星象 推算节气和制定立法的官职 想当初清朝出帝 需要一步满清自己的万年令 当时的顺治皇帝就委托流程的这位祖先制定万年令 可是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耽误了大半年之后 他这位祖先交上去的万年令 竟然只有267年住 你们能想象到顺治皇帝的心情吧 本来想统一江山万万年 本来按照规矩 亲天见只要每隔几年推算出几百年的国运 那就算是交差了 但是刘成这位祖先不知道是不是喝醉了 竟然是有灵有爪的推算出267年之后还加了一个中子 本来这个罪名是要满门抄斩 但是这个阿姆鲁士一族早年有过救驾的不是职工 被怒尔哈赤刺过阿姆鲁士一族子孙免死的单数铁拳 不过就是免死也是活罪难让 顺治皇帝将流程祖先的家产抄没之后 又将他这位先祖以下后面的子子孙孙都赤夺了奇人的身份 让他们是非满非汉的生存下去 后来也使记载 刘成这位先人疯 在京城各大胡同一边疯跑一边嘴里都疯寒着 267年够了足够了 疯了没有多长时间之后呢就彻底的销声匿迹 有传说是九门提督听说了怕顺治皇帝龙颜大怒牵扯到他的前途 这才派人在半夜之时结果了这个疯子的性命 也有一种说法呢说这疯子是被他的家人害死 好好的扒起子弟身份就是被他害的丢掉了 现在他这么疯喊疯叫的怕连命都保不住了 情急之下他的家人才痛下杀手了结了这个疯子 说到这儿恍然倒了一杯茶水一门进 趁这个档口我插嘴说道 267年 哎老黄 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啊 我怎么记得大清朝一共也就是267年 不会怎么撬吧 这到底是我记错了还是你说错了 恍然放下酒杯之后冲着我笑了一下说道 哈哈哈哈哈哈 你没有记错 我呢 也没有说错 当初流程的这位仙人 就是推算了267年满清的国运 至于说是不是巧合 过了这么多年也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恍然这话刚刚说完 孙胖子马上就跟着说道 哎 管他是267年还是762年 先说后来的事 这流程他们家怎么就跟罗本粘糊到一块儿去了呢 黄然看了孙胖子一眼继续说道 流程的这一支被耻夺其人的身份之后 顺制皇帝赐了他们一个流姓 取了流字的谐音 意思就是黄恩浩荡把他们的命留下来 流程的祖先死了以后 当时的九门提督又怕他们在京城里面闹事 他们这些人呢又被赶出了京城 他们流落到干山交界的一处乡村之后 就没有记载 过了多年之后 青海的罗布藏丹金发生了叛乱 当时雍正皇帝派大军围剿之时 流程的这一阵才又冒了头 当时的罗布藏丹金将大军隐匿在一处大峡谷之中 因为隐蔽的巧妙 加上罗布藏丹金将周围的游民都杀得一干二净 毁尸灭迹之后消除了一切的隐患 清军围剿了几次都没有发现这一支叛军的下落 当时韩东将近就在领兵的统领耗不下去 准备暂时撤兵 明年开春再战之时 有一个人独闯清军的阴 说他知道罗布藏丹金大军的下落 当时清军统帅派了探马查看之后 确定了这支人马的所在最后才一举歼灭 当时也没有人看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不过决战之后 朝廷下来劳军的大臣之中有明眼的人看出来 罗布藏丹金藏兵之险要 很难会被外人发现 随后向当时的领军统帅打听 叫来这个人领完赏钱 还没来得及走的告密之人抓了回 询问一番之后 得知他也不是当地人士 除了罗布藏丹金藏兵的位置之外 其他周边的地狱都说不出来 为防其中有什么蹊跷就把此人扣下 准备对他严刑拷问 几鞭子下去之后 这个告密的人就什么都招了 说他姓刘明明 他和他们这一族人 本是被先帝赤夺其人身份的刘明 本来生活在干山交界的村落里 生活的是苦不堪眼 就在一个月之前 他在梦中被神仙叫醒 告诉他罗布藏丹金的大军藏匿地址 让他来禀报清军统帅换取赏民 在劳军大臣和带兵统帅厅 这样的话也就是骗骗三岁的小孩子 听了之后都认为这刘明是在胡说八道 又是一阵毒打之后 把这刘明打得是皮开肉绽 浑死了过去 就在准备一盆凉水 把刘明颇醒继续拷问之时 这个叫刘明的却自己醒过来 这个叫刘明的醒过来之后 跟刚才是大不相同 资料上说他双眼泛白 拨不动而头转 口不张而自由 对劳军大臣跟领军统领是一阵破口大门 当时刘明的怪异行为 已经惊召两位朝廷大员 只是他骂得太难听 那位领军统领亲自拔刀要砍杀刘明 可这时候刘明的身体就像铜柱铁打的一般 那位领军统领几刀砍了 他身上连个白印都没留下 大惊之下 他跟劳军大臣一路是慌乱而逃 最后就听见刘明在他们身后骂道 他们两个人的好日子到头了 洗干净了脖子等着挨赞了 刘明在军中骂了一天一夜 关押他的军长之间都没人敢过去 后来大军拔营回朝之时 领军统领让他在这自生自灭 不过那位劳军大臣心中不安 派了自己的亲兵偷偷的放了他 又给了刘明一笔钱 那名亲兵回去禀报的时候 说刘明改了口 骂他的时候 只说了炸了油的剑骨头 骂那个领军统领还是不得好死的吊死管 后来这两个人基本上也应了刘明的骂 劳军的大臣叫做龙科多 他最后抄家是监禁而死 而那位将军统领就是年庚瑶 他被雍正皇帝一条白陵刺了自尽 好容易说完了这一段之后呢 黄然也顾不得用茶杯了 直接抓起来桌上的茶壶 嘴对着嘴喝干里面的茶水 孙胖子笑眯眯的看着他也不说话 直到黄然喝干了整壶茶水之后 他才摇着头说道 老黄啊 不如我说你 你这故事说了半天也没说到点子上 刘成没有出场也就罢了 罗本是怎么回事 你可还没说明白呢 他的话刚刚说完 厢房外面就有敲门的声音 片刻之后呢 一个五十多岁的半大老头子 拖着茶盘走着进来 他就好像是算好这壶茶刚刚喝完了一样 把旧茶壶撤了之后 又将一壶新茶重新放在桌上 这位也不说话 默默做完之后便转身离开了 此时恍然才算是缓过了一口气 刚才说了半天之后 他已经是口干舌燥 本来想再休息片刻 不过孙胖子问了 他也只能回答道 哈哈哈哈 一个一个来 本来想说明白刘成的 既然你着急 那我就先说说这罗本 根据当时明朝的宫廷资料 这罗本是明朝最后一任青天剑的监政 明朝灭亡之后 他留在京城没有走 也不知道他怎么就躲过李自成的大顺军 后来满清辱官夺取天下之后 他又忽然之间冒准 找了满清的官员说明他的情况之后 毛随自建要求再回清天间 不过根据当时的惯例 他也只是做了监政副事 那位监政大人就是刘成的仙子 等到后来刘成仙祖被齿夺其人的身份 拈出北京城之后 这罗本呢也就消失不见 再后来刘明出事的时候 说出晚上给他托梦神仙的向往 跟这罗本竟然是一般不二 等刘明带着龙可多给他赏钱回到家中之后 就在家中呢立了一个祠堂 里面供奉着什么谁也没见过 只说里头供奉着一位神仙 他们这一只族人便时不时的看见 这么一个人在祠堂是里里外外的晃悠 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一文路后传 作者耳东水兽 播音小传说书 第二十二集 始末 恍然再次喝了一口水 休息了一下之后 这继续说道 有了龙可多给的赏钱之后 刘明的这一只啊 情况就好了很多 转过年来 等他的伤势好得差不多的时候 竟然开始给周围的乡民补挂算命 他算的命数始终有九 慢慢的呢 在当地也算是出了名 直到乾隆二十九年的时候 刘明才无疾而终 他的后世子孙呢 一直到了清末 在关中地区都是算命出了名的 后来不管是算命 还是有达光贵人家里头犯了邪事 也会请他们帮忙 有名的阴阳先生都办不了的事情 刘明的后人到了之后 就能轻松地摆平 当然 想请动他们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除非是有钱有势的一方富豪 若非这样的势力财力也请不动他们 后来到了民国初期的时候 我们委员会 有人想请他们刘家的人出山 可惜最后因为价钱谈不拢 只能作罢 刘家的这一只呢 留下的记录不少 想查他们还相对的容易一些 不过 想要顺着当初刘明闯军营的这条线 去查罗本的事情 就有点困难了呀 慌然换了口气之后 接着说到 当时的历史文献当中 有关罗本的记录实在太少了 只知道他是明末清初两朝的青天间 所以留下过一幅画像 这幅画像 我在委员会议时还见过 除了这幅画像和明清两朝关于青天间的官员名单之外 就几乎再没有关于他的记载 听黄然说到这顿住之后呢 孙胖子掏出香烟分给我跟黄然 替我们两个点上香烟之后 他自己才点了一个 抽了一口之后啊 笑眯眯的看着黄然说到 黄啊 罗本这事吧 既然你说不明白 咱就接着说刘成的事 不如我说 你们委员会以前好像跟他有点儿交情 黄然冲着孙胖子笑了一下说到 哈哈哈哈哈哈 哎 现在都这样了 也就不瞒你了 三十多年前 我们委员会跟这个流程有过那么一次接触 当时你们民调局的势力可是越来越大 我们委员会就只能找些新鲜的血液补充 才不至于没落得太快不是 又喝了一杯茶水之后 恍然接着说起来 他们宗教委员会当初跟流程罗本的渊源 当时呢 有跟委员会交情不错的台商回来之后 说起在甘肃一座小县城里面 见过了一个叫做流程的奇人仪式 当时跟这位台商在一起的还有一位当地的官员 在陪同考察的时候忽然心脏病发 送到医院之后抢救无效死亡 本来看起来这件事是一个意外的悲剧 但是过不了多久呢 官员的家属就把这流程带过来 也没见他烧服念咒的只是扒着眼皮看了看死者的眼球 吹了一口气之后呢 已经没有生命体征的这位当地官员 马上就把眼睛睁开 开始那位台商还以为是炸尸呢 不过看到周围的人 只是站得远了 一点没有要逃走的意思 这才算炸着胆子继续留在病房之中 看了事态的发展 这位死了半个多小时的当地官员 在流程的引导之下 说出来平时攒的私房钱存在哪个银行里 存折藏在什么地方 还有谁跟自己借钱没还的也说出了名字 让自己的亲人日后帮着讨要 这位死了的官员说了十几分钟的话 还没有结束的意思 最后还是这个叫做流程的人催了一句 那个已经死了的官员 这才可作罢 跟自己的老婆孩子做了最后的道别 流程在他脑门上拍了一下之后 这个官员自己躺回到病床上再次咽了气 这时候他的家人才开始嚎啕大哭去 知道了这个叫做流程的异能人士存在之后 委员会就派了几个伪装成来大陆投资的台商 去甘肃的小县城里面打听这个流程的下路 有可能的话呢 就请他来到台湾加入委员会助力 当时有一位委员会的高级委员 他本身就是甘肃当地的人士 想借着这次请流程的机会回去看看 结果就是这位前辈看出了问题 恍然当然比不了孙胖子 说了一会儿之后就口干舌燥起来 连喝了两杯茶水 润了润喉之后 在我和孙胖子的注视目光之下 他就继续说道 开始呢 还是一帆风顺 我们委员会的人 在这位高级委员的带领之下 很顺利的找到了流程 他们把流程呢 约到当地的一家涉外宾馆里 第一眼看到流程 带队的这位高级委员 就知道这一次找对了人 这流程绝对不一般 把来意说了之后呢 开始流程的兴趣很大 毕竟当时大陆刚刚改革开放 生活条件比较匮乏 如果能到相对比较富足的台湾发展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说了没有几句 我们这位高级委员就探听出来 这个流程就是当年流明的后人 他们整个家族不知道犯了什么邪 自从被耻夺其人的身份之后 人丁就越发的不兴旺 他的祖上五六辈开始 就是一路单传下来的 他呀也是四五十岁的人 娶妻却一直没有生子 当时还自嘲的说笑 说他死后啊 当初正黄旗阿姆鲁士这一阵 就算是彻底的绝了根 当天还聊得非常开心 不过快到最后的时候 流程又加了条件 除了把他的老婆带到台湾之外 还要把另外一个人一起带去 只要流程能走 其他的什么都好说 委员会这位高级委员 当场就拍了板 同意流程的这个条件 给了流程一笔数目不小的定金 又给了他一个礼拜的时间回家收拾戏 最后呢 见见亲戚朋友什么的 趁这个时候呢 委员会的人也开始安排流程去台湾的路线 当时想从正常路线去台湾 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流程的身份也不可能去香港转机 他去台湾的唯一途径也就只有偷渡了 委员会的人忙活了好几天 就在他们把流程偷渡的事情半途 等着流程带着老婆跟另外一个人一起回台湾的时候 流程忽然被预定的时间早到了 跟他一起过来的还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委员会带队的这位高级顾问 见了这人之后啊 就觉得一阵的面熟 但是又说不上来到底是在哪见过的 流程跟这个男人这次来就是说明一件事情 说家里头有事走不开 这台湾呢是去不了 之前给的那笔定金呢 让他派了别的用场 还也还不出来了 反正你们台湾同胞有的事情 要不就这么算了吧 委员会的人被流程这几句话给弃了 定金你们不还 哎 人也不跟着走 有这么欺负人呢 几句话不合 眼看着当场就要动手的时候 我说 委员会的这位高级顾问忽然制止住自己的人 他眼睛看向跟着流程 一起来的那个不言不语的男人 嘴里面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 罗本 罗本之前的画像就收藏在委员会里 那位高级委员也是见过几言 刚才看着就要动手的时候 他脑海里面忽然想起了当初流明的事情 延伸着就想起那幅罗本的画像 不正是眼前这不言不语的男人 听到有人说出自己的名字之后 罗本也有些诧异 不过他马上恢复了正常 看了那位高级委员一眼之后 近来这么久终于开口说道 这么多年都没有出去走动 想不到还会有人认识我 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自打罗本出现之后 这位高级委员的心里就一直不安 等到知道这位就是几百年前的罗本之后 高级委员这个心就不舒服到极致 当下他不由自主的呀 就变了策略 不再强求流程到台湾去投奔委员会 至于之前给的定金呢也不要了 你说的对 我们台湾人是有的事情不在乎这一点 罗本也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看了委员会这几个人之后 冲着流程做了一个只有他们两个才能看懂的手势 随后两人也就一起离开了 眼看着这两个人的背影彻底消失之后 这位高级委员马上对自己说道 这不能带来 必须赶快走 说完之后也顾不得收拾 除了身上的衣服 现金跟身份证件以外 什么东西都不要了 快点走吧 走得是越快越好 他的手下还不明白自己老板的意图 不过看这位高级委员的样子 就像是大白天见了火鬼似的 当下也不敢多嘴 迅速跟着这位高级委员以最快的速度 离开了这座小县城 可惜当时的交通情况不是那么发达 就算他们离开了这座县城 赶到沈城机场之后 才发现最早啊 也只有他们预定好的那班航班可以飞到香港 再转机回到台湾 他们度日如年 又在沈城住了几点 最后才以原定的日子 乘坐飞机离开了这里 在香港转机之后 终于是回到台湾 回来之后的第一时间 这位高级顾问 就在几个手下的陪同之下回到委员会 因为当时的时间还早 委员会里面没有几个人 他们便在休息室里面呆了一会儿 准备一会儿向敏天元会长汇报这次大陆之行的突发事件 他们也就是等了半个小时 等到敏会长的秘书推开休息室的大门 叫他们去见敏天元的时候 就见本来还在这儿坐着的几个大活人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被分离成几个部分的人体组织 人皮骨头和内脏 听到委员会这几个人的遭遇之后 我和孙胖子都瞪大了眼睛 黄然说的不就是孙胖子两年以前见到的场景吗 孙胖子深深地喘了一口粗气之后 看着黄然说道 黄啊 话说你们那儿也算是资本主义手 就没在休息室里面整点摄像头什么的吗 黄然看着孙胖子忽然笑了一下说道 好像你对委员会的事情知道得很清楚 说到这儿 黄胖子顿了一下 再次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这一口茶水下肚之后 黄然这儿继续说道 你猜的没错 这间休息室里面的确是安装了监控镜头的 出事之后 当时的敏会长第一时间就调出当时的监控画面 后来我也看过这一段的视频 说实话吧 看完之后我就后悔了 整整一个月啊 我都没有胃口再去碰肉 监控画面显示 那几个人开始几分钟还算正常 但是到了三分五十秒左右的时候 这几个人就开始不对了 他们机械性的站起来 开始脱衣服 脱得一丝不挂之后 便分别掏出匕首给自己开招了 说到这儿恍然顿了一下 好像是回想起当初初见到的画面 心里面一个劲的作物 喝了口茶 缓过这股劲之后 他这才继续说道 当初看那段画面的时候 也没人告诉我后面的情形 开始只是以为他们几个人是中了邪术 被人操控着剖腹自杀 但是看见他们把自己的肚子剖开之后 手上的动作竟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剖开肚子之后 他们的匕首一路向上 最后竟然自己把自己的皮剥了下来 那个动作就像是脱了一件衣服 看着他们包裹血肉和骨骼的身体 从皮肤里面走出来的那一刻 我实在是没办法忍住 直接就脱了 对着显示忌妒 后面的场景 我实在是不敢再看 从椅子上下来的时候 全身都是软的呀 还是被人扶着 这才走下来的 后来听坚持看完的人说 他们从皮里面走出来之后 就开始削自己的肉 最后倒在地上 用尽最后的力气 把自己的内脏挖出来 他们几个人就是整整齐齐的分成了三份 说到这儿 黄然忍不住回想起当时的场景 自己捂着嘴巴 开门冲了出去 之后黄然的背影彻底的消失不见之后 我才向孙胖说道 大声 自己扒皮 从皮里面走出来这路说 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 罗本背后的那个人 说到这儿 我看了一眼门口的方向 确定外面没有人偷听之后 才继续说道 是不是就是老吴 关在当初民调局底下五层的那个人 肯定不是 孙胖子眯封着眼睛 看着黄然留下来的空位置 他明白我指的是广人 现在这个名字多少有些忌讳 谁也不想提 多了一下之后呢 就说道 不如说 时间就不对 两年多前 他还在地下五层里蹲着呢 虽说都是监狱 但他要是有那个本事 在两个监狱之间来回串的话 当时地下五层里面关的 那就不是他 看着孙胖子 若有所思的样子 我忍不住问道 广人看了一眼 那个人就把自己活巴了 这么干净利索的手艺 怎么看也不像是别人干的 你说这裸本还能跟谁学这手艺呢 绝对不是他 孙胖子冲着我呲牙一笑 露出他那一嘴芝麻粒的小碎牙 不过呢 也不太远 辣子 不如我说 会杀猪的也不一定都是屠夫 你这一段啊 先放放 以后再说 先说流程吧 想让罗本知道他在监狱 才找了一些刑满释放的人 让他们帮着寻找罗本 但是又怕闹得太多 把自己的身份暴露出去 最后才给他们下了一个数法 只要是一百天之内找不到罗本的话 这些人呢 就和台湾那几个哥们一样的下场 他这话刚刚说完 就见乡房的门开了 一脸湿漉漉的恍然走了进来 看着我和孙胖子都冲着他笑 黄胖子打了个哈哈说道 哈哈哈哈 让你们见笑了啊 过了这么多年 想起来我还是不适应 可能我上辈子就是一个刽子手 这辈子赎罪才见不得这样的事情 他这话说完 孙胖子就是哈哈一笑说道 哈哈哈哈 算了吧老黄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 你上辈子最多也就是个杀猪的屠夫 这辈子有点风吹草动 就碰不得肉了 不过咱这话说回来呀 你这动不动就戒肉的 哎 现在怎么还这么胖呢 上次还有人问我 说你跟我长得这么像 是不是兄弟俩呀 你和我是不同父异母的亲生兄弟 黄然也是哈哈一笑 调侃几句之后 孙胖子将话题重新拉了回来说道 老黄 咱呢 说的正经 你们的人到底是怎么得罪这个罗本 他一下手就这么狠 一点都不给你们的人主动改错的机会 一下手可就直接重新做人了 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耳东水兽 播音小传说书 第二十三集新故事的开始 黄然摇了摇头说道 开始我们这边的人也想不懂 从那位高级委员打电话的号码来看 他们也没有发生什么冲突 为这个委员会的人还派出五组精英 准备以牺牲两组人马的代价抓回这个罗本和刘朝 替死难的手足报仇 不过到了那个小县城之后啊 才发现刘成和罗本已经消失的无有无踪 我们的人找遍附近几个县城都没有他们的下落 按照之前介绍刘成的那位台商的话说 刘成在当地也算是一个名人 想不到说没有就没有 后来再听说这二人的下落 已经被你们民调局的人给伸手一出 看着黄然想要对这个事件收尾 我马上对着他说道 哎老黄 那么之前你亲口说过的 说罗本把刘成家族的命都系在他自己身上 这个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黄然冲着我笑了一下说道 这个的原话还真就不是我先说的 那是我们委员会里的一位前辈说的 他说罗本活了这么长的时间 应该是已经摸到长生不老的门桥了 根据罗本长久以来一直隐世流成家族里 而且这个家族人丁慢慢的衰败的特性 他应该使用了某种术法 将刘成家族族人寿命捆绑在自己的身上 这种术法只能使用一次 所以他要时时刻刻的守着刘家最后的血脉流程 就怕他有一天哪一个不小心先走了一步 那罗本长生不老的命也就算是到头了 恍然说完之后我马上接口说道 那刘成他是犯了什么罪过 才被关到小北监狱这么久的 快三十年了最后谁都把他忘了 刘成的事情 恍然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孙胖的说道 这个是不是该问问你们的孙局长 怎么说这里也是大陆 类似这样的事情他知道的一定比我多 说着恍然又笑眯眯的看了孙胖的眼说道 怎么样啊孙局长 礼尚往来说点我不知道的事情吧 民调局跟委员会都结束 也没有什么不能说的是吗 孙胖子听完之后笑细细的说道 嘿嘿 那就给你整点干货了 民调局结束之后 我从节流的文件里头 还看到过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加上把这自己胡琢磨 猜想了一下当初建造这座小北监狱的初衷 一啊是封印下面的叶总 二呢就是为了关押像流程这样的异能人士 很快这个计划就被终止了 最后只有这倒霉袋流程被关在了里面 长解放算是民调局安排在小北监狱的人 只不过这哥们呢跟高老大真的不是很对付 要不然当初也不能主动要求离开民调局 来监狱里面铁生活 开始那几年长解放吧 还能意思意思 把监狱里的情况呢向高老大这儿汇报一下 可是后来时间久了 加上监狱里面一直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长解放也就懒得说了 时间一长呢监狱里头没什么事情发生 高老大问了几次之后也就不怎么问了 等到后来分尸案闹起来的时候 他一门心思都在民调局和林峰身上 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线索引到了小北监狱 才把这案子交给我做的 说到这儿的时候提起了高亮 孙胖子嘻嘻哈哈的脸上出现了一丝悲哀的神情 只不过不注意的话 根本就发现不了孙胖子这种情绪 他缓了一口气接着说道 关于当初刘成是怎么关进监狱 就真的没有办法知道 当初关于他的资料都已经被大火烧了 监狱手头上的资料 除了知道他叫罗本之外 至于这别的什么就无从可考了 说到这儿孙胖子掏出电话 看了看时间 说道 哎呀不行了 这都快中午了 有什么事情 咱们吃完午饭再说呗 吃不饱就没有精力听你讲故事 想不到黄然这茶楼里头什么都有 孙胖子说到吃饭 黄然就打了个电话安排一下 过不了多时 刚才送茶这半大老头在此进来 这次呢 他拖着一个大号的托盘 里面都是一些精致的广市茶点 和一大汤中白粥 昨天胡吃海塞了一肚子 暴身赤肚 最怕刚才黄然在电话里头 再安排昨天晚上那个规格的酒席 昨天晚上整整吃了一宿 那再好的东西也吃反胃了 现在再好的生蒙海鲜 也不如青州小菜吃得舒服 孙胖子看见这一托盘吃食 也是喜笑颜开的 当时也顾不上谁跟谁客家 我跟孙胖子一顿风卷残云 连粥带点心吃了一个干干净净 而黄然只是盛了一碗粥之后 一勺一勺的慢慢的喝 他半碗粥还没有喝下去 刚刚摆上的点心已经不剩下什么 慌然看着我跟孙胖子笑了一下之后说道 哈哈哈哈 年轻就是好啊 真是羡慕你 昨天晚上我吃的东西还卡在嗓子眼里 现在只能喝点稀的东西顺顺 孙胖子在桌子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牙签 最后索性卷了一根青竹筷子 用里面的毛刺提着牙说道 老黄啊 这不用客气 你这肚子比起我的也小不了多少 不是我说好东西吃的差不多也该清清肠胃 黄然听到了清肠胃忽然联想到孙胖子刚才说的话 在小北监狱的时候 那具被老默分成几层解剖的那具流程的傀儡 想到这里他随口问道 对了 流程那句傀儡是怎么回事呢 被他自己砍掉脑袋的那一句 你们那个老默说过 傀儡各个部分的死亡时间都不一样 那么就是说 这句傀儡是好几个死者传出来的 死尸的来源是监狱里面的犯人呢 还是别的什么来源 事情完结的时候没有查一查 应该是裸本外面带起来的 孙胖子一口回答了黄然的话 他接着说道 事后清点过犯人和预警的人数 没有发现有失踪的人员 在监狱外面的监视摄像头里面 发现了事发之前 就有两个人呐 在监狱附近瞎拽 这两个人都遮挡住了面貌 不过从身形上判断 一个是裸本 另外一个就是刘成的魁力 说到这儿 孙胖子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慢悠悠的喝了下去 扎巴扎巴嘴之后继续说道 后来我判断 裸本这次就是想把刘成带出监狱 为了避免刘成离开监狱之后 再有什么麻烦 他才做了这么一傀儡 让傀儡死在我的面前 由我做证明 刘成假死也就变成真死了 不如说啊 就算他以后在监狱外面生活 也不会在这方面再有什么危险 恍然听得直点头 就差鼓掌叫好了 微笑着说道 直到后来我为什么决定要解散委员会 就是因为我看到民调局里面有高局长和孙局长这样的人坐镇 我们委员会很难再有什么座位 才力排众议解散委员会 这种摆在明面的吹棒 让孙胖子笑得浑身肥肉之产 这位原民调局的孙副局长笑了一阵之后 笑眯眯的看着黄然说道 嘿嘿嘿嘿嘿嘿 其实吧 要是你再坚持两天 说不定我的民调局就先撤了 不如我说啊 知道委员会里面有你黄会长 我这心里一直都没有底儿 睡觉都睡不安稳 那个你们瞎客气完了吗 等孙胖子话音一落 我看着眼前这两个胖子说道 咱要是客气完了呀 咱就说说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孙胖子愣了一下说道 现在就连我自己瞎猜的都跟你们说 还有什么后来 不是 院子里这密葬金呢 后来怎么样子 你可一直都没说 我瞪着眼睛说道 在酒店那会儿 听到孙胖子说起这两吨重的金驼子 心里面一直都在捉 按照孙胖子跟萧和尚的秉性 不应该放过这么大的一块金鸽的 就算后来被高局收回去了 八成也是藏在当初民调局地下四层的某处角落里 现在民调局都没有了 说孙胖子没得手 我实在是不敢相信 孙胖子刚刚点上一支饭后烟 听我这一声之后啊 当场呛了一下 两道烟雾从他的鼻子里到被呛了出来 惹得孙胖子不停的咳嗽 他咳了一阵子之后 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道 咳嗽咳嗽 不如我说 要是我真得了这块秘葬金的话 嘿 下辈子躺着花都画不完 现在还至于到处找活吗 看了一眼睁笑呵呵盯着他的恍然之后 孙胖子继续说道 本来我是想打一个时间差 二阳走了之后 我就让萧和尚想办法去打造一个小几号的秘葬金 关于密葬金的时候 我能拖几天就拖几天 反正也衰裂了 也没什么收藏价值 谁再看他也不会那么仔细 差不多打造这个桌面大小也就差不多了 说最后一句的时候 孙胖子伸出手在比辆面前的桌子大小 说到这儿 孙胖子忽然叹了一口气 说道 哎 谁知道二阳走了没多久 秋老道和欧阳偏左就带着他们的人到 这欧阳偏左还好说 秋步老来了之前是先去高老大呢 拧了一张物品清单之后才出来 名单上面的东西也不多 大概也就是七八样 不过上面第一个就是密葬金 埋藏的位置 尺寸大小 上面的造型符咒的种类分别被刻在什么地方都是详细记录在案的 辣子 知道吗 秋步老这手下都是扛着铁锹搞头来的 哎 算了算了 不说这个 说多了 都是病 看着孙胖子 看着孙胖子愤愤的样子 这事情应该不是他自己独吞了密葬金之后自己编的 本来 本来还要继续在黄然之聊下去 但是就这时候呢 孙胖子的电话 他忽然下了家 电话的那一头是萧和尚 他已经打定好了 我们三个人是昨天晚上回来的 给了我们一晚上休息 本来以为我们几个天一亮就会去他呢 他又等到了下午 见还是没人找他 才按耐不住 终于打了孙胖子的电话 随便应酬几句之后呢 孙胖子关了电话 冲着我跟黄然笑了一下之后说道 嘿嘿嘿 老萧大使 怕我拿钱跑了 让我马上过去对账 哎 你们谁有兴趣陪我跑一趟 黄然笑着摇了摇头说道 哈哈哈哈 还是你们自己去吧 小老先生只要看见我 一定会留下我吃饭 然后把买单的事情交给我 买单是小事情 但是昨天晚上我就是一夜没睡 实在是不能和你们年轻人比 还是替我向小老先生问喊吧 孙胖子哈哈一笑说道 嘿嘿嘿嘿 别说老萧大使还真就是这做 老黄啊 你不去就算了 老子 我们走啊 算了 大胜啊 还是你亲自辛苦一趟 我也冲着孙胖子摆了摆手说道 昨天晚上我也是一宿没睡 你还是让我回家缓一缓 再说了 你们两个对账 我去凑什么热闹 信不过谁 我还能信不过你吗 看到我们两个都没有要跟着去的意思 孙胖子无所谓的一笑说道 哎 那就这样吧 对完账之后 扣除公司的那一部分 剩下的我就打到你们卡里 月底的时候呢 把账报给你们 到时候把自己再对呗 说完之后 孙胖子摇摇晃晃的离开了恍然的茶楼 我跟着他的车 让孙胖子将我送到了住处 才和他分开 回到住处之后 倒在床上 我就呼呼大睡觉 我这一觉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在睡梦之中忽然被手机的铃声吵醒 时间显示是后半夜三点五十 打电话的是孙胖子 这么晚给我打电话 不是出了什么紧急的事吗 当时我被惊得睡一圈无 接通了电话之后 就听见孙胖子那肥腻腻的声音 在我耳边响了起来 一听这话的语气我就知道孙胖子喝多了 这时候门口又传来咚咚咚的踹门声 楼上已经有邻居开骂了 孙胖子你别看他喝多了 打着舌头竟然跟我这邻居骂了个瓶声 当时我披上衣服开了门 把这喝大了的胖子拉了进来 把他拉进来之后 我才看到孙胖子一只手里面抓着两瓶洋酒 另一只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 袋子里面是一只没有片开的烤鸭 孙胖子就将这烤鸭往我的桌子上一扔 张口就说道 老乡 别觉得我好欺负 闷到驴我喝不过你 咱换个酒再喝一顿 福特加配烧鹅 我们接着喝 说完之后 孙胖子已在门上粗溜下来 四仰八叉躺在地板上呼呼大睡起来 片刻之后竟然还打起了呼噜 看着他肉扇一样的身体 我跑回卧室 抱住了一床被子 扔在他的身上之后继续回到床上睡了起来 第二天早上我从床上爬起来 忽然脑中一阵的恍惚 好像有什么事吗 哎 昨天晚上是不是谁来创门了呀 正想着的时候 就听见卧室外面发出了一阵响动 孙胖子 我这脑海之中忽然出现了一张通红的胖脸 昨天晚上来踹门的是他 当我从卧室走出来的时候 孙胖子呢 已经非常不见外的坐在掺桌前 桌上摆着两碗粥和一盘已经切好的烤鸭 我出来的时候 孙胖子已经不知道是在喝第几碗粥 他正从粥里面剃出了一块骨头 正在嘴里砸不着滋味 见到我出来之后 孙胖子指着他对面的那碗粥 笑嘻嘻的说道 老子 尝尝我的手 广市烧鹅粥 胡椒粉和盐在桌子上 你自己放啊 我回头看了一眼大门之后 确定了一件事 没错 这里啊是我家 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耳东水兽 播音小传说书 第二十四集 关于雨果的故事 我看了一眼满是鹅骨头的白粥 上面飘着一层油画 你说这大清早的实在是没有胃口 把这碗粥喝下去 现在把昨天晚上的事我就都想起来 我得赶快岔开话题 千万不能让他想起来 昨天晚上 诶 准确的说应该是今天凌晨把他扔到地上 只盖了一层棉被的事 那个大圣啊 你说你下次过来找我 能不能挑一个天亮的时候 你这大半夜的把我这上上下下邻居都给惊动了 话说回来 我说你这酒量不是挺好的吗 恍然那个老油条都被你喝趴下了 你还能被一个七十多岁的萧和尚给喝倒了 嗨 别提了 孙胖子也不用筷子 直接动手在盘子里 抓起了一块烧鹅 吃了之后继续说道 昨天我去老肖那的时候 这不正好赶上雨果吗 在东北传教回来 我怀疑这哥们就是去当地酒厂传教 回来的时候 当地教友还送他一箱子门导驴 他知道老肖是东北人 就给老肖送过去了 正好赶上我找老肖对账 就这么倒霉 这对着对着呢 就对到酒桌上了 说到这儿呢 孙胖子苦笑了一声 看着我说道 嘿嘿 辣子呀 不如我说 我孙德胜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知道喝多了是什么滋味 喝成这德行 我也没敢开车呀 本来想着走回家的 顺便醒醒酒 路上看见朋友开的酒行 本来想带两瓶洋酒啊 我得报仇去 也不知道怎么就到你家了 我越听嘴巴张得越大 胖子 你说是老肖把你灌成这样的 不过老肖这酒量我见过呀 小时候村里头谁结婚 老肖是一定早到 他那德行我现在还记得 老家伙从来不随理 不把自己喝倒 他是坚决不回去 别说是我爷爷和三叔他们 这些能喝的 就连我一个远方三姑 随便也能把他喝到桌子底下挤来回 就这样的老肖能把你喝倒了 嗨 别提了 昨天晚上 这不是有坏人吗 孙胖子很是郁闷的塌了一口气 随好闷头对着自己手里这烧鹅粥就开始发痕去 我误会他的意思说道 你的意思是老肖使得坏 他怎么你来 别提老肖 他现在还不如我呢 孙胖子说完这句话之后 眼神迷离的看了我一眼 好像有什么事已经到了嘴边 但就是说不出来 就在我考虑是不是打个电话过去问问的时候 孙胖子忽然一拍大腿说道 坏了 我想起来 昨天晚上我走的时候 老肖就吵吵 说心口疼的要过去了 让雨果去打120叫救我车 现在老家伙也不知道是生是死 孙胖子这话吓了我一跳 我当时也顾不了许多 找出手机就给肖和尚拨了出去 电话通了很长时间 但就是没人接 眼看着要拨出盲音的时候 电话里头忽然想起了肖和尚 愤愤不平的声音 还没等我说话呢 电话那边就响起肖和尚打呼噜的声音 没事就好 这老家伙一旦有个三长两短 一直把他当做亲哥们处的爷爷 还不得难过好一阵子 看着听到肖和尚没出事之后 就尝出了一口气的孙胖子 我是又好气又好笑 你说这一老一少 一个喝的差点进了医院 一个连家都走错了 你们俩呀还真是用生命在喝酒 这时候呢 我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 既然肖和尚也没落着好 都两败俱伤了 还有什么坏人 孙胖子看出我的疑问 就主动开口说了昨天晚上的事 感情的问题呀就出在雨果的身上 昨天孙胖子去找肖和尚对账 眼看队完之后要走的时候 就看见这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抱着一箱子白酒敲开肖和尚家的大门 这老外孙胖子跟老肖都认识 正是原民调局三室主任尼古拉斯余国 民调局当初被裁撤之后 因为余国主任外国人的身份 他的出路就成了问题 公安跟国安两大部分都不可能要的 于是余国主任呢只能先是尾身于教会 没事就代表教会到处去跑一跑 全国各地呢去传播一下上帝他老人家的福音 这样的生活余国倒是乐此不疲 想不到会在萧老道着看到了对方 孙胖子跟余国都是微微有些诧异 不过就民调局来讲屋里的都不是外人 孙胖子跟余国相互了解一下对方现在的情况 再提到民调局当年往事 几个人都是唏嘘不语 这聊了一会儿可就到了晚饭的时间 可能是在东北这一票买卖做的利索 萧和尚很难得的提出 你咋啊今晚上啊谁都别走了 嗯就在我这吃饭 正好鱼果不是带酒来了吗 咱今晚上啊不醉不归 萧和尚难得大方有余 从冰箱里头呢把前两天买的酱肉拿出来 炒了四个鸡蛋之后又拍了一根黄瓜 本来家中还有条鱼 但是觉得太奢侈呢 萧和尚就没煮 于是就在老萧家里头 一顿难得丰盛的晚宴 这菜就齐了 后来孙胖子一直就怀疑 是因为有人送酒老萧才请了个儿 说是请喝酒 但是这酒钱他不是少了吗 不过正要往余果这杯子里头倒酒的时候 却被这位前主任伸手给挡住了 余果微笑的看着 正在也看着他的孙胖子说道 孙我是神指人言 我是不可以叙旧的 余果这抬出这么一顶高帽子 孙胖子也只能作罢 只能他跟萧和尚喝着 余果呢 在一旁喝茶水相配 开始孙胖子跟萧和尚 因为不习惯东北闷倒鱼这种烈性酒 两人只是自睁自眼 慢慢的小酌 但旁边啊 这位看眼的外国人很快还就劝上酒了 孙你看 消的这一杯已经喝完 你的酒还有这么多 这样不好 如果你是在俄罗斯这样的国家 旁边的人会以为你这是在藐视小 孙 如果你是个男人的话 就应该把杯子里的酒喝掉 哎 杯子里面只是水而已 难道说你还怕喝水吗 孙胖子这一听一咬牙 小四两的闷倒鱼啊就浸到肚子里了 胃里头顿时就翻浆倒海起来 肖你看见了吗 孙这一杯是为了你喝的 你是年长者 应该回敬孙一杯 这是礼貌啊 哎 这一口不算 孙 如果你是在二兰 这么喝威士忌的话 会被看成品德是有问题的 回敬的酒是不可以少于刚才那一杯 嗨 还是我给你倒吧 看 就这么多 刚才孙喝的就是这么多啊 孙 我建议 下一杯酒为了高亮先生 虽然我喝不了 但是我的心声传到了天堂 来 你们可以将酒珍满举杯了 为了我们所有人的好朋友 高 哎 不要不要往地上倒 酒是敬给天堂上面的高 怎么可以倒在地上呢 你们喝下去 天堂上面的高就会知道的 没过多一会儿了 整整一箱的闷到驴啊 就剩下三四瓶了 此时的余果才惊讶的说道 上帝 你们竟然喝了这么多 这样酗酒不好 很好 很不好 喝酒应该是消遣 而不应该是沉迷于里面 他的话还没说完 孙胖子跟萧和尚同时推 一起捂着嘴 向着卫生间的方向跑过去 至于这后面的事 我就知道 孙胖子来我家揣门 而萧和尚呢 差点去了医院 听了孙胖子的话之后 我表示非常的看不明白 嘴里我就问他 大声啊 你跟萧和尚一老一少 两人精 会被余果闹得差点喝吐血 按照你们俩的脾气秉性 不把余果喝吐了血液 那就算是便宜 说到这儿我蹲了一下 好像明白了什么 不对 说实话 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把柄 在余果手里面呢 我这一问 孙胖的表情就有些尴尬 蹲了一下之后 这才说道 哎 这 哎呀 不是什么把柄 就是吧 你昏迷那两年之中 有一次呢 处理事件里啊 我跟萧和尚都欠了这杨和尚的人情 不如我说 要是欠的人情 是欧阳偏左那样的 那也就无所谓了 不还他也就不还了 可是余果抓住我跟萧和尚这样的心理 哎 也不提当初的事 就这么一本正经的劝酒 才逼我跟老肖就范 我听完之后 心里面更是惊讶无比 我这呢 就继续打听 哎 大声 我睡着这两年 除了监狱的分尸案 还发生了什么事 能把余果主任也牵扯进来的 跟外国宗教有关的 这时候孙胖子的眼睛密封进来 多了一下之后 说道 那次也就是监狱的事情 过了不久 由于欧洲小国的总理访华 民调局破天荒的也接受到了接待的任务 要说这事啊 也就是上次小北监狱的事情 过了一个礼拜左右 有这么一天中 孙胖子正开车去医院抗务的途中 忽然被高亮的电话叫了回去 在电话里头也没有说清楚是什么事 只是说他上面下达了一个什么任务 让孙胖子赶快回去 既然高局长亲自来电话 孙胖子也只能一个弯道转了回 到了高亮这办公室之后 才发现办公室里头 除了高亮之外 还坐着两个其他人 其中一个不是外人 正是来了民调局之后 一直就很少露面的杨成武书记 杨书记身边坐着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 见到孙胖子之后呢 没等高亮说话 这位杨书记先行一步对着孙胖子说道 哎呀 终于把你等过来 小孙子 你要是再不回来 刘司长就要走了 到时候 还要你亲自去外交部交接 杨书记说话之时 高亮已经站起来 微笑着说道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杨书记在党下的老同学 现在是外交部李斌司的刘斌川副司长 这位呢 是我们民俗事务调查研究所的孙德胜副局长 关于这次接待工作 主要就是你们两位负责 高亮的话音刚落 那位叫做刘斌川的副司长眉毛一条 看了一眼孙胖子之后 对着高局说道 那个高局长啊 不好意思拦你一句 这次外事活动还是由外交部李斌司来主导 你们民调局呢 只是配合我们的工作 这个在这次迎接圣马里诺共和国总理的外事活动中 你们民调局呀 只是负责为总理阁下以及陪同人员 介绍我国的传统宗教 至于这剩下的事情 就不用你们民俗事务调查研究局操心了 这左一个你们民调局 又一个你们民调局的 这个叫做刘斌川的 仗着自己是外交部的副司长 完全就没把民调局当回上 孙胖子笑眯眯的看着他 心里头就想 如果这孙子在公安部待上了 多少知道一点民调局底细的话 再说出这样一番话的时候 不知道会换成怎样的说法 孙胖子跟高亮还没怎么样 杨书记脸上先是有点挂不住了 他咳嗽一声之后呢 有些尴尬的说道 刘啊 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吗 分什么你们我们呢 外事接待工作 你们外交部的在就行 就有你们牵头 具体的事情呢 告诉我们怎么办就好 外交部的这位刘副司长看了杨书记 回头呢 又对着高亮说道 哎呦 高局啊 我这个人呢 职性子 有什么就说什么 要是哪一句说的不对 您可千万别介意 不过实话实说 这次的外事活动 本来在大学里面 找一位教中国历史的教授就可以升任了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次外国朋友指明点信的要求你们民俗事务调查研究局的人去给他们讲解中国原生宗教和外来宗教的关系 哦 指明点信让我去 高亮听到这句话 眼睛可就眯放进来 瞟了孙胖子一眼之后 笑眯眯的对着刘副司长说道 既然外国朋友都发话了 那我们呢 一定跟你们外交部配合好 什么时候需要我们过去 你们说一句就行 老杨说的好啊 都是革命工作嘛 一定要配合好你们 客气了几句之后 这位刘副司长便起声告辞 杨书记送他就出了民调局 高亮这办公室关上门之后 高局长就对着孙胖子说道 哎 你可别找人家麻烦 听见没有 孙胖子呲牙笑了一下 大大咧咧的坐在高亮办公桌的面前说道 哎呀 看您这话说的 我 我是那样人吗 哎不如我说 就算是找他麻烦的话 刚才我就直接把棒锤叫过来 一起陪着聊天 说到这 孙胖子顿了一下 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 对着高亮就说道 高局 不如我说 讲解中国原生宗教和外来宗教的关系 哎 这活儿是不是得让余果来啊 好像整个民调局里也没有人比这羊果子更合适 你现在是找不着他了 看着孙胖子有些不解的样子 高亮说道 余果这几天请假了 他一个月之前就把这几天的假请了出来 说他有个朋友来中国被点名陪客人去了 哦 对了 莫耶斯还在 要不然让他陪你走一趟 想起来莫耶斯这古板的样子 孙胖子叹了口气说道 哎 不用了 我进民调局之后啊 就没见这哥们笑了 跟他 吊不到一个狐狸 哎 那什么 我呀还是自己去吧 不就是讲解中国原生宗教跟外来宗教的关系 嗨 不会说啊 我还不会编吗 你呀 就不能趁这机会好好学学局里的专业知识 高亮瞪了孙胖子眼 不过他也知道 孙胖子是一个极懒的人 想让他去学习术法之类的 可能比逼孙胖子自杀也容易不到哪去 他将装着有关这次接待任务文件的档案袋扔给孙胖说道 哎 我当初啊 也不知道怎么瞎了眼 让你做了副局长 滚吧 去二市五市 找两个人陪着你一起去 有什么话 让他们讲 你在旁边听着就行了 记住了啊 你可别把这人给我丢到国外 就成了 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 耳东水兽 波音 小传说书 第二十五集 除魔 孙胖子舔着脸 笑嘻嘻的从高亮的办公室里出来 在心里头把熟悉的人过滤了一遍之后 还是觉得这事儿似乎也就是武士主任欧阳片祖最靠谱 不过等他到了武士之后 才听说两天前陕西那边刚刚出土了一座先秦时期一位方式的古墓 欧阳偏左憋着能从里头找到点正经的宝贝 已经一大早就赶过去 照这速度 没有戈巴礼拜 你是别想见着的 没有欧阳主任 武士的人随便拉出来一个也能派得上用的 不过孙胖子这么一打听 欧阳偏左走的时候带走了四个人 又有几个被三世借走去四川处理一起突发事件去了 武士的人本来就少 现在只留下两个人看见 其中一个斜眼一个结本 想想哪一个都不合用 无奈之下呢 也只能再去找二世西门链这哥几个的助理 孙胖子正打算调转方向去二世转一圈的时候 正看见对面电梯门打开 真是想到谁马上就能遇到谁 西门链 老末 熊卖艺三个人就从电梯里面走出来 孙胖子笑嘻嘻的冲着哥几看到 嗨 我正 哎哎哎 你们去哪啊 他这话还没说完 这几个脸色一变 齐刷刷的又退回到电梯里 就看见熊卖艺这手啊 拼命的按着电梯操控键 不用猜也知道熊卖艺现在按的就是关门键 孙胖的剑状拔腿就奔着电梯这边跑过去 一边跑一边喊 哎 我说你们几个几个意思啊 你们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了 为什么见到局领导就跑啊 就在电梯门河上的前一个孙胖子跑到电梯前 按了开门键 随着电梯门慢慢的打开 就听见里面熊卖艺的报应声 我就说吧 刚才就应该直接跑楼梯 这几天请假不回来 能跑一个算一个 这下好了一个都没跑了 被人家梦中捉憋了吧 呸 梦中捉你 西门链骂了一句之后 看着堵在电梯口的孙胖子说道 孙卷 你等我一下 刚才欧阳主任打电话找我们 有点要紧的事 我们先去找他去 有什么事啊 等我回来再说 嘿嘿嘿嘿嘿嘿 欧阳偏左找你们 哎 孙胖子古怪的笑了一下说道 不是我说啊 他是不是告诉你们 他在陕西发现宝贝了 让你们过去帮忙搬回来 实话告诉你们 欧阳偏左呀 一大早就去陕西了 还有二十分钟飞机才降落 哎 你们以为凭他长得帅 空姐就能让他在飞机上打电话了 孙胖子这刚刚说完 就听见熊万一的嘀咕声 什么事 你提什么欧阳偏族 哎 直接说上错楼层不就完了 孙胖子呲牙一笑说道 嘿嘿嘿 我知道小北监狱这一趟 让你们受委屈了 不过你们也是有惊无险啊 罗本流程都是二阳解决的 夜走鬼也是我一枪收拾的 流程掉脑袋吓着的也是我呀 眉衣冒点险子和萧和尚一起去查看封印的 是人家云飞扬 哎 我就不明白了 你们除了打一场群架之外 连个油皮都没蹭到 你接着我还跑什么呀 西门链苦笑了一声说道 嘿嘿 孙局啊 说老实话 这次小北监狱这么大的事 我们哥几个自打进了民调局 也没碰了几回 那几回呢 还是我们邱主任跟三世的林峰主任联手 攒了多大力气才完成的呀 不算上六世的吴主任 那就是清民调局之力 那才完成的 这次就我们几个人能平安回来 已经就是谢天谢地 我瞒你说呀 回来之后 我们翻了翻这几年 你和辣子的处理事件记录 你们俩回趟老家 参加弟弟婚礼都能闹出这么大的事儿 能全须全眼的回来 那就是你的命当 我们哥几个呀 福宝真就不下惨了 孙胖子听完之后 呵呵一笑 已在电梯门中间就说道 嘿嘿嘿嘿嘿 就知道这次辛苦你们了 这次呢 给你们哥几个呀 找了一个赚便宜的我 哎不如我说 就是陪着我去机场接待一下外兵 说说咱们民调局这几年的大好形势 再给人家讲一讲 中国原生宗教和外来宗教的关系 然后呢 一起去国宾馆吃一点 就算是补偿你们上次在监狱受的苦了 不信你们自己看 哎是不是 上头高老大的签名 我保不齐能骗你们 你说高老大能骗你们吗 信不过我 你还信不过他吗 说着孙胖子自己打开了大案袋 将里头的文件递了回去 西门链跟老莫都没有接手 倒是熊万一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从孙胖子手中接过档案袋 又觉得好像哪不妥 想把这档案呢还给孙胖子的时候 却见孙副局长已经把这大胖手撤回来 顺势就背在身后 熊万一眨巴眨巴眼睛 又把这档案袋递到了西门链的面前 你咋大外人哪 要不你看看 西门链瞪了熊万一之后 无可奈何就接过了档案袋 抽出档案粗粗的看了一遍之后 又把这档案呢递给了老莫 随后就对着孙胖子说道 孙副 您这是转性了 这么好消化的事都便宜我们 嘿嘿嘿嘿嘿嘿 都说了 是为了补偿上次小北监狱的事情 也让你们呢 见见市民跟着混一顿国样 省着以后老了 没有资本跟你们孙子吹牛皮 说到这儿呢 孙胖子挨个看了他们三人眼之后 说道 不是我说 关于民调局的专业知识 你们等多少 人家问你们中国原生宗教跟外来宗教的关系 你们有话说没话说 这样啊 有关民调局的专业知识 你们跟我比 能怎么样 西门链深深的看了一眼孙胖子说道 那个孙剧啊 说句不好听的 您要是这么说 那就像是侮辱我们丧 第二天下午 首都机场的VIP专用停机评检 孙胖子跟西门链哥仨 西装笔挺的就站在立即 看着一架波音飞机慢慢的靠过 不久之后呢 飞机门打开 几位金发碧眼的外国男女走了下 几位阶级的政府官员走过去 寒旋几句之后呢 还没等刘副司长带着孙胖子几人走过去 就见一辆奥迪车开过来 西门链眼睛多尖 用这胳膊肘碰碰孙胖子 向着车子那边扬了一下下巴 低声说道 哎 民调局的牌子 这是还有什么人过来 孙胖子也愣了一下 还没等他想明白 车子已经停在他们面前 三室主任尼古拉斯雨果 身穿着一身洁白的神父袍 就从车子里面走了下去 他好像没看到孙胖子几人 举着双手 对着飞机上面下来的几人走了过去 这时候孙胖子也明白了 原来人家雨果呀 提前请假就是为了接机来的 雨果是高举双手 嘴里都喊着一串西门链 他们几个人都听不懂的语言 向着飞机走过去 看着两侧的警卫都没有拦他的意思 就知道雨果是接机的人员之一 还是贵宾的那种 孙胖子在后面低声向着刘府司长说道 这外国人也是来接机的 刘府司长皱着眉头 瞅了孙胖子一眼 不过还是低声的说出 雨果这次接机的身份 雨果神父啊 是宗教界的代表 圣玛利诺共和国是天主教国家 这次陪同总理一起过来的 还有他们的主教以及当地教会的人士 这位接机的雨果神父 早年在圣玛利诺担任过教会的神职人 跟圣玛利诺的总理 他们是很熟的朋友了 刘府司长说话的时候 雨果已经过去 挨个儿和飞机上下来的人拥抱了一下 从表情上就能够看得出来 这些人都跟雨果相熟 后面甚至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大胡子 拥抱的时候 直接在雨果的脸上亲了一口 熊万一再厚道 一缩脖子 对着旁边的老莫说道 妈呀 雨果还好这一调的呢 那以后得离他远点 他这话刚说完 刘府司长就咳嗽了一声 低声说道 前面的人介绍完了啊 就该我们了 一会儿啊 我给你们进 就在他这话说到一半的时候 就看到飞机舱门口忽然有一个空间 慌慌张张的跑下来 在一位好像是圣马利诺那边保镖头目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 这几句话说完 这位保镖头目的脸上微微的变了一次 随后他深吸了一口气 尽量装出一副什么事情都没有的样子 向着圣马利诺总理一心人就走过去了 在队伍之中靠后的一个中年男子身后站住 就见他的嘴巴微微动了几下 正小声的对着前面的人说着声 这样的情形自然是瞒不过孙胖子几人的眼睛 孙胖子捅了一桶身后的西门链低声说道 哎 说什么呢 大官人有些纠结的说道 你看我像是能听懂的样子吗 孙胖子就说道 嗨 没让你翻译 照着学一遍就成 西门链啊 这几句磕磕巴巴的外语还没说完 孙胖子的眼睛已经瞪起来 他盯着对面两个还在耳语的外国人轻轻的咬了嘴唇之后 自言自语的说道 难道我就是这个命吗 就在这么个时候 刘副司长轻声的说道 哎 懂了 跟着我走 他的话还没说完 刚才跟保镖头目耳语的中年男子已经快步走到圣马利诺共和国主教的身边 在主教的耳边再次说了几句 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听见飞机上面传来了一声惨叫 随后一个满身是血的空姐从飞机舱口露出身子 对着下面大声喊叫的声 圣马利诺一方的人听到之后 脸上都露出惊恐的表情 中方几个官员从翻译的得知空姐喊的是什么之后 脸上也变了颜色 都向着飞机舱门口看去 这时候几位身穿神职人员服饰的外国人开始向着飞机上跑过去 刚才亲了雨果的大胡子也跟着向飞机上跑过去 但是跑了没几步 就好像想起了什么 停住脚步扭头对着雨果喊了一句声 雨果听到之后 有些尴尬的看了圣马利诺主教一眼 主教深吸了一口气之后 对着雨果一点点耽误 说了一句西门链听不懂的话之后 雨果是拔腿就向着飞机那边跑过去 看到现场是乱成一团 负责接待的李宾司刘复司长就不知所措讲 他干了这么多年外交接待工作 这样的事情还是第一次遇到 这时候孙胖子忽然对着刘复司长说道 还愣着干什么呀 带着圣马利诺总理和随从先走啊 后头的事情该怎么做还怎么做 飞机上面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处理 这句话算是提醒了刘复司长 当时已经顾不上外交礼了 他马上通知车队开轨 载着圣马利诺总理以及随从人员匆匆忙忙的离开了停机坪 圣马利诺的主教执意要留下 总理走后 他在几位神职人员的簇拥之下也上了飞机 这时候的刘复司长已经顾不得孙胖子接人 他一边联系外交部汇报刚才的突发事件 一边坐上最后一辆车跟着车队就离开了机场 孙胖子几个人没有要走的意思 刚才就在空间喊叫的同时 一股似有似无的黑气就跟着冒了出来 既然跟民调局扯上关系 他们几个人就走不了 更别说还有一位民调局的一位主任也跟着上了飞机 现在里面还不知道怎么样 这时候西门链开口就说道 哎大圣 那几个外文说的什么呀 你好像能听懂啊 孙胖子的眼睛盯着飞机 嘴里面回答道 以前学过几天意大利话 正好就用上了 刚才那一身血的大姐喊的是西里欧修饰 被恶魔附体 下面那俩人说的也是差不多 就是这个叫做西里欧的 他的状态不好之类的 孙胖子冷冷的看着飞机舱口的位置 后面西门链几个人冷冷的看着他 熊曼翼低声对着孙胖子说道 孙胖子说吧 这事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孙胖子的目光终于从飞机舱口这边一看 牛脸看了熊曼翼一眼说道 要是我有这本事 这次说什么也不回来 说话的时候 孙胖子已经逃出手机 因为牵扯到外交事件 刚才的突发事情必须要跟高亮汇报一下 就在他准备拨号的时候 一身白的雨果从机舱里露出身子里 对着孙胖子的方向连连白手 寇中同时喊道 孙 你们上来 这里需要你们的帮助 自家主任求援 这帮人当然不能不帮 孙胖子一边向着飞机舱口跑过去 嘴里头一边底 我就知道这羊鬼子 刚才是假装没看见我 孙胖子几个人在飞机下被圣马利诺的保镖拦住 雨果说话也没有用 最后还是刚才那个亲了他一大口的大胡子出来 几句话呵斥下来 保镖这才算是放了行 还没等孙胖子上飞机呢 雨果就从上面喊道 孙 我需要你的匕首 就是无准那把匕首 我知道你是随身带着的 看在上帝的份上快把匕首给我 虽然不知道里面到底出了什么事 但是看到雨果这副样子就知道事情小不了 孙胖子解开裤腰带 把绑在上面的短剑连同剑鞘一起扔给雨果 雨果接过短剑之后 一刻都不敢停留 马上回到机舱之内 等着孙胖子提着裤子 跟西门链几个人进入机舱之后 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 机舱之内 站着十几位的神职人 他们手中拿着圣经和十字架 正对着中间椅子上绑着的一个年轻的修士 朗读着圣经 中间被绑着的修士脸上的表情 时不时就变化一下 本来还是痛哭流涕 像是被一种巨大的痛苦折磨 一声接着一声的惨叫 不过转瞬之后 这个修士又开始黑黑的冷笑 对着周围的神职人员大声的叫了声 西门链向着孙胖子问道 哎孙觉说什么呢 孙胖子斜着眼看了他一眼 骂人话 怎么着 你让我给你学一遍 就在这时候余国主任已经走到修士的面前 他先将短剑别在腰后 接过其他神职人员递过来的圣数 先是用拉丁语朗诵了一遍圣经的章节之后 旁边有人撕开修士的上衣 露出里面已经隐隐有些发黑的皮肤 雨果将手中的圣水对着修士上半身倒下去 于是这诡异的一幕就出现了 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耳东水兽 波音小传说书 第26集 积仓内外 圣水淋下去之后 只见修士猛烈的抖动一下 随后一口黑气从他的嘴里喷出 周围正在诵读圣经的众神之人员似乎是遭遇 他们几乎同时向后后退了 这一步退的那叫一个奇耍耍 就好像是训练好的一样 靠中诵读圣经的语调都没有任何的变化 要说这股黑气好像不能跟空气融合 片刻之后便消融于空气当中 见到黑气完全消失之后 众神职人员才重新的聚落在修士的身边 就在这么个时儿 诵读圣经的声音忽然停止 众神职人员都是一副惊恐的表情 看着中间被困着的修士 要说孙胖子几个人的视线被挡住 看不到里面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 不过这时候也没人顾得上他们计 孙胖子本身也是不见外的 他这打头几个人前后脚挤了过去 就站在神职人员的身后 伸着脖子往里头看了一眼 就这一眼 让他们几个齐刷刷都是倒吸了一口了解 就见这位修士的皮肤下面突现出一条一尺多长的蛇 虽然是在皮肤下面 但是这条蛇的样子清晰无比 就连他来回吐出蛇腺的样子都看得是一清二楚 这条蛇在修士的前胸来回游走 给修士带来巨大的痛苦 他一声一声的嚎叫着 叫的是生死历劫 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近乎于黑猫的那声孽 修士一边嚎叫 嘴里一边不停的说着什么 也不知道雨果是不是被他说反了 忽然伸手对着修士上去就是一巴掌 嘴里飞快的说了一句声 这一句话起了作用 修士惊愕的看了雨果一眼之后 闭上双眼不再说话 就连哀嚎的声音都小了很多 西门链捅了捅孙胖子低声说道 大圣 他说什么呢 孙胖子看到没有人注意到的 才在大官人的耳边压低了声音说道 这哥们啊不想活了 他求雨果给他个痛快的 实在不行就给他一把刀 他要自己了断 雨果说自杀是大罪 就算这哥们现在解脱死后也上不了天堂 他的灵魂会直落地狱什么的 就在孙胖子说话的时候 雨果第二次将圣水淋到修士的身上 这次他的身体就如同一块滚烫的石头一样 圣水淋到之后 瞬间就被蒸发成了水灵气 漂浮在四周 而他皮肤下面那条蛇也是越来越明显 现在就连蛇身上面的鳞片都看得是一清二楚 雨果这忽然把脖子上面带着的十字架项链 放在修士的额头上 这让浑身颤抖的修士暂时安静一下 就连他皮肤下面的那条蛇都停止了活动 一动不动的保持住了十字架放到修士额头那一刻的姿势 雨果忽然大喊了一声 哈利路亚 随后将别在后腰的这柄短剑拔出来 对准舌头的位置 把这剑尖就刺了进去 随后手腕这么一挑 把这一块皮肤划开 孙胖子趴在一位老神父的身后看得清楚 皮肤下面的那是一条漆黑的蛇 这条蛇显露出来之后 扭动了几下 变成一段黑气飘散出去 雨果将短剑剑锋伸进这段黑气之中绞了几下 这黑气便迅速消散在空气当中 这只蛇离开修士体内之后 连同雨果在内 所有的神职人员都松了一口气 再看绑着的这名修士 就好像虚脱了一样 整个身子摊在椅子上 修士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浑身上下黄豆粒大小的汗珠瞬间就冒了出来 最后雨果翻看修士的眼皮 查看了他的眼球 又取过来一瓶圣水 旁边有人帮着他撬开修士的嘴巴 将大半瓶圣水灌进去 除了把修士枪到一个劲的咳嗽之外 再也没有什么异常之处 雨果对着众神职人员说了一句 西门链几个都听不懂的话 众人听后欢呼了一声 哈利路亚之声不绝于耳 随后已经开始有人去给绑在椅子上的修士松打 孙胖子给西门链几个人翻一道 雨果说呀 在他们上帝的荣光之下 已经把撒旦使者从吉诺修士的身体里面清除出去 孙胖子的话刚刚说完 就见给吉诺修士松绑的神职人员 忽然啊的叫了一声 随后这人一屁股坐在地上 身体抖个不停 手指着吉诺修士的位置 嘴里面不知道说这些什么 这个变故让众人都是一惊 所有人的眼神都对着吉诺修士的位置看过去 就见刚刚恢复正常的吉诺修士 就在这一转眼的时间又变了 他的身体被一层黑气笼罩着身上密密麻麻的满是毒蛇在皮肤下面来回游走着粗略这么一看不下一百多条 在吉诺修士的脸上 在吉诺修士的脸上 身上的皮肤下面来回的扭动着 由于这次皮肤下面的蛇实在太多了 现在吉诺修士看起来整个人都肿起来 他呲牙咧嘴的对着身边众人不停的开始挣扎喊叫起来 幸好之前绑着的绳索还没有被解下来 要不然现在吉诺修士很可能已经冲过来 这时候雨果也是豁出去了 抓过身边桌子上的一瓶圣水倒在自己嘴中含着 随后暗暗的咬破了舌尖 这口混着他舌尖血的圣水对着吉诺修士就喷了过去 就听见嗷这一声 吉诺修士惨烈的喊叫了一声 随后脸上和身上的皮肉开始慢慢的融化成一个一个的血洞 这一口血水喷出去会有这样的效果 雨果也是始料不及 本来以为借着在民调局学到的法子 可以把邪魔从吉诺修士的身体里面清除出去 看着这一口血水似乎有点效果 不过要想这样就把邪魔清除出去 吉诺修士也就差不多了 这一下子虽然是伤敌一千 但是自损九百九 用吉诺修士和邪魔一命换一命 这个雨果是绝对做不出来的 就在雨果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的事 站在最后面的老主教忽然说了一句声 这句话说完 除了西门链三个听不懂之外 机舱里面所有的神职人员都带着 这时候老主教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 这次说的语调沉住的多 显得更加不可置疑 西门链三个都将目光对准了孙胖子 在等着他的回答 不过现在整个机舱里面 除了吉诺修士的喊叫之外 再也没有其他的声音 孙胖子这只要一张嘴 就知道声音从哪儿出来的 好在安静了一会儿之后 机舱里面的神职人员就开始陆陆续续的 向着飞机下面走去 趁着这个档口 孙胖子在西门链几个人的耳边说道 老家伙让余果做了那个叫吉诺的 说这样对吉诺也是一种解脱 说到这儿孙胖子眼皮一跳好像想到了什么 马上转回身子对着余果说道 不如我说余果大师父 后面的事情你应该也用不着我这家伙了 那什么 你这个 还是我先替你拿着吧 你别一个不小心在伤着自己 这时候余果也显得有些颓废 他将短剑插进剑窍里面 翻手扔给孙胖子 孙我的朋友 这次我欠你一个人情 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尽全力报答 孙胖子哈哈一笑说道 什么报答不报答的 都是自家哥们 是不是 你说这个不是歪了吗 说着孙胖子顿了一下 偷眼看了看已经走得差不多的神职人员 又抬头看了看机舱里面的监控摄像头 孙胖子笑得更加惨烂 一边笑着 一边用极低的声音对着余果说道 这事啊 我是外人 你呢 也不算太近 见血的事啊 还是他们自己人做的好 余果之前就知道 孙胖子听得懂意大利 他有些沉重的看着孙胖子说道 孙 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 我这个他妈的叫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啊 说着余果尝出了一口气 苦笑了一声之后 对着孙胖子说道 孙 不要让血腥之气玷污你的眼睛 你带着他们先离开吧 我要送吉诺修士最后一场 这时候孙胖子也没有话劝他 拍了拍余果的肩膀之后 孙胖子二话不说 带着西门链几个就下了一阶子 最后一批离开机舱的是老主教几个人 他半跪在吉诺修士的面前 最后的祷告了一番之后 见到还是没有任何作用 才在众人的搀扶之下下了飞机 临走时在机舱门口这对着余果说了最后一句话 孙胖子已经猜到了会这样 他带着西门链几个人下了飞机之后 找好了角度 老主教这句话看在西门链的眼中 大官人重复了一遍之后 孙胖子替他们解释道 愿主的荣光继续照耀着他 尼古拉斯不要让这个孩子太痛苦 老主教被人搀扶着走下飞机之后 站在神职人员当中 不停的在胸前画着十字架 和他们一起为吉诺修士做着最后的祷告 在一片祷告声中 余果把这机舱门从里面关了进来 大约一刻钟之后 机舱里头 吉诺修士的惨叫声忽然消失了 众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几乎所有的神职人员都开始黯然神伤起来 西门链这儿拉了拉孙胖子的衣袖说道 走吧 这儿不能呆了 这样的事知道多了 没好处 想不到孙胖子转头瞅着飞机上 自言自语地说道 就这么晚了吗 怎么说余果也是我们的一位主任呢 不会就这么两下子吧 孙胖子话音刚落 只见机舱门打开了 见到机舱门打开之后 众神职人员簇拥着老主教 顺着旋梯向着机舱里面走去 孙胖子跟在最后面 以他的性子 机舱里面发生了什么 孙副局长是一定要知道的 西门链这几个没办法 也只能跟在自家领导的身后 本来以为会在机舱里面见到一副彩像 但想不到的是进到机舱里面之后 众人才看到绑在吉诺修士身上的绳子已经解开 原本在等死的吉诺修士已经消失不见 余果坐在绑着吉诺修士的椅子上抽着香烟 看到众人到了之后 余果找了一个茶杯暗灭了香烟 指了指机舱后面的位置说了一句声 孙胖子替西门链几个人翻译道 我把吉诺安置在休息区了 你们去看看他吧 众人又搀扶着老主教向着机舱后面走去 孙胖子觉得这边人多也就没跟上去过来 这有他跟西门链几个留下来 孙胖子将装着余果刚刚熄灭烟头的茶杯拿了过来 看了一眼烟头上的商标说道 卖过牌子吧 哎 不是我说余果主任 这一点你就比你们那位莫耶斯强多了 上次我给他一颗烟 他告诉我神之人员都是不可以吸烟的 哎 我就气了个怪了 有些地方的神父牧师啊 老婆都能去 你说再抽根烟又能咋了呀 来 给我也来一个 余果有些怪异的看了孙胖子一眼 他的嘴唇动了动 看余果主任的意思是想说点什么 但是最后还是把话咽了回去 他从怀中摸出了一包金色包装的香烟递给孙胖子 没等孙副局长接过来 就听到机舱后面是一阵大乱 刚才过去的众人不知道在叫喊声 没等着孙胖子几个人过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就见刚才迎接仪式上 那个亲了余果一口的大胡子跑了过来 他是连说带笔划的对着余果一通喊叫 西门链几个人就听见孙胖子翻译道 吉诺醒 这个大胡子不知道刚才出了什么事 在这问余果呢 余果瞪大了眼睛摊开双手 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 随着机舱后面叫喊的声音越来越大 余果也按捺不住 跟随着大胡子到机舱后面 孙胖子和西门链他们几个紧随在后面 到了休息区之后 就看见刚才被绑在椅子上的吉诺 这时候靠在一张沙发上 不过他这时候脸上已经多少恢复了一些血色 现在吉诺的身上伤痕累累 正有几个懂医术的神职人员在给他做简单的包扎 老主教坐在吉诺的对面 看这意思是正在询问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看吉诺修士眉头紧锁摇头的样子 刚才发生的事情他是记不得了 老主教没办法呀 才让人把雨果神父叫了过来 要询问到底是刚才发生了什么样的神迹 把吉诺修士从恶魔的手中救了出来 雨果到了之后 看到吉诺的样子也很是吃惊 随后就在老主教和他一问一答的时间 这时候西门链他们在发现 刚才跟着一起过来的孙胖子忽然找不到了踪影 在附近找了一遍 也没看到孙副局长的踪影 就在西门链这几个人要回去找孙胖子的时候 孙胖子已经晃悔悠的出现在西门链这几个人的面前 没有解释的时间 直接翻译起雨果跟老主教的对话 雨果说刚才他正准备动手的时候 就看见吉诺开始不停的抽筑 随后他身上这个乱七八糟的蛇 开始剧烈的扭动 最后就在雨果实在看不下去吉诺遭的罪 要了结他痛苦的时候 吉诺忽然停止抖动 然后就咽气了 雨果检查过他的身体 生命体征已经完全消失了 因为人死之后已经没有了另一个价值 所以就在吉诺修士咽气的那一刻起 他身上那些诡异的东西也跟着消失不见 最后确定吉诺修士完全死亡之后 雨果才把他接下来 安置到这里的沙发上 雨果说完之后 身边的众神之人 开始窃窃私语起来 老主教的眼睛一直盯在雨果的脸上 看了半晌之后 忽然站起来 对着身边的大胡子耳语几句之后 这大胡子匆匆离开 向着刚才孙胖子出现的位置走过去 大主教没有等他的一次 他在胸前画了一个诗字 带着手下众神职人员一起 对着天空的方向 诵读了圣经中某一个章节 最后众人一起哈利路亚 赞美了天主又一次的神恩 欢迎收听 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耳东水兽 播音小传说书 第二十七集 遗失的现场 赞美天父的仪式刚刚结束 就见刚才离开这大胡子皱着眉头走回 他走到老主教的身后 小声的耳语了几句 老主教眉眉一条 目光穿过众人 直接停在孙胖子他们几个人身上 可能是考虑到这不是自己的地盘 老主教的目光又变得柔和了一点 对着他们几个人说了一句声 他们这些人里面还真有会说中文的 用中文重复了一遍老主教的话 只不过他这嘴里头像含着一个核桃 含含糊糊的好不容易才听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 在我们的宗教来说 偷窃是大罪 偷窃的人死后是经不了天堂的 请你们把偷窃的东西交换出来 安东尼主教大人会既往不咎的 他会在上帝面前替你们祷告 来免除你们的罪孽 这句话说完 机舱里面所有的人都在看孙胖的他们几个人 不明白他们到底是偷了什么 会惹得一向大方的安东尼主教如此着急 孙胖的左右看了看西门链几个人说道 你们谁不小心拿了外国有人东西了 不是我说看两眼就得 是不是 赶快还了 别上升成外交事件 西门链 老莫跟熊万一打仗 几乎都用这一个表情看着孙胖 眼神之中充满不信 这意思是说呀 刚才就是你不知道上哪瞎拽了去 如果要是真丢东西啊 八成也是你偷的 你可真信啊 这丢人都丢到国外去了 这样的眼神已经超越了语言的限制 现场的人都明白西门链这三个人要说的是什么 现在几乎所有人都在看着孙胖的 孙胖的有些无奈的一笑 把手呢伸进上衣口袋里面 片刻之后掏出了一包外国牌子的香烟 扔在老主教的面前说道 我这真忘了 刚才余果大神父给我香烟 让我顺手呢就放口袋里 哎 不是我说啊 你们就插这包烟呢 老主教亲自把香烟从桌子上拿了起来 在手中把玩起来之后 嘴里都说了一句什么 就听见刚才翻译这大胡子继续说道 有时的东西对我们教会来说是一件非常纪念价值的东西 虽然在平常人的眼里这件东西一钱不值 但这位先生不知道你介意不介意让我们检查一下你随身携带的物品 请您放心神都市人我们都是神职人员不是警察就算你不小心拿了飞机上的东西只要能够主动归还我们都会既往不救的 他这话刚刚说完西门链熊曼一根老木这眼睛就瞪起来 没等这哥仨发作 孙胖子已经说到 为了终胖两国的世代友谊 我受点委屈不算上来吧 怎么搜随你们 说着孙胖子高举了双手 任由主教的人搜了他的身 搜了这一大顿之后 结果是一无所获这边主教大人已经把烟盒里的香烟都倒出来 一根一根拆开的烟丝都扣出来 看看里头有没有夹带什么东西 一旁的雨果冷眼看着面前的一切也没说什么 不过这两边都没搜出什么东西 刚才短暂失踪的也就只有孙胖子一个人 也不用搜其他人 此时老主教亲自起身道了歉 类似是看在上帝的份上 说的一些都是误会之类的话 孙胖子也是好说话的 客气几句之后 就带着西门链几个人离开这家圣玛丽诺共和国的专机 临走这时候 孙胖子有意无意之间看了雨果一眼 正看见他也往这边看过来 两个人的眼神对上之后马上离开 就像谁也没看见谁一样 出了机场之后 孙胖子和西门链四人就上了孙胖子的车 老莫开车的时候 孙胖子在车上找到了一个笔记本电脑 随后他这手呢 在肚子底下这么一摸 再伸出来的时候 手中就多了一块U盘 熊慢义一见这U盘 马上就明白了刚才是怎么回事 孙胖子感情他们刚才就找他来这呗 哎呀你这什么时候还干上间谍了呢 还会趁乱偷人家东西了 孙胖子正将U盘里面的资料往电脑上传 他眼睛盯着电脑 嘴里面回答着熊慢义 什么叫偷人家东西啊 不是我说 这U盘本来就是我的 我就是用他传点东西 说话的时候呢 U盘里面的资料已经输入到电脑里 熊慢义跟西门链伸着脖子往屏幕上看去 只见出现的是一段视频 画面中出现的就是刚才被带走之后 于果跟吉诺修士单独相处的那一幕 一看这视频和之前对主教说的不大一样 画面中众人离开机舱之后 于果的身影就离开了监视画面 看样子他是躲到了画面的死角 片刻之后于果再次出现之时 他这手中却拿着电话 于果好像是开通了视频电话 他将电话屏幕对着正在抽搐哀嚎的吉诺修士 嘴里头应该在说着什么 可惜于果现在是侧身对着监控摄像头 只能看见这位腮帮子在动 不过具体说的是什么 就连西门大官人也看不出来 说了几句之后 电话里面的人应该是回答了什么 于果直接将电话屏幕对着自己 两个人面对面就聊了起来 可是因为角度的问题 电话屏幕里面的人什么样 跟于果说的是什么 孙胖的这边都不知道 于果这说了没有几句 人就再次离开监视镜头的位置 这次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 在出现之时 他怀中呢就抱着一对瓶瓶罐罐 于果用脑袋夹着电话 一边和电话里面的人说着什么 一边将这些瓶瓶罐罐里面的各种颜色的粉末 倒在一个杯子里 随后他的人影再次消失 等再出现之时 手中就拿这一片已经打开的葡萄酒 于果将葡萄酒倒在装着各色粉末的杯子里 找到餐刀在里面搅了一搅之后 直接用这把餐刀将自己左手十指滑泡 把几滴鲜血滴在了已经看不出是什么颜色的葡萄酒里面 接下来 于果将手机放在吉诺修士的对面 以便让手机里的人能看到接下来的场景 就见雨果忽然以极快的速度拖住吉诺修士的下落 另外一只手抓着杯子将里面五颜六色的葡萄酒一股脑全都灌进去了 这杯酒灌下去的效果就像是灌下去一杯沸腾的岩浆一样 吉诺修士的头发瞬间像刺猬一样炸开 他张嘴想要喊叫着声 却被雨果早一步伸手按住他的嘴巴 接下来 就是让人有些不适的话出现了 就见吉诺的眼睛 鼻孔和耳朵里面 不断有一种淡黄色的液体流了出来 就连雨果捂住他嘴巴的手指缝里面也有这种液体流出来 开始还只是面部五官有这种液体流出 但是片刻之后 吉诺修士的皮肤中也不断有这种液体渗出来 吉诺就好像受到极大的痛苦 他的身体不停的挣扎 奈何绑着吉诺的绳子实在是结实 加上雨果死死捂住他的嘴巴 杜绝他挣脱的机会 这时候就看见吉诺修士身体皮肤下面的蛇 开始向着他心口聚集 上百条蛇竟然在这融会成立一条类似大蟒一样的形状 应该是电话里面的人看到了时机对着雨果说了什么 雨果主人看了电话屏幕一样 随后他空出的这只手在怀里面掏出了一个大号的十字架 雨果一口咬住十字架底部握住十字交叉的部位 用力这么一拉 竟然是拉出了一把明晃晃的短剑 剑到短剑之后 旁边看眼的熊曼翼忍不住对着孙胖的开口说道 妈呀 雨果手里头也有家伙 那他干嘛还管你接呢 孙胖的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画面 嘴角着微微一翘回答道 他的家伙不能露白 知不知道 哎呀 看不出雨果主人手里头 啊 还真有点东西 孙胖子说到这的时候 雨果已经开始最后的动作 和之前那次动作是一样的 他手握十字架型的短剑 剑尖对着这条大木的脖子滑了一下 露出里面漆黑的蟒蛇鳞片 这个动作做完 吉诺修士就像是修客一样 身子彻底的摊在脸子上 他瞪着眼睛正对着监控摄像的位置 从这个角度上看去 吉诺修士的瞳孔正在慢慢的扩散 不过这时候 雨果也顾不了这么多 他两只手一起握住这把十字架型的短剑 将吉诺修士身体里面的大蟒一点一点的就给挑出来 离开吉诺身体的大蟒 马上开始雾化起来 不过雨果手中短剑似乎有一种强大的吸力 就算是变成黑雾的大蟒身体也无法向外扩散 还保持蟒蛇的大概形状粘在雨果的短剑之上 雨果手上用力不多时 一整条蟒蛇就被他从吉诺身体里面挑拉了出来 此时雨果手腕怎么一甩 才将蟒蛇甩出短剑